禁书 卷一 宣帝纪 卷三 五帝纪 卷三十一 惠甲皇后列传 卷三十三 石崇列传 卷三十四 杨户 杜玉列传 卷三十六 魏冠 张华列传 卷四十 甲冲阳俊列传 卷四十二 王逊列传 卷四十三 山涛 王荣列传 卷四十九 阮吉 阮贤 姬康 向秀 刘玲列传 卷五十四 杜姬 杜云列传 卷五十八 周畜 周访列传 卷五十九 八王列传 卷六十二 刘坤 祖替列传 卷六十五 王岛列传 卷六十六 陶侃列传 卷六十七 温乔列传 卷七十二 郭璞 葛红列传 卷七十三 羽亮列传 卷七十九 谢安列传 卷八十 王羲之王献之列传 卷九十二 顾凯之列传 卷九十六 王宁之七 谢氏列传 卷九十八 王敦 桓温列传 卷一百一 游元海载记 卷一百四至卷一百五 石乐载记 卷一百六至卷一百七 石济龙载记 卷一百八 慕容为载记 卷一百十三至卷一百十四 福坚载记 卷一百十四 王蒙载记 卷一百十六 姚长载记 卷一百二十 李特载记 卷一百二十三 慕容锤载记 卷一百三十 赫连伯伯载记 禁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同抄 禁书是唐代贞观年间奉赵转修 成于众手的一部寄传体证史 该书署名《房玄龄传》 实际参与者前后有二十一人 房玄龄 楚岁良 许静宗为兼修 静波拟定修实体力 唐太宗欲传了四篇《史论》 禁书 共一百三十卷 包括《地记》十卷 《至二》十卷 《列传》七十卷 载记三十卷 记述了西晋和东晋的兴亡史末 以及五湖十六国歌剧称雄的历史 禁书 以《赃荣序》禁书为蓝本 参考诸家 甚为详洽 具有其他史书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其一 该书记录了有关两晋和五湖十六国的大量史识 如《地记》十卷 按年月日屡述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活动与重大事件 《列传七十卷》 仅见于目录的人物即多达七百二十二人 涉及的人称更数以千计 其二 该书保存了许多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如《岁有论》《喜荣论》《变亡论》《前神论》 及关于中国最古的绘图方法 关于几种书的发现与整理 等等 其三 该书在修实体力上既承袭前人 又有所发展 如以载迹形式分国继续前 后兆等十四个割据政权的史诗 只称建伟 不强调《怀疑之别》 实质追溯东汉 三国的典章制度 弥补了三国制无制的缺憾 晋书 作为观修史书 打上了鲜明的封建意识形态烙印 如宣扬忠孝为百行之先 王者必有天命和鬼怪神意 因果报应等 其文字竟为启艳 不求赌食 卷衣 宣帝纪 同位武帝曹操一样 晋宣帝司马懿生前并未称帝 可他却权倾一时 功高震主 留给子孙一招权柄 同曹操的子孙一样 司马懿的子孙也取代了前朝 短短的四十余年 历史的车轮在这里轻轻轮回 有近一代的开端 是始于晋宣帝司马懿 心怀天下 晋宣帝司马懿 自仲达 河内温县 金河南温县人 司马家族有着渊源深远的历史 其先祖是高阳帝之子仲离 其子孙在瑶 顺 下 商时期都做官 到了周代 开始以司马为姓 有汉一代 司马家族都是名门望族 司马懿的父亲 曾任经赵尹 年轻时的司马懿 便不同寻常聪明而有大略 博学广文 实质汉末大乱 司马懿常怀忧虑天下之心 当时很多脏痞人物的名流都对司马懿赞誉有加 东汉建安六年二百零一 郡中举司马懿为上妓院 当时 官至司空的曹操想征召司马懿 司马懿却不愿屈身追随曹操 便以封闭不能起居为由推辞了 为了试探他 曹操派刺客前去刺杀司马懿 面对刺客 司马懿洋装不能动 逃过一劫 曹操当了丞相后 征召司马懿为文学院 并吩咐使者 如果司马懿还推辞 就抓捕他 司马懿害怕 便就职了 之后 司马懿陪同太子曹丕 屡有千生 曹操称魏王后 司马懿被封为太子中数子 经常参与军国大事的讨论 美美有其策 深受曹丕信任 他还向曹操建议屯田 并准确地指出 魏国用人的不当 中流砥柱 曹丕即魏王位后 封司马懿为合金庭侯 丞相长使 之后连年升迁 皇初五年224 封司马懿为相襄侯 转府军 甲捷 加给忠室 路上书室 司马懿坚决推辞 曹丕说 对于很多事情 我没日没夜的忙碌 没有闲暇 我加受你官职 这不是荣耀 而是想让你为我分忧 一年 曹丕南征东吴的时候 由司马懿驻守都城 管理百姓 提供军用物资 曹丕在诏令中 将司马懿比作萧和 并对他说 如果我在东方 你就总理西方的事务 如果我在西方 你就总理东方的事务 曹丕去世时 司马懿与曹真 陈群等人 并受托估 魏明帝即位后 改封司马懿为武阳侯 孙权围攻江夏的时候 司马懿都军征讨 击败了东吴将领诸葛锦 斩杀大将张霸 杀敌千余人 早年 蜀国将领孟达 投降曹魏 朝廷对他十分厚待 唯独司马懿认为 此人不可靠 屡次劝谏 不被采纳 后来孟达暗中联系 吴蜀两国 图谋魏国 属相诸葛亮 认为他反复无常 怕成为祸患 便催促他举世 结果事情败露 于是孟达就要举兵 司马懿怕孟达请客发兵 便写信给他说 将军当初背弃刘备来到我国 我国对你为以重任 诚心可见 而蜀国却都痛恨你 诸葛亮要攻伐我国 苦于无路 他怎么能让你们的密谋轻易败露呢 想想便知道怎么回事了 孟达看了信很高兴 之后又开始犹豫不决 司马懿乘机派兵攻伐孟达 一路艰刑 仅用八日 便兵临城下 渡过足水 攻破防护的木栅 奋兵八路攻打孟达 六天之后 孟达的外甥邓贤 大将李福等人 开城投降 司马懿斩了孟达 俘虏万余人 将党与七千余家 迁徙至幽州 在晚城 司马懿劝客农丧 禁止浮华浪费等不良作风 当地人无不感激归父 曹魏太和四年 二百三十 司马懿被封为大将军 加大都督 贾黄月 与曹真共同伐属 司马懿带领兵马从西城开凿战岛 水路并进 沿着棉水而上 攻克新丰县 之后引军单口 遭逢大雨 班师而回 司马懿 司马懿最初不过是一个小利 他性情多诈 善于韬光养晦 最终成为曹魏时全清朝野的人物 为司马氏代位奠定了基础 对峙武侯 太和四年 诸葛亮出兵添水 将为江甲寺 魏平围困在齐山 魏明帝对司马懿说 西方有难 只有你才能应付 于是派司马懿在长安屯兵 都雍州 扬州军事 率领车旗将军张和 后将军废药 征属护军带领 雍州刺使郭怀等人 对抗诸葛亮 张和建议司马懿带一部分人到雍 没镇守后方 司马懿说 如果前军能抵挡敌人 那么将军的意见很正确 但如果不能挡住敌人 却把军队分成前后两部分 这就是当年 储君为什么会败给英部的原因 于是便进军于迷 金陕西迁阳东 听说司马懿大军到了 诸葛亮亲自率领部下将士 抢先收割上规的麦子 曹魏诸将无不恐惧 司马懿却说 诸葛亮这个人考虑的问题多 但决策却很少 他一定会先安扎营债强化自身 然后才能去收麦子 我用两天的时间日夜兼程就可以了 司马懿带着兵马奔赴而来 诸葛亮得之后果然顿走 司马懿紧接着占据了汉阳 再次与诸葛亮对峙 司马懿沉兵带敌 派大将牛津率轻其右敌 刚刚接火 诸葛亮便退兵了 司马懿追赶到了奇山 诸葛亮屯兵鲁城 占据南北两座山 以河流为屏障 然而最终还是被司马懿攻破 于是率军夜间撤兵 司马懿派兵追击 斩杀蜀军近万人 魏明帝派使者劳军 嘉奖司马懿 当时 军师杜习 都军薛涕都预言 第二年麦子成熟的时候 诸葛亮一定会再次进兵 龙又没有骨子 所以要在冬季预先运去 司马懿却说 诸葛亮两次出奇山 一次攻陈仓 都无功而返 我料定他三年内不会再出兵 于是上表请求 千禧济州的农民来上归屯田 斗智斗勇 曹魏青龙二年 二百三十四 诸葛亮率中十万 兵出斜谷 驻扎在渭水之南的平原上 魏明帝很担忧 派征蜀护军 秦朗总督两万骑兵 受司马懿截度 曹魏诸将想在渭北对敌 司马懿说 百姓都聚居在渭南 那里才是必争之地 于是引军渡河 被水扎营 并对诸将说 如果诸葛亮真的勇武 便会出武功 沿着秦岭向东而行 如果他吸去武藏原 金陕西齐山南二十千米处 那我们就不用担忧了 结果诸葛亮屯兵武藏原 遇北渡渭水 司马懿派大将周当 屯兵渭水之南诱敌 连续几日 诸葛亮按兵不动 司马懿又派遣将军胡尊 雍州刺使郭怀 防备杨碎 与诸葛亮在基石交战 诸葛亮进兵不得 兵退武藏原 夜间有长星坠落在蜀军营中 司马懿知道蜀军必败 便从后方袭击 斩杀蜀军五百余人 招获千余人 投降的有六百余人 先前 魏明帝判断诸葛亮远征 只求速战 便命令司马懿不能轻易出战 静观其变 诸葛亮多次挑战 司马懿却不应战 诸葛亮便送给他女人的头巾事物 司马懿大怒 上表请战 魏明帝不准 还派了正直威严的心坪 来截至司马懿 后来司马懿几次想出兵迎敌 都被心坪拦了回去 蜀军将领姜维 听说心坪来了 便对诸葛亮说 心坪来了 司马懿便不能出战了 诸葛亮说 他本来就无心出战 几次请战 只是做给大家看的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如果他真能打败我 还会千里请战吗 就这样 双方将持百余日 诸葛亮并是五丈元 蜀军烧了迎债撤军 司马懿出兵追击 诸葛亮的长使杨仪 扬起旗帜 敲响金谷 做出迎战之势 司马懿认为 穷寇莫追 于是杨仪结阵退兵 几天后 司马懿来到诸葛亮留下的营垒 看到了他留下的图书 梁谷 司马懿感叹 真是天下奇才啊 他知道 诸葛亮一定去世了 心疲不信 司马懿说 军事最义重的 就是兵法 匿计 兵马前两 如今他们 把这些都抛下了 听说人没了五脏 还能活着的吗 应该赶快去追 魏军追到赤安 得到了诸葛亮的死讯 当时百姓中流传 这样一句谚语 死诸葛走声众达 司马懿听说后 自嘲地说 我能料其生 不能料其死 原来 先前诸葛亮的使者来见司马懿 司马懿询问诸葛亮的起居饮食 使者说十三四声 军中惩罚二十丈以上的都要亲自过目 司马懿说 诸葛恐明还能活得长久吗 诸葛亮弹琴下退司马懿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 蜀将马肃失手接亭后 诸葛亮只得率大军后撤 司马懿领兵追杀 诸葛亮心生一技 悠闲地坐在城头上弹琴 司马懿认为诸葛亮从不弄险 于是认为城中有蹊跷 而不敢进城 诸葛亮故弄玄虚 结果吓跑了司马懿 一招全饼 青龙四年二百三十六 辽东太守公孙文艺叛乱 司马懿被召回京师 魏明帝说 这件事本来不必劳动你 而事情一定要成功 便只好劳烦你了 你猜他们会怎么样 司马懿说 弃城而走 是上策 占据辽水 抗拒我们的大军是中策 坐守相平 金辽宁辽阳 一定会被我们擒货 卫明帝问有什么计策 可以拒敌 司马懿说 只有知己的人才能深刻了解对方 弃城是他们想不到的 如今他们远征 肯定不能持久 一定会占据辽水而坚守 这便堕入中 夏季了 卫明帝又问 大军往返需要多久 司马懿说 往返个一百日 休息六十日 一年的时间足够了 景初二年 二百三十八 司马懿率军出征 大破敌军 敌军退守湘平 司马懿进兵围困 却遭逢了少见的大雨 积水树齿 三军惶恐 纷纷响移营 司马懿严明军纪 严禁动摇军心 并斩杀了为令的都督令使张靖 终于安定了人心 司马懿坚守不出战 直到雨停 发兵合围 昼夜攻城 当时有一颗流星落在湘平城外 城中震慑 公孙文艺起降 司马懿不准 斩杀来使 公孙文艺再次派遣使者 司马懿对使者说 军事有五大要素 能战便战 不能战就守 如果不能守就逃跑 除此之外的两大要素 就是投降和战死 既然你不能自己绑腹了来投降 那就等着战死吧 公孙文艺突围而出 司马懿率兵追击 在流星坠落的地方 斩杀了公孙文艺 进入湘平城后 司马懿下令杀掉了15岁以上的男子7000多人 收录4万户 人口30余万 处理完辽东事宜 司马懿颁师回京 先前 司马懿刚到湘平的时候 梦到魏明帝枕在他的膝盖上说 看着我的脸 司马懿俯身看到他的脸色有意 后来魏明帝三番五次下罩 其中一份手罩中写 盼望你回来 回来后直接觐见 看我的脸 司马懿星夜兼程 一夜奔赴四百里赶回洛阳 进入家福殿 来到魏明帝床前 魏明帝流着眼泪 拉着司马懿的手 看着齐王 齐子曹芳说 我要将后事托付给你 我留着一口气等你回来 现在见了面 没有什么遗恨的了 魏明帝下令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一同辅佐右主 魏明帝去世后 齐王曹芳继位 封司马懿为势中 持杰 都督中外军士 陆尚书士 与曹爽各统兵三千人 共同执政 后来又改封为太傅 司马懿入朝时不必驱行 觐见时不必宣明 这屡配件上殿 便如从前的萧和一样 一门戎宠 司马懿称并炸曹爽 攫取政权 并受托估后 司马懿和大将军曹爽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权力斗争 曹魏正始八年 二百四十七 曹爽与何燕 邓阳 丁密等人密谋 将太后迁入永宁宫 专善朝政 兄弟共同掌管禁军 广结党羽 旅改制度 司马懿也管不了他 便与曹爽渐渐疏远 第二个月 司马懿便称并不理朝物 正十九年 曹爽 何燕等人又有了不臣之心 密谋设计 司马懿也在暗暗防备他们 便在此时 曹爽派河南引李胜前去荆州查探司马懿 司马懿乍称并入膏肓 另两名势必扶着他 衣服也拿不住 落在地上 用手指着嘴 示意口渴 势必拿来粥 司马懿装作不能自理 将粥撒在胸前 李胜说 大家都说您就病发作 没想到竟然这么严重 司马懿喘息良久 说 年老生病 危在旦夕 您要去冰州 冰州与胡人相邻 应当加紧防备 我的儿子就拜托您了 李胜说 我到本州任职 不是冰州 司马懿故意说错 您刚到冰州 李胜再次纠正 是荆州 司马懿说 年纪大人糊涂了 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您回到本州 要建功立业啊 李胜告退 将见到司马懿的情形 告诉曹爽说 司马公身体 精神都不行了 不足为虑 后来又说 太富不可能好了 真让人悲伤 就这样 曹爽等人 不再防范司马懿 加平元年 249春 曹芳拜业祖灵 曹爽兄弟跟从 这天 司马懿奏请太后 废掉曹爽兄弟 当时 司马师为中护军 屯兵司马门 司马懿派司徒高柔 接管了曹爽在京城的军营 司马懿亲自率人出迎天子 并给天子上了一道奏章 曹爽扣留了奏章 将皇帝曹芳留在衣水之南 有人劝曹爽挟持天子去许昌 然后争调天下兵马秦王 曹爽却未能接受这一建议 措施良机 最终 曹爽放弃了 他说 司马公正要夺我的权柄 我便以侯爵之位退隐 也不失为富翁 于是 曹爽把司马懿的奏章给天子看 并要求免去官职 随皇帝进京 回到府邸 曹爽便被司马懿派兵包围 从此被软禁 接着 司马懿斩草除根 以谋反罪杀掉曹爽及其党羽 并移三足 至此 司马懿牢牢掌控了曹魏军政大权 为将来司马延代位建立西进打下了基础 家平三年 251 秋8月 司马懿病逝于洛阳 十年七十三岁 十四年后 其孙司马延称帝 尊是司马懿为宣皇帝 论赞 制约 唐太宗李氏民平 司马懿为人有天挺之姿 王左之才 文武皆有建树 善用贤人 性情宽宏 又很隐忍 用忠后来掩饰奸诈 在危难之际 往往能屡显如遗 雄才大略 而又果爵 对公孙氏和孟达 堪称用兵如神 与诸葛亮相持 却又失之怯战 司马懿一生受两位皇帝托孤 辅佐三朝 文帝一昭 尚能尽忠 而后来却在先帝领土未甘之时 内起霍乱 受了临终之托 却不能尽忠死劫 正如古人所说 积善三年 知之者少 惟恶一日 闻于天下 不正是如此吗 他虽然在当时隐瞒了恶行 结果还是被后世唾骂 卷三 五帝纪 公元三世纪 中国进入一个群雄逐鹿 干戈争戎的时代 这个长达四百年的乱世中 有这样一个王朝 他兴起于全臣的篡位 带毁于宗室的霍乱 最后淹没在雄起的北方民族的铁骑中 这个王朝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短命王朝 西晋 其开国皇帝叫做司马延 司马代位 晋五帝司马延 自安氏 是晋文帝司马昭的长子 他性情宽厚仁德 沉稳而有度量 曹魏家庭年间 被封为北平平侯 历任几世中 奉车都尉 中磊将军 加散其常侍 磊千中护军 后千中辅军 进封新昌乡侯 晋国建立后 被立为世子 但并非一帆风顺 晋文帝司马昭的权位来自其兄司马师 司马师是司马懿的嫡长子 本应继承基业 而司马师没有子嗣 司马昭将司马炎的弟弟司马忧 过祭给司马师 司马师非常喜爱司马忧 在他当丞相的时候就说 要将大叶传给司马忧 司马昭常说 天下是警王司马师的 我怎么能居为己有呢 等到商议立太子的时候 他也是主义司马忧的 大臣何曾等坚持认为 司马炎聪明神武 有着然超群的才华 而且生得长发伪帝 手臂过膝 有帝王之相 所以才立了司马炎为世子 贤夕二年265 司马炎被立为晋王太子 同年 司马昭死 司马炎继位为相国 晋王 执掌曹魏大权后 司马炎下令减轻刑罚 宽佑罪责 安抚百姓 减少服役 并为篡权称帝 做了一系列准备 广封亲信 终于四海归心 此时的曹魏天子 也知道隶属有定 被迫下诏善让 太史元年265 司马炎正式称帝 封魏天子曹焕为陈流王 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 司马师为锦皇帝 司马昭为文皇帝 尊司马师的夫人杨氏为锦皇后 册封夫人杨氏为皇后 解除曹魏一朝对魏氏诸王的软禁 同时大肆分封诸侯 封其宗族叔父 兄弟等数十人为王 封十包等大臣为公 一统天下 司马炎即位之初 崇尚解简 下诏弘扬简约 将玉府中的珠宝珍丸赏赐给王公大臣 有思上奏建立七庙 天子固有 司马炎担心 姚亦繁重而不许 先人之丧 司马炎为之福丧 除福后仍然身衣素冠 擅实精简 表示哀静之情 太后去世时也是如此 司马炎任贤除宁 有识人之名 右将军黄斧桃与司马炎议事时经常争吵 散其常侍政徽上表 弹劾黄斧桃 司马炎说 我希望从身边的人听到正直忠诚的言语 仁主常以有阿妹的属下为患 哪里会认为政臣是祸患呢 于是罢免了政徽 后来一周衙门张红诬陷一周刺使黄斧燕谋反 并杀了黄斧燕 司马炎就杀了张红 并诸其三足 另一方面 对那些有德性才干的官员 司马炎都会给予奖励提拔 经召太守刘萧 杨平太守梁柳因有政绩 各刺骨千胡 司马炎喜欢直言不讳的人 善于十八人才 刘易 裴凯因正直而受重用 姬少 许其等人虽然与司马是有私戏 但因他们有才华 司马炎却能不计前嫌 加以重用 然而 司马炎却因沉眠女色 广纳后宫而为后人诟病 太十九年 二百七十三 司马炎下令公卿以下女儿充实后宫 在财选之前 全国禁止婚姻嫁娶 贤宁三年 二百七十七 司马炎改封了一部分诸侯王 喜福丰王亮为汝南王 东莞王 周为狼牙王 汝阴王郡为福丰王 狼牙王伦为赵王 渤海王府为太元王 太元王渝为河坚王 北海王陵为仁城王 陈王斌为西河王 汝南王俭为南阳王 济南王丹为中山王 和尖王威为张武王 晋武帝司马炎 二百六十五年 司马炎继承父亲司马昭的晋王之位 几个月后 避位原帝曹焕禅地位 国号大晋 二百七十九年 他又出兵公吾 于次年灭吾 由此统一全国 贤宁四年 扬州次使英绰攻伐吴国晚城 杀敌五千 后来 吴国将领刘藩 祖史投降 一年十一月 晋国大举伐吴 司马炎派镇军将军 狼牙王司马昼出途中 安东将军王魂出江西 建威将军王龙出武昌 平南将军胡奋出下口 镇南大将军杜玉出江陵 龙襄将军王 广武将军唐兵帅八蜀之族 扶江而下 东西各路共二十余万人 以太尉甲冲为大都督 行冠军将军杨继为副都督 统领全军 太康元年二百八十 各路大军捷报频传 正月 王魂攻克巡洋赖湘朱县 俘获吴武威将军周星 二月 王、唐斌等攻克丹阳城 西陵 斩杀西陵都督 镇军将军流线 征南将军城渠 西陵坚正广 王攻克一道乐乡城 杀一道尖陆燕 水军都督路景 杜玉攻克江陵 斩吴江陵都五颜 平南将军胡奋攻克江安 司马延下诏 命令王等人趁势东下 扫除八丘 直倒莫陵 限制所在建业 今江苏南京 王进兵下口 武昌 斩杀吴丞相张替等人 将首级送到洛阳 吴主孙浩无奈 只得送上喜寿 向狼牙王司马咒请降 王逊帅水师来到建业城外的石头城 防御设施 孙浩恐惧 抬着棺材 自负出将 王逊将孙浩送回洛阳 由此 吴国结束了近六十年的统治 其所辖四周 四十三郡 三百一十三县 五十二万人口 进阶归尽所有 就这样 自东汉末年以来 近百年的战乱止息 六十年的三祖鼎立局面结束 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统一王朝 西晋 羊车游艳 此化为明朝张居正地建图说插图 司马炎多宠饥 所以让他头疼的一件事 就是日暮时分到哪里过夜 后来他索性每天坐着一辆小羊拉的车随意在宫内游荡 羊停在哪位嫔妃店外 就在哪里过夜 于是 宫中女子就以竹叶撒盐水来吸引拉车的羊 晚年婚会 太康三年282 司马炎封司空其王优为大司马 都清州朱军士 镇东大将军 狼牙王周为辅军大将军 汝南王亮为太尉 这位日后的朝政动乱埋下种子 太西元年290 司马炎并是于洛阳寒彰殿 中年55岁 葬于俊阳陵 妙号士族 司马炎为人气量甚大 性情人后 有人犯了错误 他都会仁慈的宽恕 他能够采纳正直的言论 从未在人前失色 聪明而有谋略 能断大事 因此才能安抚周边小国 随境四方 他还割除曹魏晚期奢侈的弊病 使百姓追目古人简朴的风上 砥礼大家千功节俭寡欲 有司曾上奏玉牛青丝阵断 司马炎及下诏 命以驾连的青麻代指 平灭吴国后 天下安定 司马炎便开始懈怠 游连于游完燕尹 宠爱厚党 清贵当权 曾经为他平定天下的旧臣不得重用 制度渐渐废持 到了晚年 明明知道儿子不能胜任皇位 却认为皇孙聪明 因此没有产生费力的念头 又考虑到皇孙不是太子妃假世所生 担心后患 便与心腹谋划后世 不想大家众说纷纭 很久也不能确定 最后用了王佑的计策 派太子生母的弟弟都督关忠 楚王司马伟 淮南王司马允 共同镇守军事要塞 以图加强帝势 又担心外戚杨氏专权 便封王佑为北军忠厚 掌管禁军 司马炎并重的时候 这些侧命的元勋已然先他而亡 朝廷上下无不惶恐不知所措 无从计较 司马炎在弥留之际下诏 令汝南王司马亮辅政 又想派朝中几个有名望的年轻人辅佐他 但外戚杨俊却压下这道诏令 秘而不宣 等到司马炎神志不清的时候 杨后缴照 命令杨俊辅政 敦促司马亮离开 司马炎时而清醒时 要见司马亮托付后世 左右服侍的人都说司马亮未到 司马炎便这样去世了 由于其后期用人不当 为后来西晋的败王留下隐患 因此 进武帝一招 全臣贾冲这样的凶恶之徒 执掌权柄 外戚杨俊 这样的豺狼之辈 包藏祸心 以至从前的冻粮之臣 也拥兵自重 随着司马炎的去世 西晋霍乱四起 中国历史在经历了短暂的敬平后 进入一个更加纷乱的动乱时代 短短的几年间 朝廷刚迹崩坏 天下再次动荡 迫使宗庙难迁 中原土地被少数民族占据 论赞 智曰 建武帝继承仙人的基业 接受天命 总揽天下 驾驭还宇 教化劝导人民 以智势代替了乱世 隔除了尖伦共赴 便奢侈之至为简约 恶至浮华之风为淳朴 待人接物以仁德之心 宽厚而深得仁心 辉弘有大略 度量甚广 具有帝王的气量 因此 在他的治理下 百姓和睦 风俗雅静 百姓家中自己 于是他立兵莫马 开疆拓土 终于成就一代罢业 然而晋武帝登基之后 却日益交涉 不知居安思危 屡次听信谗言 不除掉刘远海 不费掉进会地 最终导致江山崩坏 所谓保全一个人的功德是微薄的 拯救天下的责任才是重大的 舍弃一个人是小 安抚天下设计才是大笑 西晋建国前经历三代经营 却因这两人而沦丧 圣贤之道 难道是这样的吗 晋武帝虽然善始 却不能善终 教使家如何不敢看 卷三十一 惠甲皇后列传 晋惠帝司马忠是历史上著名的昏聩之君 惠帝一昭 奸臣当道 外戚善权 最终导致朝廷分崩离析 刚刚统一的华夏大帝 再次陷入分裂 而造成这一恶果的始作俑者 就是晋惠帝的皇后贾氏 这位中国古代最荒淫的妖后 在富与帆云间 改写了一个王朝的命运 贾氏丰后 惠帝皇后贾氏 名叫贾南丰 是西晋开国元勋贾冲的女儿 晋武帝司马炎 想为儿子司马忠选一位太子妃 起初他忠义未惯的女儿 因为为家人大多相貌美丽 且各个贤德 而贾家的人则身材矮小 皮肤有黑 还多妒忌 可司马炎的皇后 却坚持要儿子娶贾家女儿 于是司马炎选定贾南丰的妹妹贾武为太子妃 贾武当时只有十二岁 身材矮小 撑不起衣服 便改册封贾南丰为太子妃 当时贾南丰十五岁 太子十三岁 贾南丰善度 有权谋诈数 太子司马忠忌惮他 很少灵性其他妃嫔 司马炎曾怀疑司马忠不聪明 朝中也有大臣向司马炎提到这件事情 司马炎就想试一试司马忠 于是召集东宫的大小官署 计划在宴会上出疑难问题让太子决策 听到这个消息后贾南丰十分害怕便请人代笔作答 代笔的人引用了许多典故 给使张红说太子平时不学习 回答中引用了这么多古意一定会被怀疑 不如执意回答 贾南丰于是对张红说你给我好好的回答 我当与你共富贵 张红于是写了一篇再由太子抄写 司马炎看后很满意 拿给太子少父位惯看 贾南丰性情残忍 喜好失孽 曾经亲手杀人 司马忠的妾怀孕了 贾南丰竟然用己头向孕妇 导致其当场流产 司马炎大怒 想费了贾南丰 冲华赵灿说 贾妃年纪小 极度是女人有情的表现 等到她年纪大了 自然就好了 皇后杨氏的叔父杨瑶说 陛下忘了贾冲了吗 循序也为保护贾南丰出了很多力 就这样 贾南丰保住了太子妃之位 司马中即位后 封贾南丰为皇后 自此 贾南丰的脾气愈来愈暴力 世中贾摩是贾南丰的族兄 又为郭章是贾南丰的从旧 二人身居高位 与楚王司马尾 东安宫司马昼分掌朝政 贾南丰的母亲 广成军的养孙贾密 也干预朝政 贾南丰利用他们之间的争斗 让司马中下密令诸杀未冠 司马亮报了当年的丝绸 贾摩见贾南丰如此凶暴 害怕危及自己 便宇培 王衍等人密谋废后 后来王衍反悔 这件事就搁浅了 贾施南丰夺朝权 此图鉴于名刊本 东西进演绎 贾南丰相貌丑陋 身矮腐黑 生性残忍 曾亲手杀死数人 当有其他妻妾怀孕 便残忍地将胎儿杀死 因尽惠帝无能 他善权达十年之久 后为司马氏所杀 祸及朝纲 就这样 贾南丰更加荒淫放肆 洛阳有一个相貌英俊的小丽 忽然间穿了华美的衣服 大家怀疑他偷盗 他便说出一个令人尴尬的秘密 有一天 他碰到一个老妇人 称家中有病人 占卜的人说 需要城南的少年帮忙 定有仲谢 他就跟随老妇人去了 老妇人将他放在一个大箱子中 乘车行了十几里路 他从箱子中出来后 看到楼阁华府 便问这是什么地方 老妇人说这是天上 紧接着有人带他沐浴 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 将他带到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妇人面前 这个妇人身材矮小 面色黑青 眉毛后边还有个胎记 她与那个妇人每日艳影相欢 离开时 那妇人便送了她这些衣服 听了小丽的叙说 大家都知道这个妇人就是皇后贾南丰 其实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只是那些与贾南丰欢好的男子都会被杀 只有这名小丽因为很得他喜爱 才留下性命 贾南丰生了四个女儿 却始终没有儿子 太子并不是他亲生 于是便谋废太子 他先假装怀孕 想用妹夫的孩子蒙混过关 之后便与赵灿 甲武狼狈为奸 污害太子 后来太子被废了 贾南丰的行为招致天怒人怨 赵王司马伦孙秀等人预谋废后 贾南丰知道后 索性杀了废太子来断绝大家的希望 司马伦率兵进攻 宣称有赵命捉拿皇后 贾南丰说 赵令都出自我 你怎么会有赵令 他远远地呼喊司马中 陛下就算真要废后 也要自己废 启示的梁王 赵王震杀了贾南丰 其党羽皆扶珠 论赞 使臣曰 惠帝天生愚钝 奔道问青蛙名叫 是卫公还是卫司 贾南丰放肆狡猾 掀起滔天祸患 他刚做了皇后 就开始施展做太后的野心 结果刚刚得势 就被朕杀了 用包四毁灭周朝 洗青腹下朝来与比拟贾南丰之祸 都远远不够 中原陷于战乱 就是从这里有征兆的 贾南丰残暴酷孽 导致国破身亡 卷33 十重列传 魏晋南北朝 一个崇高豪华奢靡的时代 那时的士大夫用华丽堆砌着这个世界 装饰他们的行为 生活 甚至理想 十重就是这样的士大夫中的佼佼者 他有着爵士的容貌 华美的文笔 富可敌国的财富 还有那段富如皆知缠绵匪测的爱情故事 少年其事 十重 自济伦 是司徒十包之子 出生于青州 所以小名叫做齐奴 少年时期的十重 便很聪明机敏 勇敢又有谋略 十包去世前 把财产分给儿子们 却独独不给十重 十重的母亲 为十重说好话 十包则说 这个孩子 现在虽然还小 可将来一定能自己赢得一切 十重二十几岁的时候便做了修武令 因能力强而出名 后来他在朝廷做了散其狼 之后又升迁为承阳太守 十重参与了法吾 并立下战功 由此被封为安阳湘侯 十重平时好学不倦 后来又被封为黄门狼 十重的兄长石统 因武逆扶封王郡 被有私弹劾 即将被处以重罚 后来被赦免 可十重却不去谢恩 于是有私又想以此加重石统的罪责 十重上表说 臣的兄长石统因为父亲的缘故 很早便得到优厚的待遇 他做事很勤勉 以陛下的圣名是知道的 近来 他却因为扶封王郡的蛮横 而被污蔑诽谤 而司力忠诚等人 却迅速写了弹劾奏 送到您的面前 我们兄弟功身驱步 谨小慎微 忧心忡忡 司马骏地位尊崇 权力显赫 朝廷内外的有私 都为其马首是瞻 他打击贤悟的人 就像头卵一样 轻而易举 自从石统平白无故被弹劾以来 陈兄弟等人 不敢说一句话申辩 三肩其口 只等着发落 古人说 荣华富贵来自顺从旨意 衰败原字为逆 现在我终于信了这句话 所以 纵然被冤枉 也不得不服从 幸好陛下圣明兼听 还记得先父的功勋 考察到陈等从前的忠心 下令重新审理 才让这场冤情昭雪 我们就算粉身碎骨 也不能报答 本月十四日 陈与兄长石统、石骏等前去公车门拜表谢恩 二十日 忽然接到蓝台禁指服 说是石统被赦免 陈竟然没有表示感谢 再度遭到弹劾 听说这个消息时 陈不禁狼狈被惶恐 但静静思考 也没什么奇怪的 真是强势所使 没有什么办不成 期望法令公正是奢望 陈才智平庸 却受重用 不能报答朝廷 一个月内屡遭弹劾 是非屈直 也不是我能考虑的 所愧疚的是 对不起亲人部署 随朝子中说明君的德性 是先考察情理 后考察事情本身 现在听评陛下的裁断 我等着被罢处 没什么好说的了 静武帝看到这道上表后 便宽佑了石统 后来石统官至散其常事 适中 金谷园图 清华岩 此画描绘西近富豪石统 在金谷园中 与歌迹绿珠吹笛寻欢的故事 金谷园 是石统 为与王凯豆腐而建的别墅 故旨在 金河南省洛阳市郊 园子占地广阔 内有亭台楼阁 水泄荷塘 真王无数 苗语花香 皆是奇景 出入仕途 武帝见石统是功臣之子 为人干练 所以很器重他 元康初年 杨俊辅正 大开封赏 培植了很多党羽 石统与散其郎蜀俊和潘共同商议 上表惠地 劝谏不要广封爵位 导致功劳不高的人 舔居高位 术士之后 朝堂之上无不恭侯 应该遵从上古法度 论功封爵 可惜惠地并未采纳 后来石统调为外人 官至南中狼将 荆州刺史 领南蛮校尉 加阴阳将军 在南中的时候 石统得到一只幼年镇鸟 将它送给后将军王凯 按照当时的制度 这鸟是不能出现在江北的 因此 斯立校尉复之纠察此事 最后 这只鸟被当街烧死 石统本人资质很高 颇有才气 性格任侠放旷 甚至有时还有些不当行为 在荆州的时候 石统劫持过远道而来的商人 得到很多财富 朝廷征调石统为大司农 征书还没到 他就擅自离职赴任 结果被罢免了官职 可是没过多久 他就被败为太仆 出为征辱将军 兼徐州诸军事 朕下批 石统在河阳金谷有一处宅邸 他上任的时候 很多人相送 大家在这里搭着帐子畅饮 到了下批 石统与徐州刺史高淡喝酒争斗 相互侮辱 结果被军中有私参奏 再次被免官 后来 朝廷再次封石统为魏魏 他竟与攀岳一道 八戒贾蜜 贾蜜对他很亲善 号称二十四友 侍奉贾家 石统可谓是卑躬屈膝 贾皇后的母亲广成军出入的时候 石统都要下车站在路边 望尘而拜 奢靡的生活 石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富豪 他与王楷斗富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 石统家财庞大 积攒丰厚 家中楼宇宏大瑰丽 年延数百间 每一间房都用锦绣装饰 配以金翠事物 石统家中的乐器都是当时最好的 厨房里的食材尽是真秀易受 当时的大族王楷、杨秀也都崇尚奢华 而且这些人之间互相攀比 王楷饭后用糖水洗锅 石统就用蜡代替柴草生火 王楷用名贵的紫丝布做了四十里的布杖 石统就用更昂贵的锦做了五十里布杖 王楷用赤石涂刷墙壁 石统就拿香料当涂料 二人就是这样互相攀比 建武帝在世时常常暗中帮助王楷 一次送给他一棵珊瑚树 高于两尺 枝叶延展 十分茂盛 事所罕见 王楷为了炫耀 便拿给石统看 谁知石统竟然用铁如意敲打珊瑚树 珊瑚硬生而碎 王楷惋惜 认为这是石统妒忌他的宝贝 刚要发怒 石统便说 不要遗憾 我现在就还给你 说吧 让下人把家里的珊瑚树抬出 高三四尺的就有六七珠之多 而且形态绝俗 颜色艳丽 至于像王楷那珠档刺的 多得难以胜数 王楷怅然自私 做豆粥是比较费时的 石统请客人吃豆粥时 只要吩咐一声 须鱼便能吃到做好的 到了冬季 石统家还能吃到韭菜 石统与王楷出游 回来时争抢着要先入城 石统家的牛快的 犹如飞禽 王楷怎么也追不上 王楷实时以这三件事为恨事 于是 他用重金贿赂了石统的下人 询问他们缘故 下人回答说 豆是很难煮熟的 所以要先把豆子加工磨成粉末 客人来了 只要煮好白粥 再把豆磨投进去就行了 冬天的韭菜 是把韭菜根捣碎藏在麦苗里 牛跑得快 是因为驾车的人技术好 对牛不加限制 反而跑得更快 王楷照办 终于能与石统一争长短 石统知道这件事后 便杀了那个泄密的下人 刘鱼兄弟少年时得罪过王楷 王楷把他们叫到家中留宿 想要秘密坑杀他们 石统与这两个人关系很好 知道这件事后 连夜赶到王楷家 质问刘鱼兄弟在哪里 仓促之间 王楷无法隐瞒 石统直接到了后宅 带着刘鱼兄弟同车离开 事后 他对刘鱼说 少年人怎么就这么容易轻信于人呢 刘鱼对他十分感激 石统之死 石统之死 伴随着一个七晚的爱情故事 千年以来 无数文人默克为之接叹 贾家败王 贾密扶珠 石统作为贾密的党羽被免关 当时 赵王司马伦专权 石统的外甥欧阳健与司马伦有丝绸 石统有一个妾 名幻绿珠 滋容美丽 擅长吹笛 跟随司马伦的孙秀 心中向往 派人来求 那时 石统正在金谷别馆 刚刚登上梁台 面对着小溪 身边有女子服侍着 使者说了孙秀的请求 石统叫出几十个碧妾 各个设香罗群 说 在这里挑一个吧 使者说 您的碧妾美丽是很美丽 但我是奉命来求绿珠的 不知道哪一个是 石统勃然大怒 说 绿珠是我所爱 不会给他的 使者说 君侯您博古通金 查远赵尔 请您三思啊 石统还是坚持 使者离开又返回 石统还是不同意 孙秀大怒 怂恿司马伦 杀石统 欧阳健 石统和欧阳健也知道了他们的计划 便与黄门狼潘月暗中劝淮南王司马允和齐王司马炯 图谋赵王司马伦和孙秀 这件事被孙秀知道了 竟然矫照抓捕了石统 潘月 欧阳健三人 当时石统正在楼上与宾客艳影 抓捕的武士破门而入 石统对绿珠说 我是为了你才遭逢横祸啊 绿珠哭着说 我会死在你之前 算是报答了你 于是纵身跳楼而死 临死前 石统感叹道 这些人不过是贪图我的家财啊 行刑的人说 你知道是财富害了你 为什么不及早散去 石统茫然 不知该如何回答 石统之死 累积全家 而他自己当时也不过52岁 之前 石统家曾有一桩怪事 那就是 倒米饭掉在地上 一夜之后便成罗 当时人都认为这是灭族的征兆 不想后来真的应验了 直到后来 惠帝司马中附纪地位 才以公卿之礼 安葬了石统 绿珠坠楼 论赞 史辰曰 下雨节俭 因伤时有增有减 祭祀使用什么东西都是有章法的 诸侯不总是用牛 是不总是用猪 禁止交涉 关系到治国 石统博学多文 性情乖利 很少悔改 他的富有程度超过其他富豪 还与公侯豆腐 正所谓缠在高树上 不知道螳螂就在后面偷袭 石统为人风流交金又奢侈 最终害了自己 国家罹难 身死名裂 真是福兮祸之所福 卷34 杨户 杜玉列传 有近一代 四海沸腾 与内震荡 宗庙之上有平庸之主 朝堂之上有监命之臣 内则外戚专善 乌烟四起 外则藩亡病历 寄予神器 大臣无状 更是不胜美举 然而 就是在这样一个短命的王朝 也有忠诚高雅的众臣 他们秉承着士大夫独有的气节 以他们的精略才干 书写着与众不同的未尽风流 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就是杨户和杜玉 杨户庶 一边 杨户 自叔子 泰山南城 金山东新泰人 先祖曾经做过奉禄2000时的高官 传到杨户 已经是第九代了 杨户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太守 而杨户的外公就是大名鼎鼎的蔡庸 杨户的姐姐是司马师的皇后 杨户十二岁丧父 侍奉叔父十分恭敬 少年杨户曾在温水一带游学 当时的一位老人看到他便预言 这个孩子的面相好 六十岁之前一定能建立天下奇功 长大之后 杨户博学 擅长写文章 身长七尺三寸 生了一副漂亮的胡须 时长脏腐食事 夏侯爸的弟弟很看重杨户 便将夏侯爸的女儿嫁给了他 后来 曹爽征召杨户入朝为官 当时的朝廷内部 皇帝年纪又小 两大俯臣司马懿和曹爽斗争激烈 而杨户偏偏与这两家都有姻亲关系 杨户看出曹爽不及司马懿 早晚必败 因此没有出世 可见其先见之明 夏侯爸投降蜀国后 家中亲戚害怕受牵连 多与之断绝关系 只有杨户还像从前一样 对待夏侯家的人一如既往 甚至更加有恩 有礼 杨户母亲和兄长先后去世 她为之守丧十余年 常年束缚 品格之高就像一位真正的大儒 司马市掌权后 司马昭征替杨户 杨户还是不肯出世 于是 朝廷公车争败杨户为中书侍郎 后来屡屡升迁 司马炎受善称帝后 加封杨户为公爵 当时朝堂上的王佑 贾冲 裴秀等人都是当时名流 杨户辞让 不敢位列其上 最后受封为侯爵 司马炎早有吞吾之心 就封杨户为都督荆州诸君士 杨户率兵镇守南下 开设学校 安抚远近百姓 在江汉一带深得人心 杨户不仅如此对待近人 对待无人也是开诚不公 凡是投降的人 可以自行决定去留 在襄阳城外七百余里 无人修建了一座石头城 那里的驻军 经常滋扰西晋的边境 杨户身以为患 于是便用巧计 又使吴国撤销了石头城的守备 这样 禁军也可以减少防树力量 其余的士族 开垦屯田八百余请 杨户刚刚上任的时候 军粮难以维持百日 经过杨户三年的经营 进军囤积的粮草可用十余年 杨户的一系列措施行之有效 为日后伐吴做了准备 司马延下令撤销江北所有的都督建制 由杨户负责汉东江夏的所有军队 后来 朝廷授予杨户车骑将军 开辅 杨户上表辞让 朝廷还是授予了他这样的殊荣 当杨户回到驻地的时候 东吴西陵 金湖北宜昌 都不禅举城投降 东吴名将陆炕率兵出席 杨户领兵 五万出江陵 派遣荆州刺史杨赵出战 但未能取胜 不禅被擒 有关官吏以此为由 弹劾杨户 杨户被贬为平南将军 杨户 杨户 杨户是西晋的开国之臣 著名军事家 政治家 得名远洋 杨户徽军东进 占领了石城以东的战略要地 周边的无人望风投降 杨户为建立德信和威望 对投降的人实行怀柔政策 渐渐地有了吞并吴国的势头 杨户对无人秉承赤城之心 与吴兵交战时从不演习 手下将帅有限诡诈计策的 杨户便敬献好久将话题带过去 交战中 杨户斩杀了两名无将 却因这二人的忠勇 将之厚葬 杨户从不在吴国境内掠夺粮食 如果争采 都用卷换取 打猎的时候也从不越过边境 如果碰到被无人射伤的野兽 还要送还给吴国 吴国人对杨户无不惜悦诚服 从不直呼其名 而是尊称其为杨公 杨户与敌国将领路抗的君子神骄 堪称一时佳化 虽然双方处于敌对状态 但路抗称赞杨户有德量 纵然悦意与诸葛孔明 也不过如此 路抗生病的时候 杨户送来药材 路抗毫无戒心地吃了 当时很多人都见祖 路抗却说 杨户岂是下毒害人的人 路抗还对手下人说 他在此是为了德 我在此却是为了战争 所以不用打仗 我已然服了 现在大家各保疆土 无他所图 杨户为人忠贞正直 大公无私 极恶如仇 因此遭到许多小人的记恨 那些人经常在背后诋毁他 尤其是王戎 王妍两个人 以至当时人们中纷纷流传这样一句话 二王当国 杨公无德 贤宁初年 杨户升任大将军 杨户一心志在吞吾 他推荐名将王坚义周诸军事 密令建造舰船 为伐吾做了充分的准备 杨户上表立主伐吾 皇帝也深以为然 然而此时西晋王朝却兵败秦良 杨户再次上表说明 平定了吾国 胡人自然就会平定 可是朝廷中多数人都反对伐吾 杨户大致难愁 不由地叹息 天下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 这就是当断不断啊 天于不取 早晚要后悔啊 后来 朝廷又要授予杨户绝路 杨户态度坚决地推辞掉了 每次升迁的时候 杨户都诚心辞让 朝野上下无不仰慕他的得名 人们都认为杨户当居台府 杨户历任两朝 担任重要职务 皇帝每遇问题 都会咨询杨户 杨户的女婿曾经劝杨户 在外别致经营 杨户当时什么也没说 回去后对儿子们说 这就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人臣者 被公营私 这是大错 你们一定要懂得我的深意 杨户曾写信给堂弟说 等天下平定 我就会辞官回归故里 将来就死在那里好了 我以不一的身份而居众位 最后一定会受到指责 我当效法东汉的疏广 功成身退 壮志未愁 杨户晚年生病 来到洛阳 正赶上锦县皇后出币 杨户悲痛万分 见五弟命令杨户 可以乘坐车脸直接入殿 不必下车参拜 十分礼遇 入座之后 五弟向杨户询问法无的计策 后来杨户病重 五弟便不常让他入朝 如果有事情便派中书令张华前去询问 杨户弥留之际 推荐杜玉接任自己的职位 没过多久 杨户去世 终年五十八岁 终其一生 也未能实现吞吾之愿 他死后 五弟为之束缚痛哭 当时正值冬季 五弟流下的眼泪在胡须上结了冰 百姓们听说杨户的死讯 无不嚎啕 伤人罢事 向驴之间哭声相闻 就连吾国边界驻守的将士中 曾经受过杨户恩惠者 听闻死讯也都未知气体 杨户生前的人德 由此可窥见一斑 杨户围观清正简朴 穿着粗布的衣服 吃着素食 所得的俸禄或支援亲属 或赏赐战士 他死的时候 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 杨户一命 不要将南城侯的大印带入灵旧 杨户的堂弟深深了解杨户的为人和愿望 便提出将杨户按照备份葬在祖坟 五弟却不肯答应 赐予皇陵附近的一块墓地 占地面积多达疫情 并以隆重的礼仪下葬了杨户 杨户深得百姓爱戴 他的文章在当时广为流传 杨户生前喜欢畅游山水 常常一个人流连山间 襄阳地区的百姓在县山为杨户建卑立庙 前来拜祭的人 见到石碑无不落泪 因此 这块石碑又被称为堕泪被 荆州百姓甚至为惠明 即必称其名 原本以户称巫氏 现在只叫门 户曹也被改称为慈曹了 杨户去世后的第二年 西近平定东吴群臣祝贺五弟 五弟却执着绝枯了 他说 这都是杨太傅的功劳啊 接着 见五弟派人到杨户的庙 告诉他 他坚持了一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杜狱 杜狱博学多才 精通政治 军事 经济 立法 律令 工程等 被誉为杜武库 杜武库 杜狱 自圆凯 京兆杜灵 金陕西西安人 其祖父是曹魏的尚书蒲叶 父亲官至幽州刺史 杜狱博学多才 了解兴费之道 杜狱的父亲与司马懿不和 最终因此去世 所以杜狱的仕途很不顺利 司马昭接替司马师后 杜狱娶娶了公主 拜尚书郎 习祖爵位 予有升迁 最后在忠惠手下 做了振兮长使 忠惠谋反时 他手下官吏无不被杀 只有杜狱因极致得免 还增加了十亿 西晋建国后 车骑将军贾冲等人制定律令 杜狱为律令做了注解 杜狱与司力校尉实践有夙愿 拢幼叛逆时 实践为安息将军 杜狱为安息军司 实践命杜狱出兵迎敌 杜狱认为敌人的战马壮硕 己方与之相比 相差悬 此时应该运送物资 等到春天的时候再出兵尽讨 并对出兵事宜提出 五不可 四不虚 实践大怒 上奏朝廷 说杜狱擅自装饰成门官赦 导致军力疲乏 由于杜狱是公主的丈夫 所以没有判罪 只是免了侯爵之位 而后来战斗的发展 便如杜狱遇见的一模一样 北方匈奴举兵反叛 朝廷以杜狱名誉筹掠 拜他为杜之尚书 杜狱在任时实行了一系列颇见成效的措施 他奏请朝廷建立吉田 安定滇径 制造人排 古代野炼时用人力带动的古风机械 新器 扩充苍林 平定粮食价格 管理研运 制定赋税征调制度等 一共五十余条制度 内可安民 外可御敌 朝廷进阶采纳 杜狱在朝 政绩斐然 当时孟金杜显耀 经常有传在此覆没 杜狱请求在复平金修建和桥 有人认为 孟金所在之地是当年殷州的故都 经历了很多圣贤 都不曾有所建设 不应该破坏这种秩序 杜狱力排众议 乔城之时 近五弟司马炎带领百官前来观看 司马炎对杜狱说 如果没有你 这座桥是建不成的 杜狱则回答 如果没有陛下的圣名 臣也不能施展巧计 贤宁四年278 天降大雨 蝗虫四起 杜狱上书陈述许多务农的建议 要领 杜狱在朝廷的七年中 提了很多毕毅国家百姓的建议 朝野上下无不称颂他 杜狱有个别号 叫做杜武库 意思是说他所知之广博 无所不包 司马炎常有灭吾的想法 计策 可是朝义时总是反对者居多 只有杜狱、杨护、张华三人赞同司马炎伐吾的想法 杨护弥留之际 推荐杜狱代替他 杜狱加平东将军领征南军司 杨狱死后 朝廷又拜杜狱为镇南大将军 都督荆州诸军事 杜狱上任后 修上武备 辉鸿军威 杜狱袭击了东吴的西陵都督张正 大获全胜 张正本是东吴名将 占据着要害之地 却因疏于防备而吃了败仗 深以为耻 因此没有巨石禀告吴主孙昊 杜狱以此为把柄 离见东吴君臣 他写信给孙昊 归还抓到的东吴俘虏 孙昊知道这一亿东吴损失的真实情况后 果然召回张正 大战之际更换主帅 这一切都昭示着东吴轻腹在即 明刻本春秋经传集结书影 杜狱著春秋经传集结 共三十卷 将春秋和左传合为一书 是现存最早的 关于春秋左诗传的注释 杜狱灭吴 做好了战前准备 杜狱请示伐吴之期 司马炎只是第二年大举伐吴 杜狱则说明理由 请求当年伐吴 最后司马炎同意了他的请求 太康元年280正月 杜狱陈兵将临 派遣参军反显 尹林 邓龟 襄阳太守周琦等率兵西上 一路上就像杜狱料的一样 攻城拔寨 又遣衙门管定 周旨 武朝等率骑兵八百 连夜从水上出兵 习取乐乡 晋军旗帜大张 在山中放火 震慑敌人 吴国都督孙心既震惊又害怕 称晋军是飞着杜江的 他引兵抵挡晋朝大将王逊 结果大败而归 周旨带领伏兵 偷偷地跟在孙心后边 孙心没有察觉 就这样一直跟到孙心的帐下 俘获了孙心 杜狱率领将士逼近江陵 吴国都督五颜乍降 结果反倒被杜狱攻克 杜狱将屯兵的将士家属迁到江北 最后 荆州百姓无不肃然 很多人都投降了杜狱 杜狱指挥重将 兵出神速 直取莫灵 限制在今江苏南京 所过诚意 无不束手投降 就在这一年 吴主孙浩请降 长达六十年的三国鼎立局面就此结束 历史再度走向统一 天下平定后 杜狱居安思危 仍然勤于讲武 攻破山仪 交错布置银盘 修缮遗迹 军内士仪 各有定分 上下无不信服 大家称呼他为杜傅 杜狱平素不起马 射箭的功夫也很差 每每承担重任 率领重将 他带人接物千功有礼 问他问题 他绝对不会有所隐晦 教会他人不知疲倦 做事敏捷而出言谨慎 平定吴国 陛下大功后 杜狱便少礼正事 改至经典 所著之书 有《春秋佐世经传集解》《蒙绘图》《春秋长历》《女记赞》等 当时的人大多认为杜狱的文字过于质朴 只有秘书间至于十分欣赏 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 极有马匹 乔有钱匹 意思是王极喜欢马 何乔喜欢聚财 建武帝问杜狱有什么匹号 杜狱说 陈有左传匹 太康五年 284 杜狱路过邓县时去世 终年63岁 建武帝为之皆叹哀悼 杜狱生前一命死后 葬在密县行山山顶 面向新政城 以示不忘本 墓葬不填土 以示不藏珍宝 论赞 史辰曰 太史年间 杨狐提出平定吴国的计策 由此可见天地之心 过去齐国有钱夫 燕仁在北门计鬼 赵国有礼目 秦王于世不向东征法 在南方显示微信 在汗水边收服吴仁 江南平定 人人归心 他见功而不俱傲 居住于陋相 是个有风度气量的人 杜狱不是生而知之 而是用识就学 颇有儒匠风范 孔门有四大弟子 杜狱崇敬其中三人 春秋分为五家 杜狱擅长其中一家 这样的他难道还不够优秀吗 赞曰 蜀汉有西川之险 东吴有长江天茜 杨公的恩德微信 致使百万之众前来归附 杜狱讲武士诗 红扇经文 所学广博 无愧于武库之称 卷36 魏冠 张华列传 魏冠 出身于世代三英之家 修身明德 两大灭属名将邓爱 忠惠 均拜王于魏冠之首 他全清一时 俯辟两朝 张华 少年英才 洪如硕士 一代重臣 功勋卓著 魏冠 张华 同为晋出名臣 都有王左之才 辅国之功 然而西晋这一拥主当道 奸命横行的时代 却注定了他们共同的命运 功败生死 祸及子孙 终灭邓忠 魏冠 自伯裕 河东安裔 金山西下县人 士族出身 其高祖便是一代宏儒 父亲做过曹魏的上书 魏冠十岁丧父 为人很孝顺 性格真净 以名于识人 清正功允著称 他承袭父亲的爵位 二十岁的时候就做了上书郎 当时的曹魏全臣专政 而年轻的魏冠却能应付自如 穿梭其间 对任何人都不会表现得过于亲密或是疏远 在任的十年中 魏冠的称职远近闻名 不断升迁 邓爱 中慧法蜀的时候 魏冠随行监军 平定蜀国后 邓爱诚治丰拜 中慧却有了一心 正好抓到邓爱专善的把柄 便与魏冠上书弹奏邓爱 中慧想给邓爱增加罪名 便派魏冠去捉拿邓爱 以为魏冠兵少 一定会被邓爱所杀 这样邓爱就罪佳一等 魏冠知道中慧的用意 便连夜赶往成都 收服了邓爱的多数部下 等到清晨邓爱起床前 魏冠静止来到成都殿前 抓捕了邓爱父子 邓爱的手下 试图就回邓爱 魏冠伪造表彰 申明邓爱的罪行 那些劫营的将领也就作罢了 然而 中慧到来之后 却抓捕了大将狐猎等人 于是军营之中人人思归 内外骚动 大家无不恐惧忧虑 中慧想杀狐猎等将领 魏冠反对 就这样 两个人互相猜疑 魏冠上厕所的时候 碰到狐猎以前的给史 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让他传遍三军说 中慧造反 这时的中慧 逼迫魏冠做决定 二人彻夜未眠 第二天 城外诸君便围城要攻打中慧 只不过因为魏冠在 投鼠忌气而已 中慧让魏冠出去劳君 魏冠刚走 中慧便后悔了 派人叫回魏冠 魏冠本想借机会逃跑 听见中慧叫他 便倒在地上装晕厥 后来又喝了眼水 不停地呕吐 魏冠原本就体弱多病 如此一来更像重病 中慧派亲信和医生去看他 回报时都说魏冠病重 于是中慧便无所忌惮 等到天黑关上城门的时候 魏冠做席文 号召将士们讨伐中慧 中慧反击 吃了败仗 周围的人纷纷叛逃 最后只剩下数百名士兵跟随他 最终逃走时被杀 中慧死后 邓爱的旧部追上求车 就回邓爱 魏冠曾与中慧密谋勤拿邓爱 担心邓爱一旦被救出 会找自己寻仇 便派人夜袭邓爱 杀死了邓爱和他的儿子 就这样 聂蜀的两员大将都死在了魏冠之手 后来朝廷论功行赏时 魏冠说 平定蜀国是各位将士的功劳 邓爱和中慧两人是自取灭亡 坚持不肯接受任何封赏 国之重负 后来 魏冠升迁 先后坐了青州 幽州两州刺史 互乌还校尉 魏冠来到幽州后 便上表请求平定边境 当时的幽州 东有悟还 西有立威 都是鲜卑蝉 两方势力无不危害幽州 魏冠便用离间计 导致两人互生嫌隙 最后悟还投降西晋 立威忧愤而死 由此解决了边境两大危险势力 朝廷为了嘉奖魏冠 赐其一子为廷侯 可魏冠却将这一封赏让给了弟弟 魏冠一共有六个儿子 却无意有爵位 他生平所受 恩丰都让给了两个弟弟 远近皆以此为美谈 称颂他的品德 魏冠为人性格严肃 严格地遵循法度对待下属 他能够视尚书为参佐 视尚书郎为怨属 而他为郑佑十分清明简朴 朝野上下无不赞誉 晋武帝司马炎将樊昌公主 嫁给魏冠的第四个儿子魏宣 后来魏冠又领太子少傅 魏冠善于智学 学问深而广博 雅善文艺 尤其擅长草书 是魏晋时代著名的书法家 与尚书郎所敬并称当事 曹魏建国初年 设立了九品中正制度选拔人才 魏冠认为 这种制度只是草创 是需要士族支持时的权益制策 有违古法 不适合长久实行 便建议恢复汉代的相局理选制度 司马炎很欣赏这一倡议 但这个制度最终也没有改变 对书勇 西晋 这件勇是1958年 在湖南长沙金盆陵九号幕出土 高17.2厘米 是迄今为止所见的唯一一个对书勇 勇头戴尽贤冠 身穿娇领长袍 一人纸板 一人用笔在板上写字 书案上有卷册 由此推断是当时的教书力形象 晋以前的文献 基本都抄写在简读和步驳上 在抄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 所以后期的教队工作十分重要 身陷权货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 西晋曾有一批中正实干的大臣 但晋惠帝司马中继位后 外戚专权 朝堂上下宁臣横行 大臣多遭迫害 魏冠便是其中之一 论及或因 是魏冠在司马炎在世时便得罪了太子妃假式 司马炎立司马中为太子 当时的朝臣都认为司马中为人太过单纯质朴 缺乏处理政务的能力 魏冠更是常常想上书废掉太子 只是没敢这么做而已 一次 司马炎大宴群臣 魏冠假装酒醉 跪在司马炎的床前说 臣有事起奏 司马炎问 公有什么话要说 魏冠三番五次欲言又止 最后扶着床说 真是可惜了这个座位 司马炎了解了魏冠的言外之意 说道 公真的醉了吗 魏冠也听出了司马炎的弦外之音 从此便不再提这件事 可是太子妃假释 却因此深深记恨魏冠 司马中即位后 诛杀了与魏冠不合的全臣杨俊 以魏冠陆尚书氏 加绿寿 让他可以配件这旅商店 入朝时不必去行 与汝南王司马亮共同辅政 司马亮提出 让藩王们离开朝廷回到封地 朝议时没有人敢赴议 只有魏冠赞同 魏冠由此得罪了楚王司马尾 甲后因前世素来怨恨魏冠 同时还很忌惮魏冠的方正耿直 听说魏冠与司马尾有怨后 便诽谤魏冠与司马亮欲行依隐 霍光之事 想废掉皇帝 并用皇帝手照 让司马尾罢免魏冠 魏冠 魏冠将这道诏书送到司马尾处 司马尾为人轻率而艰险 为了报复私怨 星夜让清禾王司马侠捉拿魏冠 看到诏书后 魏冠便要服从就死 周围的人都认为 这道诏书是伪诏 劝他说 按照理法律令 你是辅政大臣 不能这样轻率 请您暂且拒绝 然后上表陛下 如若得到同样的回复 那时就路也不晚 然而魏冠没有听从大家的劝解 而是与子孙等九人一同赴死 终年七十二岁 后来楚王司马尾获罪扶诸 魏冠的女儿写信给当朝重臣 对父亲死后 未有嗜好表示感慨悲愤 于是钟瑶等人上表为魏冠平反 朝廷也以魏冠全家无辜受祸 追到魏冠 嗜好成 赐予死后殊荣 女史真图局部 东晋 顾凯之 西晋张华收集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 写成九段女史真 宣扬女德 流传很广 东晋顾凯之 依据此文作画 原有十二段 今仅剩九段 纵二十四点八厘米 横三百四十八点二厘米 佼佼人才 张华 自贸仙 泛阳方程 今河北过安西南方程人 其父做过曹魏时期的俊首 张华少年丧父 家中贫寒 从小牧羊 但学业却很优秀 文词温润华丽 文采斐然 且博览群书 《莲地图方记》等当时被视为雕虫小记的书籍也能详细阅读 张华从小就修身以礼 勇于复义 吉人之难 他气量辉红 见识非凡 可谓高深莫测 然而 出身数族的张华少年时并不知名 他曾做过一首娇辽妇 抒发壮指胸怀 明示软集看到后 感叹说 真是王左之才啊 就这样 张华名声大噪 俊首推荐他为太常博士 开启了这位一代名臣的仕途之路 张华做官 于有升迁 西晋代位时 他官拜皇门侍郎 封官内侯 张华博文强制 天下之势 莫不了如指掌 司马炎曾向他询问 汉代公式制度和建章公的情况 他应对如流 侃侃而谈 听者望卷 画地成图 周围的人无不惊诧瞩目 司马炎也大为惊讶 当时的人们 都把张华比作资产 近武帝司马炎与杨户商议伐吾 全臣都认为不可行 只有张华赞同伐吾 杨户并重泥流之时 司马炎派张华为使 去病榻前 咨询伐吾之计 西晋攻伐吾国时 任命张华为杜之尚书 管理供给曹韵 筹划预算 战争初期 西晋没有什么大的斩获 贾冲等人便上表要求诛杀张华 以谢天下 司马炎说 法吾是我的意思 张华只是恰恰见解 与我相同而已 这时 大臣们都认为 不可轻易进兵 唯有张华坚持 只有深入才能克敌 后来西晋平灭吾国 张华功不可没 张华名重一世 众所钦佩 司马炎的召告文书等 都由张华草定 他的生育日盛 大有成为台府之旺 循序自以为出身大族 仗是司马炎的恩宠 极度张华 每每暗自谋划 想让张华出任外调 有一次 司马炎问张华 谁能托付后世 张华说 论起明德又是陛下至亲的 莫过于其王司马忧 司马忧是司马炎的弟弟 曾经深得司马昭喜爱 又过忌给了司马师 司马昭在世时 常常想立司马忧为世子 这时 张华提出让司马忧辅政 当然忤逆了司马炎之意 于是 就有人在司马炎面前进谗言 张华被调出外任 朝廷封其为池杰 都督幽州诸君氏 领护乌环校尉 安北将军 幽州附近有很多少数民族 张华到任后 无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 都以得怀呢 很多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归附 朝赫 就连相距数千里 远在朝鲜半岛的马韩 新米等国也都归附了西晋 就这样 在张华的治理下 西晋边陲稳定 数年丰收 兵马强盛 君子死结 张华再次受召入朝为相 却不幸又遭小人殷悔 最终被封为太长 进会帝司马中即位后 封张华为太子少傅 张华得高望重 因而被外妻杨俊猜忌 于是很少参与朝政 后来西晋王朝几经动荡 杨俊被除 司马亮 魏冠被诛 一时之间 庙堂之上内忧外患 众人惶恐 既无所出 张华向司马中建议说 司马尾狡诏杀害了司马亮和魏冠 将士们也不知道真相 以为是您的命令 所以才跟从了司马尾 现在可以派人戒严外军 这样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司马中听从了张华的建议 司马尾果然兵败 在诛杀司马尾的行动中 张华立了首功 外妻贾秘与贾后谋划 张华出身数族 儒雅而有谋略 尚不至于威胁到皇权 下还能令众望所归 应该多加以众 就这样 张华竭尽忠诚 匡扶国政 当时虽然皇帝暗弱 皇后凶残 但仍然能够天下太平 这都是张华的功劳 张华担心后族强盛 危机设计 便写了女史珍来归讽 贾后为人凶恶妒忌 却偏偏敬重张华 贾后怀有废掉太子的野心 太子亲信刘便曾问张华 知不知道贾后的阴谋 张华说 不知道 刘便说 我本来是个威莫之人 承蒙您的提拔才有今日 我对您感激不尽 所以才对您言无不尽 您却对我有疑虑啊 张华说 如果真有这么回事 您想怎么办 刘便说 太子有精兵万人 您又是执掌权柄的人 只要有您的任命 太子可以路上书士 至于废掉贾后 两个皇门就够了 张华说 有天子在 太子不过是人之子 我若这么做 便是无父无君 就算成功了 也是有罪的 贾后图谋废掉太子 设计将太子灌罪 让他写下谋反的文字 然后便是群臣 大家谁也不敢说话 只有张华秉承公正说 费力太子是国家的大祸 自汉武帝以来 没有废除嫡子的 一定都会遭遇丧乱 现在我们刚刚建国 陛下一定要谨慎 这时有人提出 这反书是否是太子手书 贾后拿出太子 平时写的岂是十余页 众人一起比较 断定反书真是太子的笔迹 于是谁也不敢说什么 这件事商议了一天也没结果 贾后知道张华意志坚定 最终各让一步 废太子为庶人 赵王司马伦性情贪婪 缠世贾后 得居众位 张华极力反对升司马伦为上书令 因而得罪了司马伦 司马伦和亲信孙秀预谋废掉贾后 想拉拢张华 便派使者连夜见张华说 现在设计岌岌可危 赵王想与您共服朝政 张华知道他们要行窜逆之事 断然拒绝 使者怒道 刀刃都架到你脖子上了 还说这种话 这天晚上 司马伦等人缴照 照张华等人 就这样抓住了张华 张华对张琳说 你要杀害忠良吗 张琳答 您是宰相 以天下为己任 太子被废时 您就应该以死向随 张华说 我已经组建了 张琳说 虽然组建了 可是陛下没有听从 你不是该让出宰相之位吗 张华不能回答 被杀之前 他感叹道 我是先帝老臣 心中一片赤诚 我不害怕死亡 只是担心王室就此蒙难 大祸将至 难以预计 张华死后 被朱三族 中年六十九岁 朝野上下无不悲痛 一年 齐王司马炯 成都王司马颖等人起兵 诛杀赵王司马伦 司马炯上表 请求为张华平反 张华一生清廉 酷爱读书 身死之日 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 只有一箱箱和不上盖子的文史书籍 论赞 史晨曰 忠诚是一种美好的品德 好学是一种财富 当年未灌服五弟的床 张华拒绝赵王司马伦 说起禁见 是未灌居多 顿起临危的气节 则视张华为美 他们都有遵循的做事原则 所以能够不改气节 甚至不辞一死 然而 他们最终陷入这肮脏的斗争 以治国 家同丧 怎能不令人感伤 赞曰 贤德的人 就算死后 道德仍然流于后人 积极私利的人 活着也会令人不安 未灌因假释之祸而死 张华由赵王之乱而亡 他们生于乱世 却尽忠死劫 自古不易 卷四十 甲冲阳俊列传 西晋 一个外戚当道 霍乱朝纲的短命王朝 这个王朝乱于便宁庸禄 毁于贪婪权柄 始作俑者 便是贾后之父贾冲和杨后之父杨俊 贾冲 谄媚世主 杨俊昏庸无德 却先后独揽朝政 最后祸国殃民 谄媚世主 贾冲 自宫驴 平阳相邻 金山西相平人 父亲贾奎 曾为曹魏时期的豫州刺史 贾冲少年丧父 居丧时已孝道闻名 后来入朝为官 没有升迁 曾任司马昭的大将军司马 司马昭总览朝政的时候 担心地方镇守的将领有异心 便派贾冲去见诸葛诞 借伐吴之事 窥查其动向 贾冲对诸葛诞说 现在天下人都愿陛下善让 您以为如何 诸葛诞历生说 你是贾渔州的儿子 你家世代寿魏龙恩 怎么可以帮助他人图谋设计 如果洛阳有难 我当死劫效命 贾冲默然 回到洛阳后 对司马昭说 如果再让诸葛诞在扬州驻守 他的威名愈来愈盛 定能得到人心 为他效死命 看他现在的谋划 将来一定会反叛 如果现在征讨他 很快就会成功 而且牵连会小很多 如果现在不讨伐他 等他做大 一定会成为大祸 司马昭争诸葛诞为司空 后来 诸葛诞果然谋反了 司马昭专善朝政 早有窜逆的图谋 所谓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当时的魏帝曹茅 不想坐以待毙 便带人攻打司马昭的府邸 贾冲率众人 在湘府南却抵御曹茅 但抵挡不过 有人问该怎么办 贾冲说 司马公养你们就是为了今天 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大家拼死抵挡 曹茅兵败被杀 作为心腹 贾冲在司马昭时期便身受戎宠 与裴秀 王沈 杨护等人 同为重臣 贾冲颇有刀笔之材 又擅长察言观色 很会揣夺上意 司马昭一度想让司马氏的后嗣 继承基业 所以想传位给司马优 贾冲在司马昭面前圣赞司马炎的宽厚人德 说他身为长子 很有人均的德性 就这样 司马昭立司马炎为世子 司马昭病重 向司马炎交代后世的时候说 贾公驴是很了解你的 司马炎继承晋王大位后 大家封赏贾冲 贾冲做官为政 重视农业 注意节俭 裁病官员 这些善举都得到司马炎的赏识 贾冲请求领兵出征 未获批准 可他仍然从容任职 在任时经常推举人才 因此 世人都愿意依附他 司马炎的舅舅王荀 曾经诋毁过贾冲 可贾冲并不记恨 反倒推荐他 就算是那些背弃贾冲 投靠其他权贵的人 贾冲也能像从前一样对待 但是贾冲缺乏正直的操守 不能以身作则 以献媚取悦皇帝为能事 使乱朝纲 世中任凯 中书令宇淳等人 刚正不阿 与贾冲不能相容 低腔反叛的时候 任凯提出让贾冲去镇守关中 贾冲不想外任 却苦无良策 即将上任的时候 朝廷官僚们在西洋亭相送 贾冲将自己不愿戍编的想法 告诉了寻旭 寻旭与贾冲私交甚好 他说 您是一国的宰府 怎么能为一个匹夫牵制 但是此行难以推辞 除非是与太子结亲 贾冲说 对啊 但是谁能为我提这件事呢 寻旭承揽下此事 之后的宴会上 大家聊起了太子的婚事 寻旭便说 贾冲的女儿性格贤淑又有才智 适合嫁给太子 杨皇后等人也都赞同 就这样 司马延以贾冲的女儿为太子妃 当时正好赶上京城大学 积雪足有两尺后 大军停滞 贾冲出京的事也就此搁置 法无之时 王公克武昌 张华坚决主张平无 贾冲上表说 吴国不是一时之间可以平定的 如今刚刚入下 江淮地带潮湿 一定会有异病 现在最好召回大军 以后再慢慢图画 现在就算是腰斩了张华 也不足以谢天下 这一年 西晋平定吴国 司马延赏赐群臣 贾冲上表请罪 可司马延还是封赏了他 太康三年282 贾冲去世 中年66岁 贾冲的女儿贾南风 是历史上著名的杜厚 而他的妻子郭怀也是性情善度 贾冲的儿子贾黎民三岁的时候 如母抱着他来见贾冲 贾冲爱抚着儿子的情形 被郭怀看到 便认为贾冲与如母有私情 竟然鞭杀如母 幼小的贾黎民因为思念如母 发病而死 之后同样的悲剧 因为郭怀的妒忌再次重演 贾冲的小儿子年幼时由如母抱着 贾冲摸他的头 郭怀看到后疑神疑鬼 又杀了这个乳母 结果小儿子也同样死于私木 就这样 一代重臣贾冲 因为妻子的妒忌而绝了后嗣 贾冲死后 郭怀将博学聪明的外孙寒秘 过继给去世的长子贾黎民 让他继承贾冲的家业 这个孩子就是日后与贾后狼狈为奸 谋废太子的贾秘 奸宁专权 杨俊 自文长 红龙华音 今陕西华音人 少年时便位居高官 当时有人以礼法惯例提出异议 更有人提出 杨俊气量狭小 不是社稷之臣 但见五弟司马炎却很看重杨俊 司马炎的统治 进入太康时期后 天下一统 司马炎便不如先前那样历经图治 渐渐开始不理朝政 单于酒色 宠幸后党外妻 杨俊的女儿嫁给司马炎为后 他与杨瑶、杨继三人专善朝政 权势熏天 十人称为三杨 司马炎并重拾 没有顾命大臣 当年平定天下的功臣早已辞世 于是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继无所出 这时 心悸颇重 热衷全世的杨俊赶走群臣 一个人在司马炎的病态前服侍 趁此机会 杨俊培植势力 扶植其心腹 司马炎的病情稍有好转后 看到朝堂之上竟然物是人非 便严肃地对杨俊说 怎么这样呢? 于是留下诏书 让汝南王司马亮和杨俊共同辅证 杨俊担心 失去司马炎的信任和权柄 从中书那里 截来司马炎的诏书 看了之后 竟然私自藏匿起来 中书间话译害怕 向杨俊索要诏书 杨俊始终不肯 便在此时 司马炎弥留 皇后请求让杨俊辅正 司马炎点头同意 就这样 由中书间话译 中书令和哨 记录司马炎口谕 封杨俊为太尉 太子太父 都督中外诸君氏 世忠 陆尚书 领前将军 辅政 一日 司马炎驾崩 杨俊一跃成为首辅大臣 日渐跋扈 晋会帝司马中即位后 加封杨俊为太父 大都督 寿与皇月 杨俊在朝堂上任人为亲 提拔亲信 封外声断广 张绍为晋士之职 凡有赵命 司马中看过后 还要呈给太后杨氏看 杨俊深知 贾后性情难以驾驭 身为忌惮 所以在宫中多数亲党 牢牢地控制住进军 杨俊如此独揽朝政 专横跋扈 引来朝堂公卿的一致不满 天下之人无不愤慨 连杨俊的弟弟 都劝他不要如此 杨俊非但不听良言 反倒变本加厉 杨俊违反理智 司马严驾崩不足一年 他就改了年号 人们对此纷纷提出异议 杨俊竟然让史官将这件事隐没不输 墓壁专画 魏晋 魏晋时期流行博葬 主要原因是当时处于乱世 墓中的随葬品随之减少 壁中开始出现大量精美壁画 这四块专画分别表现的主题 分别是放鹰 做饭 放母 和男兵观看童舞 杨俊自知声望不好 不能聚拢人心 便效法为明帝大开封赏 享用恩惠笼络众人 然而他为正严苛 刚愎自用 始终得不到人心 冯毅太守孙楚 与杨俊私交很好 便劝他说 你是外妻 却有着衣隐 霍光的权力 辅助年轻的君主 应该追思古人制成谦顺的品质 从古到今 没有异性能够专善朝政 而有好下场的 现在宗室的势力很大 藩王势力强 你不与他们商议朝政 在内猜忌他们 在外树立自己的势力 这样下去 早晚会引来祸端 但杨俊没有听从孙楚的规劝 贾后野心勃勃 图谋干预朝政 却屡屡受制于杨俊 于是便阴谋剪除杨俊 贾后本欲联合辱男王司马亮 可司马亮却说 杨俊凶暴 早晚自取其货 不足为虑 贾后转拉拢楚王司马伟 司马伟入朝后 与殿中中郎孟官 李赵奏禀杨俊妄图谋取设计 司马中连夜下召 废掉杨俊 派东安公司马昼 带领四百人前去捉拿杨俊 杨俊的府邸就是当年曹魏大将军曹爽的故宅 在武库的南侧 杨俊听说朝中有变 召官员们商议对策 太副主部朱镇说 这件事一定是宦官给贾后出的主意 我们应该放火烧云龙门示威 向陛下索要祸首 然后打开万春门 把东宫和外营的军队引进城来 您拥护太子 静止进攻抓捕奸人 不想杨俊过于胆怯 不能决断 就在杨俊迟疑之际 司马周派人烧了杨俊府邸 又令功弩守高居楼上 向杨俊府内射箭 杨俊被困在府中 只能躲到马厩里 被找到后 当场杀死 孟官等人受贾后秘指 诛杀杨俊亲党 诛其三族 这件事牵连很广 死者数千人 杨俊死后 竟然没有人敢给他收尸 只有太副射人巴西人严转出面 为他并脸 论赞 史晨曰 贾冲是谄媚之徒 才智平庸 心术不正 只是时运好 才得到戎宠 他心兵作乱 不仅是为的叛逆 也是晋的罪人 然而他荣吉一时 身兼文武之职 担任宰相 没有能力得性 却享有后路 于是 灾祸就来了 至于他的子孙 都是乞丐一样的人 奸邪凶恶 杨俊因为外戚的身份而受宠 担任起朝廷重任 恭敬还来不及 反而交奢淫义 如此必不能免去灾祸 卷42 王迅列传 265年 司马炎代位称帝 建立西晋王朝 此时的西晋 已然吞并蜀汗 闭逆天下 偏埃异于的东吴 已然成为其囊中之物 然而 就是这样一个泪卵般的政权 竟然在西晋的虎视下维持了整整15年 15年中 西晋无数名将重臣 丹精节律 志在吞吾 杨户 杜玉 张华为之清尽毕生之功 最终实现这一梦想的 却是名将王迅 大气晚成的中原名士 王迅自试至 红龙湖 金河南领宝人 家世显赫 少年王迅 容貌很美 通读典籍 却不留意功名 所以 家乡的人 对他评价并不高 他年纪大了之后 才有所改变 渐渐地通达人情世故 有了远大的志向 王迅盖房子的时候 在门前开路 路宽数十步 有人问他何必如此 王迅说 我想让我的门前 能容下长几番旗 官吏出行有列己一丈 所列的己 欲多则身份欲高 大家听了都笑话他 王迅却说 陈胜有言 艳雀安之鸿湖之志 王迅的仕途从从事开始 后来参与了西晋王朝南征的军事行动 杨户对他极为倚重 杨户的侄子曾经对杨户说 王迅为人志向很大 又奢侈不知节俭 不该这样纵容他 杨户则说 王迅有大财 现在我满足他 将来他一定是可用之财 王迅任八郡太守时 士兵束手边境 父义辛苦 生了男孩大多不养 王迅制定律法 严格执法 减轻摇曳赴税 凡事是生育的家庭 都减轻负易 这一制度的施行 保全了数千人 之后 王迅又转任广汉太守 在任期间施行德政 百姓无不依赖信服他 不久 王迅身为一周刺使 府一上任 便诛杀了当地叛乱的贼手张红 在当地建立了威信 周边的少数民族也都来投降归顺 一片翔翻出石头 建武帝司马炎预谋法无 照命王迅打造战船 王迅造的大船长120部 能在2000人 船上有用木头制作的城楼等防御工事 战马可以在船上驰骋 船头画了怪兽的形象 用以震慑和神 这支船队的规模之龙 可谓空前 王迅在蜀中造船 造船的木屑顺将漂流而下 被吴国建平太守吴燕发现 吴燕向吴主孙昊禀报说 建国一定是要攻打我们了 应该在建平增兵防御 如果他们攻不下建平 就不敢东渡 然而孙昊却置若罔闻 这便为日后王迅水师出征 建功立业减去最大的麻烦 当时吴国境内流传这样一手童谣 阿童赴阿童 咸刀扶杜江 不为岸上寿 但为水中笼 杨虎听说后 认为这一称雨一定是暗示 水军将在法务战役中建立功勋 便常常揣夺 能与这句童谣相对应的人 恰好王迅当时被征调为大司农 小明又叫做阿童 暗合了童谣 杨虎一发看重王迅 并极力向司马延推荐王迅 于是司马延拜王迅为龙襄将军 兼良易诸军事 骑马一丈勇 西晋 这是一件陪葬勇 高23.5厘米 长17厘米 1958年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 西晋时期的勇以陶制为主 这件一丈勇是为了满足牧主人在另一个世界出行的需要 当时 西晋朝义 大臣们都反对伐吴 王迅尚书说 陈常常比较吴楚的一同 孙皓荒云暴灭 荆州 扬州的世人百姓都很怨恨他 以现在的天下形势看来 应该速速罚吴 如果现在不罚 也许形势会发生变化 一旦孙皓死了 吴国另立贤明的君主 文武官员各司其职 东吴就会强大起来 七年来 陈一直打造战船 每一天都有战船腐朽的现象出现 如今陈已经七十岁了 离死亡已经不远 如果现在不罚吴 恐怕以后就更难了 愿陛下不要错失阳击 司马延身以为然 而贾冲 荀旭等人 却力劝不可 只有张华全力支持罚吴 这时 杜玉尚表请求罚吴 司马延才最终做出决定 兴兵罚吴 朝廷同时 派了几路大军 王迅便是其中一路 出征前 先前八郡那些受了王恩惠 才对以生养的人全部入伍 参加这场战争 出征前 他们的父母对他们说 生养你的是王府军王迅 你一定要多加勉励 不能贪生怕死 太康元年280正月 王迅率军从成都出发 顺江而下 首先攻克丹阳 擒拿丹阳兼圣祭 无人在长江险要的地方 布置铁锁 铁锥等防御工事 暗藏在江流之中 用来偷袭敌传 然而此前 杨护在世时 已经在吴国间谍处 得知这一情况 王迅于是预先制作了几十个巨大的木筏 上面 竖着穿着铠甲 手持冰刃的草人 让安息水性的人驾驶木筏 行驶在队伍之前 这些木筏遇到铁锥后 铁锥便刺入木筏中 被飞快行驶的木筏顺水带走 至于铁锁链 王迅则用火炬破解 王迅派人 在船头设置巨大的火炬 常有十几丈 里外共有几十围粗 里面灌上麻油 一旦遇到铁锁链 便可停船 点燃火炬 只削片刻功夫 横跟在江面上的铁锁链便被融化 沉入江底 就这样 王的船队畅行无阻 扬帆东下 2月 王迅相继攻克西陵 京门 一道 乐乡 一路上兵不血刃 势如破竹 孙浩派游击将军张相率领水军一万俱敌 结果张相望风投降 孙浩听说王迅水军惊奇兵甲 慢遮长江 气势如虹 锐不可当 只能接受光露薛影 中书令狐冲的建议 向王迅投降 于是 王迅进入建康城外的石头城 孙浩以王国之礼 速车摆马 赤身面妇 闲着臂 牵着羊 大夫穿着丧服 士兵们抬着棺材来见王迅 王迅亲自为他解开绑腹 烧掉棺材 将孙浩送到洛阳 清幼提良熏 西晋 这是一件随葬名器 底径12.5厘米 金藏于苏州博物馆 西晋时期的熏炉饰样丰富 这件提良熏以瓷土烧制而成 做连口折波式 口颜上至钉字形提良 气身外湿光润的清幼 附体漏雕三层熏孔 每层有孔三十个 中明顶时的晚年 王迅平定吴国 立下盖世其功的同时 也为自己埋下隐患 西晋起兵初期 王迅受杜裕截制调度 兵至莫灵限制在金江苏南京的时候 又受亡魂的截制调度 早些时候 杜裕认为王迅一路截报 威名卓著 不应该再受他截制调度了 便写信给王迅说 你一举摧毁了吴国在西边的防线 应当进取莫灵 讨伐逆贼 救吴国百姓于涂炭 从长江到淮水 再渡过似水和汴河 最后回到京师 这就是旷世之夜 看到这封信 王大悦 然而 当王迅要兵进莫灵的时候 王魂却派人阻拦王迅 王并未听从 杨帆直指莫灵 只是派人告诉王魂 现在是顺风 不能停泊 原来王魂早就击破了孙昊的中军 但却因为守卫尾而停止进军 偏偏这时 王承胜接受了孙昊的投降 王魂既愤恨又深感耻辱 盛怒之下上表弹劾王迅为兆 不受节制调度 王也上书据理力争 说明自己进军的必要性 紧接着 王魂第二次上书 弹劾王入莫灵城后 抢夺吴国宫廷中的宝物 就此 王迅再次上书自白 两个人斗争日渐焦灼 暗流不止来源于王魂 当王迅回师洛阳的时候 有官吏上奏 王迅不奉照 不听节制调度 犯了大不敬之罪 应该交给廷尉定罪 司马炎却因王迅立下盖世其功 完成他毕生的心愿 非但没有降罪 反倒封他为辅国大将军 领步兵校尉 特为王迅增设的官职 封县侯 亿万户 受到封赏的王迅 鞠躬自大 却常常受到王魂父子 和其他豪强大族的抑制 其他官员也经常弹劾他 王迅不由得愤愤不平 每次觐见 都自成功劳 还表现出一副委屈的模样 有时还不胜愤慨 离开时静职而出 毫无礼法 即令如此 司马炎还是容忍了王迅 后来王迅的亲戚 一周护军犯通劝他说 你固然有功劳 但你这样鞠躬就不好了 要多多称颂主上的功德 将领们的功劳 这样 谁还能挑你的毛病 王魂他就该惭愧了 王迅说 我怕自己像邓爱一样得货 不说不行 不能埋在心里 先前是我错了 就这样 王迅不再鞠躬自称 大家都觉得 王迅立了如此大功 得到的赏赐太少了 于是博士秦秀 太子贤马孟康 前文令李密等人 一同上表称颂王迅 为他鸣不平 司马炎听从大家的建议 封王迅为镇军大将军 加散其常侍 领候将军 王魂来见王迅的时候 王迅则严整以待 如临大敌 此时的王迅 位高权重 荣宠一时 便不再像从前那样节俭 而是锦衣玉石 日渐奢华 他所推荐征臂的人 大多是蜀人 以此表示 他没有忘旧 太康六年 285 王迅去世 中年80岁 世昊武 藏于白骨山 焚营规模宏大 周遭45里之长 论赞 史晨曰 孙氏占据江山一鱼 依仗地利 占有长江 与靖国抗衡 王迅率领西晋靖旅 受命征伐 最终功克建业 当时 很多将领参与了讨伐东吴的战役 但论起平定吴国的功勋 谁又能超过王呢? 如果那像范妇那样不战 像杨甲那样不拘功劳 上则依赖皇帝 下则全平将士 这不是增加了自己的功勋和道德 做到善始善终了吗? 卷43 山韬 王荣列传 穿越历史文化最凝重的积淀 我们看到未尽风流的遗风 这是一个流泻着浪漫与不羁的杜金时代 在乱世中凝聚深邃的思想精髓与永恒的传承 当我们仰望这个充满神韵的时代时 竹林七贤相邪而出 他们用最激荡的语言向我们展示这个时代最华美的篇章 山韬 最长者 王荣 最善赃佛者 他们都曾展现过竹林七贤迥然的风采 中年入世 山韬 自巨猿 和内淮 金河南武至西南人 其父曾为挽勾令 在山韬幼年时就去世了 山韬家中贫寒 却很有气量 浊然不群 好夺老子 庄子 常常隐身自会 与姬康 吕安交情很好 后来又遇到阮吉 他们经常相聚在山阳县的竹林下 被称作竹林七贤 后来姬康因是被诛 死前将儿子姬绍托付给山韬 并对姬绍说 有山巨猿在 你就还有父亲 山韬四十岁的时候 才开始走上仕途 最早做的是郡主布 龚曹 后为上纪院 举孝莲 被认为布河南从事 山韬与司马懿的妻子是中表亲 因此得见司马师 司马师说 吕旺也要出事了吗 于是就命司力举山韬为秀才 任郎中 转任票计将军王场的从事中郎 过了很久 又官拜赵国相 签上书利布郎 司马昭给山韬写信 并给予赏赐 山韬晚年时 与尚书和有相交 又与中会 陪秀 关系要好 这两人在政治上斗争激烈 争权夺势 山韬却以平常心待之 各得其所 而这两人也都不记恨山韬 中会在蜀国作乱 司马昭率兵西征 当时曹魏的诸位王公都在叶城 司马昭对山韬说 西边的叛乱我自会处理 这边的事务就拜托你了 于是 又加封山韬为行军司马 增领五百亲兵 镇守叶城 曹魏咸西初年 司马昭以山韬素有德望 让太子拜他为师 那时司马昭在立储之势上倾向于司马昭 想让司马昭继承司马师 并曾以此事咨询裴秀说 大将军司马师大业未尽 我只是继承了他的基业 所以我想立司马昭 将此工业归还给我兄长 可以吗? 裴秀认为不可 司马昭又问山韬 山韬说 费掌立右 不合理法 大凡国家危难 大多源自费掌立右 就这样 司马昭立司马炎为太子 为此事 司马炎亲自拜谢了山韬 司马炎称帝后 封山韬为大红炉 山韬实相 山韬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大的 也是官当的最大的 正直的竹林贤士 养护执政的时候 裴秀与之敌对 人们趋利避害 很多人都疏远 甚至想危害裴秀 只有山韬始终都秉持政策 山韬的这种态度 开罪了当政的权臣 被外认为冀州刺史 冀州当地习俗彼薄 山韬并无推辞 到任后 甄选那些隐居的人才 便访贤士 林选任命了三十多人 都是当时有名的士人 冀州人人敬重山韬 风化也为之焕然一新 后来 山韬再度升迁 入朝为适中 签上书后 又因母亲年老而辞官 司马炎不许 山韬却一心只想回家侍奉母亲 数十次上书 司马炎终于批准她辞官 山韬平素清廉简朴 司马炎给了很多赏赐 当时没有哪个大臣能与之相比 后来 朝廷赤丰山韬为太长青 山韬因病未能复任 之后又赶上其母去世 山韬回归乡里 这时的山韬已经年过六十 居母桑的时候还亲自附土成坟 在墓上种植松柏 山韬居桑后 朝廷再次征召她 她又以病桑为由推辞 因照命紧迫 山韬才就职 再度出事的山韬为朝廷推荐 选举了很多人才 遍及朝堂内外 每个人都能各尽其才 然而山韬决心辞官 不断上表陈情 最后终于引发司马炎的不满 山韬也因此坠坠不安 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归隐的决心 可最终还是又一次为官李氏 山韬再次担任临选官吏的职务 再位十余年 没有官缺 山韬都会找好几个候选官吏 上表推荐给司马炎 司马炎有意向后 山韬在公开上表推举 这一切都是以司马炎的意愿为主 然而 这样选拔的人才 有的并不是山韬推举的首选 大家都不了解这种情况 以为是山韬不加考量 随意任用 有些人甚至以此来参奏山韬 司马炎也下手照告诫山韬 要任人为才 不能有所遗漏 然而山韬一如既往 一年之后 大家终于了解了真实情况 后来 朝廷几次升迁山韬 都被山韬拒绝了 太康四年 283 山韬去世 终年79岁 山韬出世之前 家中贫寒 他便对妻子开玩笑说 你且忍耐着 日后 我必然位列三公 只是不知道 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有资格做公夫人 后来 山韬飞黄腾达 却仍谨慎简约 纵然绝同千诚 也始终没有那且 所得的俸禄 都送给了从前的亲友 踢红香罗店 竹林七贤捉平 卓尔不群的奇才 王荣 自讯充 狼牙淋漪 金山东淋漪北人 出身世家 祖父王雄为 幽州刺史 父亲王魂 曾任梁州刺史 绝风亭侯 王荣年幼时便十分聪明隐悟 神采透彻 六七岁那年到宣武场看斗兽戏 龙中的猛兽嚎叫声震天动地 大家吓得纷纷逃走 王荣却窥然不动 面不改色 王荣与同伴在路边玩耍的时候 路边礼树上兼满果实 同伴都敢去采摘 只有王荣不去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摘果子 王荣说 长在路边 又这么多果实 一定是苦的 大家摘了李子长 果然是苦的 您是阮吉和王魂是朋友 王荣比阮吉小了十二岁 可两人却相交至甚 阮吉每次来看王魂 只停留少许时间 之后去看王荣 却要相处很久才出来 阮吉曾对王魂说 王荣聪明 淡定清雅 不是你能与之相比的 和你谈话 还不如和王荣谈话 王荣去世的时候 顾力赠送钱财有数百万 王荣一概辞而不受 于是声名却起 被那些雅善清谈 脏痞人物的人所赏识 曹魏大将 中会法蜀前 与王荣道别 并询问计策 王荣说 道家有言为而不是 建功立业并不难 难的是 保住这份工业 后来 中会失败 议论这件事的人都称 王荣有先见之名 惨淡人生 王荣继承父业出世 来到江南 负责安抚 平定依附者 宣扬司马延的威严和恩惠 原无国光露宣实伟性格方正耿直 不容于孙浩 称病归家 王荣嘉奖他的清廉高捷 上表推荐实伟 于是朝廷拜实伟为一郎 荆州本地人无不对王荣心悦成福 朝廷征召王荣为世忠 当时的南郡太守刘兆想贿赂王荣 就在竹筒中装了50端细布送给王荣 后来这件事被私利查到 虽然王荣最终没有接受贿赂 不能定罪 可当时的轻易还是对王荣多加诟病 司马延对大臣们说 王荣的行为并未怀思心图私利 只是不想显得与众不同 虽然司马延这么说 可是那些清高谨慎的人 还是很瞧不起王荣 王荣的名声也就此一落千丈 王荣是出名的孝子 母亲去世时 她定优去职 为母守丧 却并不遵循礼法 照酒喝酒吃肉 看人下棋 然而王荣却形容销毁 日渐销瘦 王荣居丧时 何乔也未负居丧 以礼法自持 减少饮食 但哀毁程度 却不及王荣 司马延对刘毅说 何乔居丧礼过 令人担忧啊 刘毅却说 何乔虽然睡着草席 吃着粥 但这是生肖 而王荣则是所谓的死肖 陛下应该先担忧王荣啊 果然 王荣因母丧 救病加重 后来 赵王司马伦作乱 齐王司马炯起义 以王荣为尚书令 何坚王司马鱼 成都王司马颖又讨伐齐王 王荣劝司马炯说 您举一匡扶设计 这是自我朝建立以来 从未有过的 但论起功绩来 却是朝野上下各怀意志 现在何坚王和成都王率兵百万 势不可当 如果您回到封地 把权力让给别人 还能保住王位 司马炯的谋士陈葛于怒斥道 捍卫以来 回到封地的诸侯王 哪里有能保得住妻儿的 应该杀了王荣 群臣惊惧 王荣洋装要力发作 跌倒在厕所中 才幸免一死 在错综复杂的权力争夺中 王荣跟随晋惠帝司马中 被成都王司马颖挟持到洛阳 不久 又被合奸王司马鱼部将劫持到长安 最后 王荣出奔到夹县 此后终日艳影为乐 永兴二年305 王荣去世 终年72岁 王荣生好心理 但善于识人 曾经称山涛 就像魂金蒲玉一般 当代名士 他都能给出贴切的评价 且极有先见之名 论赞 使臣曰 为官既清正联名 勿其本职 又能如山涛这样终身世亲 使之不疑 谁能与之媲美呢 非但如此 他还能公正公开的选拔人才 使人尽其才 于是山公起世 受到后人称颂 魏晋之际 世人崇尚清谈 王荣擅长此道 脏痞人物 但却因性好基才 贪得无厌 为人诟病 卷49 软吉 软贤 鸡康 向秀 刘灵列传 未尽风骨多名士 其中乔楚便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 软吉 鸡康是其中最放大不羁的 是名士风流的代表 软吉是优秀的文学家 鸡康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音乐家 而令他们名垂青史的 却是清谈无为的玄学 软贤 向秀 刘灵 虽然在名望上 不及山涛 鸡康 软吉等人 可他们一样放荡不羁 有精士奇才 在他们的推动下 魏晋玄学发扬光大 七人携手竹林 卓染一代魏晋风流 放浪行海软四宗 软吉 自四宗 陈柳卫世 今河南开封人 他的父亲软宇 曾为东汉丞相苑 知名于当世 是著名的健安妻子之一 软吉相貌英俊 气度恢弘豪放 傲然不群 任性不羁 却喜怒不形于色 他常常经月闭门不出 在家中读书 有时则登高 在山林江河处流连忘返 他博览群书 尤其喜欢装子老子 此外 软吉嗜酒 常常常笑 又擅长弹琴 每当得意之时 往往忘记世俗礼节 当时的人都说软吉吃 只有族兄软文叶 常常感叹 软吉才能在自己之上 太尉蒋济素文软吉才名 便要征召软吉 开始时 担心软吉这样狂傲的名士 不会就职 后来看到软吉 写了一篇自迁的奏迹 心中大喜 便派人去迎接软吉 可没想到 软吉却离开了 蒋济大怒 于是乡里门都劝软吉 软吉才勉强就任 没过多久 便因病归隐 官府数次征兆 软吉都以疾病为有辞官 软吉本是个有大志向的人 身处未尽之交的乱世 当时很多名士都不能保全自己 软吉于是不问世事 终日饮酒 酣畅淋漓 司马昭为司马炎求取软吉的女儿 而软吉大罪六十天 不能说话 此事便不了了之 终会多次向软吉咨询天下大事 想以此抓住软吉的口实把柄陷害他 软吉同样因大罪得免 司马昭辅政的时候 软吉曾说 我曾游览东平 非常喜欢那里的风土 司马昭听了很高兴 就拜软吉为东平相 软吉骑着旅去上任 到任之后便毁了雅府和居所之间的屏障 使内外遗忘可见 软吉为官 法令清明简约 后来 司马昭又升软吉为大将军从事中廊 当时 有官吏上奏一起儿子杀母亲的案件 软吉说 杀父亲也就罢了 怎么还能杀母亲呢 在座的人都怪软吉胡言乱语 司马昭说 杀父亲是天下众恶之首 怎么能说还可以呢 软吉回答说 秦兽便是知母 而不知父 杀父便如秦兽一般 杀母 连秦兽都不如 软吉听说步兵厨营中 有人擅长酿酒 珍藏了三百壶美酒 便申请去做步兵校尾 软吉不理事务 终日游荡府中 只要有宴会 就一定参加 当时 正逢司马昭辞让家酒席 公亲们都上表劝劲 因软吉文才斐然 便让软吉写劝劲词 而软吉沉醉 忘了这件事 使者来取词表时 他还在服案沉睡 使者催促 软吉挥笔而就 文不佳典 此早清丽雄壮 被当时人誉为奇闻 软吉长笑识相 软吉是酒能笑 喝酒弹琴到得意时 就会忘形长笑 甚至即刻睡去 笑是搓着嘴吹口哨 古时代 笑是一种音乐 有专门的乐章 今已失传 是说新语中说 软吉的笑声 可传几百不远 不拘礼法 洒脱做人 软吉为人轻薄礼法 但言论却都玄妙幽远 从来不肯脏皮人物 软吉十分孝顺 母亲去世时 她正与人下围棋 得到消息后 对方便要收局 软吉却坚持把棋下完 下完棋 软吉饮了二豆酒 继而举声哀嚎 竟然吐血数声 母亲下葬时 软吉吃肉喝酒如常 绝别时也没有什么言辞 却纵声哀嚎 再次吐血 整个人行销骨悔 险些没了理智 裴凯等人前去吊咽 软吉披着头发 双腿插开坐着 目光呆滞 后来有人问裴凯说 凡事吊咽的 都是主人哀哭 宾客行礼 软吉都没哭泣 您为什么哭啊 裴凯回答说 软吉是方外之士 并不尊崇礼典 我是凡俗之人 所以要遵守礼仪 从前软吉 如果碰到尊奉礼法的俗人 便用白眼相对 激喜来吊丧时 软吉就做白眼 激喜的弟弟姬康听说后 便带着酒携着琴来到软吉家 软吉很高兴 所以 那些手里的士大夫 对他们极恶如仇 司马昭却常常回护软吉 软吉外表坦荡 内心醇厚 一次 嫂子要回娘家 软吉看到后 与嫂子道别 这件事为世人讥讽 软吉却说 离法起事为我所设 林家少妇相貌美丽 当炉姑酒 软吉喝醉后 便躺在那少妇之侧 软吉不以为意 那少妇的丈夫 也毫不生疑 军事家中 有一个很有彩色的女孩 未嫁便去世了 软吉并不认识她的父兄 便静止跑去痛哭 挨尽而还 软吉常常信不读嫁 当无路可行时便痛哭而返 她曾经登临广武 俯瞰当年楚汉相争的古战场 探西道 当时没有真正的英雄 才使数字成名 软吉曾作《勇怀诗八十余篇》 为当事人称道 映著有达庄论 阐述无为思想 曹魏景元四年 263冬天 软吉去世 终年54岁 不拘礼法的狂逝 软贤 自重容 其副官至太守 她任性放达 不拘礼法 与叔父软吉 共由于竹林之中 那些秉承礼法的士大夫 都讥讽她的行为 软家是当地大户 多数人都住在道北 而软贤与叔父软吉 住在道南 北软富贵 而南软贫穷 每年7月7日 到北的软家人都要晒衣服 挂出来的都是锦起 灿然夺目 软贤却挂出一个寒酸的短裤 有的人很奇怪 便问软贤为何如此 软贤说 我也不能免俗 就将就着挂出一件东西吧 软贤曾认散其侍郎 山涛推荐软贤时说 软贤忠贞寡欲 认得世间清浊 世间万物都不能改变她的志向 见五弟司马炎却以软贤丹逆饮酒 性行虚服而没有启用她 作为一代名士 软贤的行为也很不羁 母亲去世时 软贤纵情悦礼 软贤姑姑有一个婢女 与软贤感情很好 姑姑也答应将婢女留给软贤 可临走时 婢女却跟姑姑走了 当时软贤正在会见客人 听说之后 竟然骑着客人的马 把那婢女追了回来 大家说到这件事 少不得又是一番非议 软贤安息音律 擅长琵琶 处事不与人相交 只是乐于私逐燕饮而已 后来 软贤出任史平太守 终老而死 广陵觉想姬书业 姬康 自书业 乔国志 是金安徽宿州境内人 姬康少年丧富 身负奇才 智取超群 身高七尺八寸 文采华美 仪表不凡 但却从来不重视外表 毫不修饰 但人们都认为她有龙凤之姿 天智自然 姬康性格恬静 清心寡欲 宽宏大量 学东西能无师自通 博览群书 擅长老子 庄子 姬康的妻子是曹魏宗氏之女 她评宿修身养性 弹琴勇诗 自足于胸怀 姬康认为 神仙秉承自然 并不是学习就能达到的境界 只要导引修养得到 便可以像安妻、彭祖一样 于是便写了养生论 姬康胸襟之广阔 常人难以企及 能与她神交的 只有陈柳软吉 河内山涛 又与河内相秀 佩国琉玲 软吉的侄子软贤 狼牙王荣等人共有竹林 便是世人所谓的竹林七贤 王荣曾说过 她与姬康在山羊共住了二十年 没见过姬康高兴 恼怒之色外露 姬康常为心神所感 遇到一些优异之事 她在山中采药时 常常自得其异 忽而忘形 路过的侨夫看到了 都以为是神仙 姬康曾跟随孙登出游 孙登沉默自首 不言不语 姬康离开时 孙登才说 你性格刚烈又有才华 看来免不了会有灾难 姬康又曾与王荣共入山中 王荣先前扶持了五弹伞 留了一半给姬康 可等姬康来的时候 五弹伞已经化为石头 后来 王荣又在一间石室中看到一卷书 等他叫姬康一同过来的时候 书却不见踪影 王荣感叹道 书页志趣与众不同 所以才屡屡失之交臂 这是命啊 山涛升任吏布侍郎的时候 曾举荐 代替自己为大将军从事中郎 姬康因此写下了千古名篇 与山剧圆绝交书 表明心智 东平屡安一向佩服姬康雅量高智 只要一思念姬康 便不辞持价千里去看望姬康 姬康对他也很友善 后来屡安被其兄长吕迅冤枉入狱 姬康为他申辩并受到牵连 姬康一向谨言慎行 入狱后却写了忧愤诗抒发胸中之欲解 高一图唐孙卫 此画为卷本设色 纵45.2厘米 横168.7厘米 刘存至今也只是残卷 七贤中还剩四贤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画中从左至右分别是软吉 刘灵 王荣 山涛 他们身旁视力的童子分别抱方斗 拓壶 书卷 琴 千古觉想 姬康早年加贫如喜的时候 忠惠曾来拜会他 姬康却不起身行礼 物字在树下断铁 忠惠要离开时 姬康才问他 听说什么才来的 看到什么才离去的 忠惠说 听说了我听说到的事情而来 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事情而去 忠惠以此为恨 后来 姬康下语 忠惠便对司马昭说 姬康是卧龙 您不忧虑天下 只忧虑姬康 非但如此 忠惠还陷害姬康说 姬康本要助冠邱简叛逆 幸好有山涛的规劝才作罢 昔日齐国朱沙化世 鲁国朱沙邵正卯 就是因为他们霍乱当时 姬康 吕安等人言论放荡 经常诋毁时政 成就帝王工业的人是不能容忍他们的 应该除去他们 这样风化才能淳朴 司马昭竟然听信了中会的谗言 判了姬康死刑 姬康行刑前 三千名太学生为之请命 请求让姬康做他们的老师 但未获准许 东市行刑的时候 姬康看了看太阳的影子 向人要了一把琴弹奏千古绝唱广陵伞 他说 以前袁康你要跟我学习广陵伞 我没有交给他 没想到今日广陵伞就要永绝于世了 相传姬康早年游学洛阳时 晚上留宿在华阳亭 引擎而谈 这时 有客来访 这人自称是古人 与姬康一起谈论音律 言辞清雅 这人为姬康弹奏了 这曲天籁绝音广陵伞 声调绝伦 之后 这人将这首广陵伞传授给姬康 姬康发誓 绝不将此曲传给别人 姬康之死 海内人士无不痛惜 醒悟之后的司马昭也每每后悔 竹林七贤 未尽才子阮吉 姬康 山涛 象秀 琉玲 王荣 阮贤七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 今河南徽县 休武一代 竹林之中 肆意酣畅 世卫 竹林七贤 在司马氏和曹氏争权的时代 他们大都弃经典而上老庄 灭礼法 而重放达 一心想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找精神寄托 用清谈 饮酒 洋狂等形式来排浅苦闷的心情 心向山林的玄学大师 象秀 自子七 和内淮 今河南武至西南人 他为人清雅有悟性 且有远见着实 雅浩老庄之学 庄子内篇 外篇 共计数十篇 历代阅读低视人不能概括其宗旨要义 象秀则为庄子做主 加以解释 引发齐趣 振起玄学之风 让阅读老庄的人能够从内心领悟 到了晋慧第一招 郭向进一步补充象秀的庄子柱 这样 社会上如墨之学渐渐没落 到家之学兴起 象秀刚开始做主时 姬康不以为然 说 这书不用再行做主 一旦有了柱 反倒妨碍人们阅读 等到庄子柱完成时 象秀拿给姬康看 说 这不比以前更好吗 之后 象秀又与姬康谈论养生 激发了姬康的高论雅致 姬康善于断铁 象秀常常阻住他 两人相对欣然 旁若无人 忠慧便是因此受辱 最终陷害姬康 象秀也曾与吕安 姬康一起在山羊交灌田园 姬康被杀之后 象秀来到洛阳 司马昭问他说 听说你素有如许游般 归隐山林的志向 怎么现在会出现在这里 象秀说 潮富 许游 不过是倦戒的狂士 并不了解姚帝求贤的心情 所以才归隐山林 没什么值得羡慕效仿的 司马昭听了非常高兴 象秀也就此开始了仕途之路 做了官的象秀 再不能畅达心意 他思念就有姬康 吕安 写下明天司救父 疏解心情 后来象秀官至散其侍郎 转皇门侍郎 散其常侍 虽然在朝 却并不在任 最后 象秀也未能实现归隐山林的夙愿 而是死于任上 刘芳千古的九徒 刘灵 紫伯伦 佩国 金江苏佩县人 身高六尺 容貌十分丑陋 为人放矿四义 胸襟开阔 沉默少言 不常与人交往 与阮吉 姬康相识之后 隐为知己 欣然相交 携手共游竹林 刘灵常常乘着一辆路车 带着一壶酒 找一个人扛着锄头跟随她 说 我如果死了 埋了我就行了 有一次 刘灵口渴难耐 便向妻子锁酒喝 妻子倒了酒 毁了酒句 哭着劝刘灵说 你喝酒太多 不是养生之道 应该戒酒了 刘灵回答说 你说得对 但我不能克制自己 只能在鬼神面前立誓了 你准备些酒肉祭奠鬼神 她的妻子为她准备了酒肉 刘灵跪下捣住说 天生刘灵 因饮酒而出名 每次饮一壶 舞斗之后 酒醉自省 妇人的说辞 您可不要听啊 说完 竟然将酒肉吃了 直到憨然沉醉 刘灵曾因醉酒 和人起了冲突 对方履起袖子 挥着拳头 刘灵慢慢地说 我受得如同鸡肋一样 不足以安慰你的拳头 那人听罢大笑 此事便这样做罢 刘灵虽然放任 却不失机智灵活 评速不怎么涉猎文学 传世的只有一篇酒得诵 后来做官 官至建威参军 她经常宣扬无为思想 最终竟已长寿终老 象牙雕刘灵醉酒 论赞 史晨曰 如果智学为非常之道 万物就融会贯通 尽则不追名逐利 退则保持纯真 他们尊崇庄子的放矿通达 此封雄殿 是世间荣华为无物 富贵如粪土 清灭王侯的高官厚禄 阮吉 姬康畅游于竹林之中 游灵已久为友 鸟是世俗礼教 至于姬康给山涛写的书信 阮吉所创大人先生之传 都是不与世间名流为念 姬康广灵之觉想 阮吉义气之图存 他们雅善如此 当然不通风俗 虽然被罩在朝为官 却难有什么建树 也许追寻他们的足迹 或能看到闪光之处 赞曰 老子 孔子的学说各有所长 各存齐趣 道家思想的精髓便在于无为 不修礼法 放任而生 以美酒为德 以旋律为本性 如果不是他们沉溺于这种风气 国政又怎么会败坏呢 卷五十四 陆基 陆云列传 陆基 陆云兄弟 江南才俊 将门英烈 少年成名 各有精略之才 远赴异乡 志在安邦报国 却最终卷入乱世风云 淹没在分分合合的历史洪流中 他们是名门之后 未能战死沙场 买个果尸 却最终死于小人之手 天下人莫不溃然叹息 将门后裔 陆基 自世衡 吴郡华亭 今上海松江人 他身高七尺 生如红中 年少时便有异才 文章冠绝当世 专长如数 非礼不为 陆亢死后 陆基接领了父亲所带的兵士 在他二十岁的时候 东吴为西晋所灭 陆基退居故里 闭门勤学 就这样过了整整十年 陆基一家世居江表 祖父和父亲皆为东吴将相 有大功于江表 陆基常常楷叹 孙浩对他弃而不用 于是写了著名的《变王论》两篇 论述了孙权之德和孙浩之事 同时也记述了祖父陆迅和父亲陆康的工业 西晋太康末年 陆基与弟弟陆云一起来到洛阳 造访太长张华 张华素来敬重陆基 对待他就像老朋友一样 说 乏无之意的获利是得到两位俊杰 张华将陆基兄弟推荐给洛阳的诸位公卿 后来太傅杨俊征召陆基为祭九 杨俊扶朱后 陆基累迁太子贤马 铸坐廊 然而 陆基兄弟在洛阳还是备受歧视 泛阳卢智曾当众问陆基说 陆迅 陆康与你是什么关系啊 陆基则说 就好像卢裕 卢婷与你的关系 卢智自讨没趣 事后 陆云对陆基说 我们身在外邦 不相容于人 何必如此不客气 陆基说 我祖父和父亲名阳四海 他能不知道吗 后来 人们都以这件事来评论陆基和陆云的优劣 吴王司马燕出镇淮南 以陆基为狼中令 后来签为尚书中兵狼 转为殿中狼 赵王司马伦辅政的时候 封陆基为相国参军 陆基曾参与忠灭贾秘 被刺绝为关内侯 司马伦篡位被杀后 其王司马炯因陆基职位积要 怀疑他也参与了司马伦叛乱 便捉拿了陆基等九人交付庭位 幸好成都王司马颖 吴王司马燕并立救助 陆基才没被判死刑 但还是被流放边疆 直到遇到大赦 才对以返回 先前 陆基有一只名叫黄尔的狗 陆基对他非常喜爱 陆基激流惊失的时候 很久没收到家书 便笑着对黄尔说 我家没有书信送来 你能为我送信吗? 这只狗 居然摇着尾巴叫唤 陆基便真的将书信装到竹筒中 系在黄尔脖子上 黄尔顺着路向南走 找到了陆基家乡 还把回信带回洛阳 此后 陆基竟然经常让狗送家书 当时中原动荡多难 顾戎 戴若斯等人都劝陆基回到家乡吴郡 而陆基却认为 既然自己有这样的才能和德望 就应该匡扶国家 拯救石南 于是坚持留在京师 陆基嫌恶其王司马炯 为人交金 鞠躬自大 便做了一篇豪氏妇 讽刺司马炯 而司马炯毫无悔悟 最终身败名裂 黄尔记书 清无有如 陆基在洛阳的家中 有一只狗名幻黄尔 陆基将信装入竹筒 套在黄尔的脖子上 聪明的黄尔 会把信送到陆基的吴郡老家中 然后再将亲人的回信给陆基带回来 含冤祸罪 剪除司马炯后 成都王司马颖推功不拘 而且李贤下世 又救过陆基性命 在这样一个多世之秋 陆基认为司马颖可以忠心进士 便决定为司马颖效命 司马颖也重用陆基 其后陆基参与了讨伐长沙王司马懿 被封为后将军 河北大都督 都北中狼将王翠 冠军千秀等将领 及士族二十余万人 陆基认为一个家族中三代为将 是道家的大忌 况且他在东吴灭后入境为官 现在又位居王翠等人之上 这些人不免生出怨心 因此故辞不受 陆基的同乡也劝陆基 将都督之位让给王翠 陆基不禁感叹 若将士们认为我为避贼而动摇不定 大祸会来得更快 临行前 司马颖勉励陆基说 如果能功成是定 你一定会绝封俊功 位置台司 陆基则回答说 昔日齐桓公任用管仲 而建立了九和诸侯的功勋 焉慧王猜一跃矣 导致伐其功亏一溃 决定今天事情成败的关键在于您 而不在于我 司马颖的佐长使卢志 妒忌陆基所受的信任和重用 便在司马颖面前诋毁陆基说 陆基自比管仲 悦意 便是寒沙摄影的 将您比喻为昏聩的君主 自古以来君主任命上将 但凡是陈子凌驾于君主之上的 没有能够成事的 司马颖听罢默然 陆基的队伍从昭歌金河南骑县出发 到河桥 鼓声大作 响彻数百里 其出师盛况 捍卫以来无出其诱 陆基与尊奉天子照命的长沙王司马懿大战于陆院 结果大败 将士们逃往七里剑 死者尸体阻塞河道 河水未知不留 将军贾冷等人阵亡 司马颖手下有个宠臣孟超 是宦官孟九的弟弟 率领一万人 被封为小都督 开战之前便纵容手下士族大肆劫掠 陆基捉拿了肇事者 孟超竟然带了铁骑柏鱼人 直冲到陆基麾下 把人夺了回来 还对着陆基大骂 陆基手下的司马孙整劝陆基杀了孟超 陆基不肯 可孟超却当众诬陷陆基谋反 还写信给孟九说陆基心怀两端 两军临敌时不能迅速决断 两军开战后 孟超又不愿受陆基截度 轻军而尽 结果全军覆没 孟九怀疑是陆基杀了孟超 便在司马颖面前说陆基有意志 孟九的彭党王产 郝昌 龚师藩等人 此外还有千秀 一起指证陆基 司马颖大怒 令千秀秘密逮捕陆基 千秀的兵道时 陆基凯然而对 他脱去戎装 神色自若地说 自从吴朝清赋以来 我兄弟宗族蒙受国家重恩 担任要职 成都王更是为以重任 我甚至推辞不掉 如今却要被诛杀 这真是天命啊 陆基给司马颖写了一张字条 言辞十分凄凉 临行前 陆基欺然凯叹 再也听不到昔日华庭 今上海松江西的仙鹤鸣叫声了 陆基死的时候只有43岁 他的两个儿子也同时遇害 对此 士族们无不悲痛 未知流泪 那一夜 天色昏暗 大雾弥漫 巨风吹折了树干 大雪后过一尺 人们都认为这是陆基蒙冤所致 平复帖 此书帖距今已有1700余年 为中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法书真迹之一 是西晋陆基写给有人问候疾病的一封书闸 民国时期 此书帖险些流落海外 是收藏家张伯鞠以重金购得 才保住了这件国宝 良辰名士 陆云 自是龙 六岁的时候便能写文章 性格清廉正直 很有才能 年轻时与兄长陆基齐名 虽然陆云的文采不如陆基 但在讨论时事方面 却胜过其胸 当时人们把他们合称为二路 东吴的尚书闽红看到陆云后 惊讶地说 这个孩子不是龙居 就是凤楚 吴国被灭后 陆云与兄长陆基来到洛阳 陆基拜访张化 张华问陆云为什么没来 陆基说 陆云有孝极 没敢来见您 过了一会 陆云来到 看到张华的姿态 用脖绳系在胡子上 不禁放声大笑 不能自已 此前 陆云还曾因在船上大笑而落水 幸好有人相救 才幸免于难 到了洛阳没多久 陆云便被任命为太子设人 后出任郡义令 郡义县处于要地 难以治理 陆云到任后 竟使励志肃然 下级不能欺瞒上级 市场上物价统一 县中有人被杀 陆云抓了死者的妻子 却并不讯问 关了十几天便放了 陆云悄悄叮嘱手下人说 他出去不到十里地 便会碰到一个男子与他说话 你们把那个男子绑回来 结果一切正如陆云所料 而那个男子就是凶手 陆云说 他与死者妻子私通 合谋杀了死者 他听说妇人被放出来 便想和他谈谈 又怕李府衙太近被发现 所以要在李府衙很远的地方见面 众人听了无不佩服 称赞陆云神明 可是郡守却极贤度能 常常责备陆云 陆云所幸弃观而去 百姓思念他 在宪舍中设了陆云的画像 后来 陆云在吴王司马燕手下 做了郎中令 在任期间针鞭石壁 多有觐见 成都王司马营讨伐齐王司马炯时 封陆云为前锋都督 后前大将军又司马 司马营晚年昏聩 陆云屡屡劝谏 忤逆司马营 后来又得罪了宦官孟九 陆基被冤杀后 陆云受到牵连 江童 蔡克 早松等人 再三上书求免 司马营有些犹豫 卢智却劝其斩草除根 蔡克为陆云求情 以致叩头流血 又有数十人为他流泪求情 司马营动了侧隐之心 可孟九却扶着司马营回到内室 催人杀了陆云 这一年 陆云四十二岁 论赞 赞曰 陆基 陆云 士经 横之巧楚 少年才俊 英明远迟 风格诚而爽 神情俊而迈 此早华丽 独不当时 言论慷慨 冠绝古今 然而他们的智谋 却不如言辞 他们不了解真正的智义行男 自以为智谋可以安定天下 无愧祖先 可是终究未通世事 尽不能匡扶危难之国 退不能保全自身 奋力于危难之邦 却服侍了平庸的君主 秉承忠义 却不被君主体谅 忠因毁谤生疑 家族覆灭 这是天意 而非人士 卷五十八 周处 周仿列传 经历了西晋短暂的统一 华夏再度陷入战乱之中 在九州崩溪的乱世 新的一批英雄名将走上历史舞台 在卷制浩凡的轻史上留下铿锵壮丽的笔墨 两进之际堪称忠永良将的 当属取义成人的周处和忠兴名将周坊 契恶从善 周处 自子隐 一兴阳县 金江苏一兴人 父亲是东吴时期名将周坊 曾任鄱阳太守 周处少年丧父 十几岁的时候便力气过人 喜欢纵马打猎 却不注意细节 纵情放肆 简直就是当地遗害 周处曾经问乡亲们说 现在天下太平 五谷风登 为什么大家还闷闷不乐 父老叹息着回答 三害未除 何乐之有啊 周处好奇 问三害是什么 对方回答说 南山的白鹅猛兽 长桥下的蛟龙 加上你 并称三害 周处说 这样的祸患 我可以将之除去 父老说 你若真能除害 那就是我们这个郡的姓氏 这并不仅仅是除害而已 于是周处来到深山中 射杀了猛兽 又跳入河水中与蛟龙搏斗 蛟龙沉沉浮浮 游了数十里 而周处始终没有放弃 就这样过了三日三夜 人们都以为周处死了 便互相庆贺 没想到周处最终杀了蛟龙 当他回到乡里 看到乡亲们庆祝的场面 才知道自己 真的是乡亲们的祸患 周处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 便来到吴郡 寻找当时文明侠耳的陆氏兄弟 寻求指教 周处对陆云说 我想修德 可是年纪也不小了 恐怕来不及了 陆云说 古人以招文西改为高尚的品格 你还是有前途的 况且 大丈夫只忧不立志 何患不显明 在陆云的古力开解下 周处开始励志好学 不仅颇有文思 更重要的是志在忠义 雄烈 岩碧忠信克己 舍身复国难 几年之后 周处出世 当了东关左城 吴主孙昊末年 出任吴难都 西近平灭吴国后 王魂在剑叶宫中喝得鸣鼎大醉 对吴仁说 各位亡国之后 就不伤心吗 周处说 汉末天下分崩 三国鼎立 魏国比吴国亡国的还要早 亡国的悲伤又岂止一人 王魂听罢大为羞残 吴王后 周处来到洛阳 做了新平太守 在任期间 周处安抚联合周边戎敌等少数民族 反叛的枪族也归附了 雍州一代百姓无不赞美周处 后来 他又出任广汉太守 广汉郡立志多年松懈 有的事务积压了三十年 而不能决断 周处上任后 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这些陈年旧案 后来 周处因母亲年老 而辞官回乡 后来 周处被任命为楚内使 还没上任 就被争败为散其常侍 周处说 古人说辞大不辞小 就这样 周处去楚郡当了内使 楚郡忠心就居民杂居 风俗各异 周处便敦教礼仪 并将那些无人收敛的死者 和暴尸荒野的白骨安葬 在楚郡大治之后 周处才离开这里 就职散其常侍 远近之人进阶成坛 做了散其常侍后 周处多有觐见 升迁为御史忠诚 周处中正耿直 即便是宠臣权贵有错 也弹劾不悟 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低人其万年造反时 那些怨恨周处的大臣 以周处是名将之后 忠烈果义为由 推荐周处出征 欲将周处陷于必死之地 福波将军孙秀对他说 你可以以母亲年老为由 推辞掉这件事 周处回答说 忠孝难以两全 我已经告别父母侍奉君王 父母还能得到我这个儿子吗? 今日我死得其所 其万年听说这件事后说 我素知周处其人 文武兼备 如果他这次统兵来战 必定势不可当 可他现在受制于人 则会败于我 指挥的征锡大将军是梁王司马戎 周处曾经弹劾过司马戎 他料定司马戎一会陷害自己 然而他认为自己身为仁臣 竭尽忠诚 不该推辞 于是慷慨上路 治不生还 当时 其万年部署七万人 屯兵梁山 夏侯郡却逼迫周处率军五千人攻击梁山 周处断然拒绝 说 大军没有后继便贸然出击 一定会打败仗 就算是死了 也会令国家蒙羞 随后 司马戎再次下令让周处出兵 周处无奈 只好攻打齐万年 开战前 周处手下士卒 还没来得及吃饭 就被司马戎催促着出发 周处知道 这场战斗定然惨败 长叹复失 凯然出战 这惨烈的遗异 持续了一整天 周处军斩将杀敌 数以万计 然而因缺少后继 终于攻断剑绝 左右的人都劝周处后退 周处按着剑说 这是我为国尽忠效命的日子 怎么能退兵呢 古代的良将 只要受命 便是报定必死的决心 现在我们的军队将领 各怀鬼胎 军威不振 我便当以身殉国 就这样 英勇洪烈的周处 最终立战而亡 除三害 这幅清末明初时期的苏州桃花物年画 描绘了西晋人周处楚虎 斩交的故事 中兴名将 周仿 自是达 祖籍汝南安城 今河南援阳西南 汉末乱世 周仿的祖先来到江南避乱 传到周仿 已经是第四代了 西晋平无后 周家便定居在卢江巡阳 今湖北黄梅 周仿的祖父周转 是吴国的威远将军 父亲周敏官至左中郎将 周仿年少时性情沉稳刚毅 又谦逊忍让 做事果断 为人慷慨 散尽家财 周济身边的人 周仿曾做过县工曹 陶侃又推荐 他为主部 两人关系很好 还结为儿女庆家 后来 周仿举笑脸 凡有征兆 皆不应征 东进原地司马瑞渡江南下后 周仿参与镇东军务 当时有一个和周仿同名的人犯了死罪 负责的官吏却没搞清楚 捉拿了周仿 周仿奋力反抗 打走了前来的数十人 然后自己到司马瑞面前请罪 但司马瑞并没有惩罚他 不久 司马瑞任命周仿为杨烈将军 领兵一千二百人 驻守寻扬恶灵 与甘卓 赵佑 一起讨伐华裔 周仿部下的武将 与华裔挥下的武昌太守冯毅勾结 周仿杀了这个武将 冯毅率不攻打周仿 结果 被周仿打得大败而归 冯毅远顿柴桑 金江西九江 周仿乘胜追击 华裔派他的同党王约 副闸率领一万人接应冯毅 双方展开一场恶战 周仿再次战胜冯毅 周仿与甘卓会施后 与华裔的水军交战 大败华裔 华裔手下不将周广烧了城池 华裔所不溃败而逃 最后还是被周仿寻访捉到 周仿斩杀华裔 平定了江州 持刀逃勇 西晋 西晋时期 门阀大族仍然像汉末时期一样 拥有大量私兵 于是在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墓葬中 墓主人为了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 往往随葬这种陶制的兵勇 智勇过人 司马瑞任命周仿为镇武将军 巡洋太守 并特赐鼓吹 躯盖等仪仗 之后再次任命周仿出兵征讨杜涛 杜涛做局高来攻打官军的船舰 周仿做了长期承来抵御杜涛的攻击 成功地遏制了局高的威力 杜涛秘密从青草湖包抄官军后路 与此同时又派部将张燕攻陷了豫章焚烧成意 周仿在全臣王敦的帮助下大败敌兵斩杀张燕 在这场战斗中周仿中了流屎折了两颗门尺 可他依旧颜色不变指挥若定 天色渐晚时周仿与敌人隔水对峙 敌军数量是周仿的数倍周仿自知不能立敌 便悄悄派人装成砍柴人而出 然后列阵鸣鼓 大呼左军来了 由此军心大震高呼万岁 周仿又让士族们在夜间多多生火做饭 敌人以为援军真的到了 没等到天亮便自己退兵了 周仿料到敌人知道自己虚张声势后 一定会再来追赶便命令大军迅速渡江 最后毁掉桥梁 果然当敌人发现被骗并追赶到江边时 只能望着断桥星探最终回到湘州 周仿再次出动水师 直抵覆口 杜涛派杜红领兵到海昏 周仿带着水师直逼湘城 敌人退保卢陵 周仿派兵围困卢陵城 杜红无奈 只好将城中的宝物扔到城外 趁着官军竞香捡脸财物时突出重围 一路逃窜到南康 林鹤 周仿一路追杀 为了表彰周仿的功劳 司马瑞加封周仿为龙湘将军 同时 王敦也上表 推荐周仿为豫章太守 后来朝廷下诏 命周仿镇守荆州 周仿身为日龙 王敦开始猜忌周仿 王敦的手下劝王敦亲自统领荆州 改派周仿守梁州 周仿大怒 却只能改赴襄阳 周仿志勇过人 为忠心名将 却性情千功 从来不曾夸耀自己的功劳 有人对他说 人们有了一点小的成绩 便会向人夸赞自己 你有这样的大功劳 为什么没说过一句话 周仿说 那都是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结果 我有什么功劳 从此 将士们更加敬重他 周仿志在克服中原 重不下也愿为他笑死命 周仿极恶如仇 他素知王敦有谋反之心 美美提及 无不切齿 中周仿一世 王敦都不敢胡作非为 东晋大兴三年 三百二十 周仿去世 中年六十一岁 论赞 史晨曰 仁义并没有一定的模式 旅行者极为君子 背弃者就是小人 周处曾经是乡里遗骇 放荡无忌 可最终克己向善 舍生取义 殉国身亡 可以说是忠心守节的贤士了 周仿文武兼修 在宗庙清颓之际 平定香 罗等帝 则被子孙 被推为忠心名将 卷五十九 八王列传 二百八十年 西晋占领东吴都城建业 结束了汉末以来近百年的桑乱纷争与飘摇动荡 然而 西晋的天下一统 并未给九经分裂战乱的中华大帝带来长治久安 短短的二十六年后 天下再次陷于乱世战火 中国历史进入最混乱的五湖十六国时期 一个始于八王之乱的乱世 乱世诸王 汝南文成王司马亮 自子义 是晋宣帝司马义的第四个儿子 少年时便很有才干 曹魏时先后历任三齐侍郎 东中郎将 左将军 加三齐常侍 镇西将军 司马延代位后 封司马亮为伏封郡王 十亿万户 都督关中庸 梁朱君士 司马亮的仕途几经臣服 贤宁三年 二百七十七 喜封汝南王 封镇南大将军 都督御州君士 开府 甲捷 没过多久 又被争为士忠 辅军大将军 领后军将军 晋武帝司马延病重时 又有进风 深受司马延信任 却遭到外戚杨骏的排挤 杨骏死后 司马亮攫取了朝廷政权 但却始终没能逃脱身死人手的厄运 楚隐王司马伟 自厌度 是晋武帝司马延的第五个儿子 最初被封为史平王 担任屯齐校尉 太康末年 喜丰楚王 都督荆州诸君士 平南将军 转阵南将军 司马延去世后 入朝为魏将军 领北军忠侯 家世忠 行太子少傅 少年时期的司马伟性格果敢锐利 在任时又立了威名 朝廷上下都对他有所忌惮 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冠一致认为 司马伟性情乖利 不堪大用 建议司马延将司马伟遣回封国 司马伟心中愤愤不平 与人合谋 扳倒辅政的司马亮和魏冠 然而 司马伟终究没能在纷繁复杂的政权角逐中 全身而退 被假后射击诛杀 赵王司马伦 自子仪 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 不学无术 曹魏嘉平初年 绝风亭侯 后出世为建议大夫 司马延代位后 封司马伦为狼牙王 他曾做事论罪 因是宗室而免受处罚 贤宁年间 改封为赵王 元康初年千征熙将军 开府 镇关中 司马伦治君 行赏有失功允 所辖的低族 羌族人 相继反叛 于是朝廷召司马伦回京 不久便被败为车旗将军 太子太父 司马伦刻意攀附贾家 侍奉贾后 十分殷勤谄媚 深得贾后信任 贾后等人废除太子后 司马伦执掌重兵 以为太子报仇的名义 再次发动宫廷政变 废掉贾后 独揽朝政 风光一时 最后 得意忘形的司马伦 竟然废掉晋惠帝司马中 自己做了皇帝 所谓物极必反 乐极生悲 司马伦很快便成为乱世中 又一位石冠命俭的宗室王侯 落得身败名裂 祸及子孙的悲惨下场 齐王司马炯 自警制 是县王司马优的儿子 少年时便以仁德恩惠著称 常常政绩不失 颇有奶腹之风 当年司马优病重的时候 司马炎并不相信 派太医诊治 太医们都说司马优没病 然而没过多久 司马优却真的病逝了 司马炯嚎啕着痛诉父亲 被这些太医加害 于是司马炎下令杀了勘诊的太医 元康年间 朝廷拜司马炯为散其常侍 领左将军 义军将军 甲后专善朝政 司马炯与赵王伦 逆谋废甲后 被禁封为游姬将军 司马炯对这个官位并不满足 因此贤恨 司马炯的这些心思 被司马伦的心腹孙秀识破 孙秀忌惮司马炯 便使司马炯离开京师 出任平东将军 镇守许昌 司马伦篡位后 封司马炯以高官 希望用这种方式笼络 司马炯 而司马炯却联络了 如当年的司马懿祖孙辅佐曹魏时一样 一时间位及人臣 然而 在这样一个政权动荡的时代 司马炯很快便成为众矢之帝 他被长沙王司马懿率兵打败 身首益处 祸及三族 晋惠帝司马忠 晋惠帝天生于顿 皇后贾南风搅乱朝政 终于在291年至306年发生了八王争权的内战 史称八王之乱 长沙利王司马懿 自适度 是司马炎的第六个儿子 太康十年289 受封为王 拜元外散其常侍 司马懿虽然年轻 却很孝顺 司马炎去世时 他悲痛欲绝 楚王司马伟奔丧时 朱王皆家道迎接 只有司马懿一个人在灵前痛哭 司马懿曾参与司马伟诛杀司马亮和魏冠之事 事后 司马懿哭着说 楚王受召命行事 因此我才跟随他 怎么会知道他是做错了呢 司马伟被杀后 作为同母的弟弟 司马懿被贬为长山王 回到封国 司马懿身高七尺五寸 为人开朗果断 无论才能 力量 都无与伦比 而且待人谦虚 李贤下世 因此声望很高 三王司马 司马颖 司马炯起兵讨伐司马轮时 司马懿也举全国之兵呼应 一路上过关斩将 刚毅果敢 事成之后 司马懿因公被封为辅军大将军 领佐将军 不久又签为票绩将军 开辅 赴为长沙王 司马懿专权后 司马懿曾对成都王司马颖说 这个天下是先帝的基业 您有责任守护的 当时听到这句话的人 无不惊惧 后来 在减除司马炯的斗争中 司马懿再次以其勇武果敢 取得了胜利 即令如此 司马懿仍然没能免身乱世 最终被求而死 终年只有二十八岁 他死前冤痛之声传出很远 三军将士无不为之垂类 成都王司马颖 自张度是司马炎的第十六个儿子 太康末年被封为王 十亿十万户 官封岳其校尉 加散其常侍 车其将军 全臣贾密 曾与太子争道而行 恰巧被司马颖看到 他力声呵斥贾密说 太子是国家的储君 你贾密怎么能如此无礼 贾密很惧怕司马颖 于是将他外任为平北将军 镇守叶城 在一系列政变之后 司马轮篡位自立 司马颖与司马炎 一起发兵讨伐司马轮 赢回晋惠帝司马中 当权后的司马炎 交涉自役 专政弄权 司马颖便再次发动政变 诛杀司马炎 此役之后 司马颖又联合合间王司马炎 剪除长沙王司马颖 排除一己后 司马颖掌控朝政 挟持晋惠帝 自立为皇太帝 幽州刺使王逊 联合乌环 鲜卑 讨伐司马颖 在新一轮斗争中 司马颖功败垂成 自义而死 年仅28岁 月瑶青幼堆塑贴花动物文古仓冠 西晋 这是一件陪葬用的名气 又称魂平 意在希望牧主人死后 能过上苍满粮食的应妇生活 灌高42厘米 分为上下两部分 上部分有楼阁、雀门、坐勇、狗、羊等 堆塑错落有致 下部分为灌体 灌尖上有龟、鱼、和蟹 和尖王司马 自文仔 是安平县王司马福的孙子 太原列王司马归之子 贤明二年276继承父亲爵位 一年改封为和尖王 少年时代的司马 便有清玉之名 清钱财重世人 朱王进京朝拜时 司马颜称赞司马刊当朱王仪表 元康初年 司马被封为北中狼将 元康九年 二百九十九代梁王为平夕将军 镇守关中 按照西晋的规制 只有皇帝的嫡系亲属 才能镇守关中 司马原本没有镇守资格 但朝廷却考量其才干 将这一重任交给他 司马轮篡位后 司马与司马颖一起起兵响应司马炯 随着司马日益作大 司马炯又受密诏讨伐司马炯 后来又大败司马义 其部将张芳拥兵自重 挟持进会帝司马中 引起重怒 虽然司马炯杀了张芳 可还是不能改变自己 逐渐滑进斗争漩涡的命运 在最后与东海王司马月的角逐中败己 死于非命 东海孝宪王司马月 自元超 是高密王司马太的次子 少年时便有很高的声誉 为人谦和简朴 平素就如同平民不一一样 封国内外的人无不效仿 司马月早年出世时为其都尉 入世东宫 进封官爵 在讨伐杨骏时立了宫 封武千户侯 千散其常侍 辅国将军 尚书幼蒲叶 领游姬将军 世忠 加奉车都尉 后封为东海王 永康初年 封为中书令 千司空 领中书奸 八王之乱中 建惠帝司马中一度迁都 后 又被张芳挟持 司马月联合诸侯及鲜卑人 迎司马中回归洛阳 建怀帝司马赤即位之初 以司马月为辅政大臣 司马月是八王之乱中唯一的存活者 然而他所得到的 只是一个满目疮痍 风雨飘摇的政权 还有来自北方日渐强大的少数民族的威胁 而司马月却将这微如泪卵的政权推向更深的冤谷 最终使得朝廷动荡 天怒人怨 司马月幽据成吉 于永家五年三百一十一 并是 八王之乱 西晋初年 为了防止全臣篡权 建武帝司马炎大肆分封同姓为王 授以兵权 镇守四方 可司马炎万万想不到 就是这些曾经保疆守土的同姓兄弟 会在他身死之后 争权夺势 令保经风霜的中华大帝 再次陷入纷飞的战火 一个短命的王朝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司马炎去世后 继位的司马中资质奴 外戚杨俊独揽朝政 早有政治野心的贾后 为了贾氏家族的利益 发动政变 诛杀杨俊 然而 杨俊之死并未满足贾后的初衷 朝廷政权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朝廷元老魏冠手中 于是 贾后联合了功勋卓著 素有威名 却受司马亮排挤的楚王司马伟 诬陷司马亮和魏冠有费力之谋 矫召派长使公孙红和将军李兆连夜围捕司马亮 司马伟下令 能斩司马亮者必有重赏 就这样 一向以忠义自持的司马亮死于乱军之重 这时 有人劝说司马伟趁势一并诛杀假模 郭章 司马伟犹豫不决 没想到第二天 司马中竟然下旨宣布司马伟缴照 那些跟随司马伟的人看到司马中的照命后 纷纷离开司马伟 司马伟孤立无援 窘迫不堪 身边只剩下一个十四岁的仆人 司马中下令照司马伟回迎 将之拿下 交付廷尉 以剿诏 诛杀 朝廷重臣等罪名杀了司马伟 司马伟死后 贾后一旦属鸟 终于如愿以偿地 攫取了梦寐以求的政权 为了进一步巩固贾家势力 贾后害死太子 同样包藏野心的赵王司马伦便以此为由 打着为太子报仇的旗号发动政变 他联合了梁王司马同 齐王司马炯一起起兵 于永康元年三百四月的一天夜里 矫照入宫 将司马中劫持到东唐 然后用司马中的名义下诏 传甲密入宫 就地斩首 控制后宫之后 司马伦派人捉拿甲后 废为数人 将其囚禁在洛阳城西北角的金庸城中 迫使他自杀 一夜之间 司马伦大权在握 野心膨胀 竟然逼迫司马中善位 永宁元年三百零一 司马伦篡位称帝 他在黄袍加身的那一刻 便将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一时之间 司马伦成为众矢之地 诸王 大臣纷纷反对 为首的便是齐王司马炯 司马联合玉州刺史何旭 龙襄将军董爱等人 起兵秦王 驻守叶城的成都王司马颖 和镇守关中的河坚王司马瑜 也举兵响应 在最初的战斗中 司马炯屡败于陶鲁将军张红 只得退守影音 不久 左将军王瑜等人带兵攻破皇宫 杀了司马伦的心腹孙秀等人 将司马中迎回宫 最后在金庸城赐死司马伦 之后 朝廷政权自然落入司马炯的手中 司马炯以大司马之名辅证 染指权力的司马炯再也不肯轻易放手 他武断地历年仅八岁的清和王为太子 以求长期专善朝政 智得意满的司马炯日益娇奢 沉眠酒色 任人为亲 刚愎自用 诛杀大臣 引发了重怒 和监王司马于上表司马中 列举司马炯的几大罪状 扬言出十万兵马清军策 成都王司马颖 长沙王司马懿等人响应 将军李寒屯兵阴 张芳兵至新安 司马懿则杀入宫中 封闭宫门 宣读天子诏书 攻打大司马府 司马炯派董爱营战 司马懿则纵火焚烧千秋门 神武门 双方在洛阳城中展开激战 死者无数 最终 司马炯兵败秦 被斩首示众 暴施三日 玉珠握进 玉握是墓主人下葬时 握在手中的随葬品 象征墓主人手握权力和财富 这件玉握长11.7厘米 古代贵族有墓中陪葬玉的习俗 认为它能保护尸体不坏 珠氏财富的象征 在东汉到两晋时期 诸是最流行的玉握样式 司马炯死后 西晋政权落入长沙王司马懿手中 司马懿手握权柄 却事无巨细都要咨询成都王司马颖 在诸杀司马炯事件中 和奸王司马瑜和李涵原本拥戴司马颖称帝 以为势力弱小的司马懿不会取胜 可没想到司马懿不仅大获全胜 还掌握了朝廷政权 于是司马懿密谋铲除政敌司马懿 他们暗中指使李涵 世中冯孙和中书令辩粹等刺杀司马懿 结果事情败露 司马懿只能联合司马颖起兵 泰安二年303 司马懿的部将张芳领兵7万 与司马颖的20万大军一起攻入洛阳 双方在洛阳展开连续数个月的大战 其间 朝中大臣和司马懿都曾尝试和解 但司马颖提出杀掉黄斧商等人才能罢首 司马懿拒绝 于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一直持续到第二年 司马懿虽然打了多次胜仗 但洛阳城中的积蓄却越来越少 士族疲蔽 但将士上下一心 誓死效忠司马懿 没想到在紧要关头 东海王司马懿担心司马懿兵败自己受牵连 暗中捉拿了司马懿 将他囚禁在金庸城 成都王司马颖终于进入洛阳城 官封丞相 胁迫司马中封自己为皇太帝 并将政治中心迁往自己驻守的叶城 此举引发了司马懿的不满 司马懿挟持司马中北上 讨伐司马颖 结果大败 司马中也被司马颖俘获 司马懿逃回封国 紧接着 安北将军王率领联军攻破叶城 司马颖与司马中逃往洛阳 转赴长安 永兴二年305 司马懿从山东出兵 击合奸王司马瑜 迎回司马中 先后斩杀司马颖和司马瑜 取得了最后的政权 就这样 持续了十六年的诸王之战结束了 同时 西晋王朝国力耗尽 百姓流离失所 少数民族相继崛起 中原进入动荡的五湖十六国时期 论赞 赞曰 赞曰 司马量总揽朝政 司马尾因怀不满 最终两人都死于非命 司马轮为人愚昧 却窃取政权 坚定为患 终于也已被诸告中 司马原本英武雄烈 却没能见数得正 实在是可悲 司马懿以忠诚报效国家 最后却功亏一筷 惨死收场 司马颖 司马瑜 以秦王为名 出兵争权 却是穷是威 在乱世中败亡 至于司马越 只是乱世中的一个恶臣 目无君主 败坏国家 劳民伤财 卷62 刘坤 祖替列传 西晋勇家五年 311 匈奴男亲 掳获近怀帝 晋王朝内忧外患 宗室举国南迁 偏安易于 中国进入历史上最混乱的东晋五湖十六国时期 面对山河沦陷 亲友惨死的国仇佳恨 很多爱国武将建制北方 誓死收复中原 回归故土 他们中最负盛名的便是文姬齐武的刘坤和祖替 历经丧乱 刘坤 自月时 中山魏昌 金河北定州人 是西汉中山晋王刘胜的后人 其祖父刘迈 有经国之才 官至相国参军 散其常侍 父亲刘藩性情清高简朴 曾为光禄大夫 少年刘坤 形容英俊 以熊烈浩爽而闻名 26岁时出世 为私利从事 刘坤擅长文父 曾鲁将军石崇在河南金谷建有宅邸 其建筑装修冠绝一时 石崇邀请了很多文士 中日复诗 刘坤便在其中 而且他的文章颇受人们嘉许 贾密参馆朝政 京师的世人无不倾心相投 石崇 欧阳健 陆基 陆云等名流 都降结依附 刘坤兄弟亦在其中 这些人号称二十四友 后来 刘坤做了太尉院 与签著作郎 太学博士 尚书郎 赵王司马伦执政期间 刘坤因与他有殷亲 很受重用 成都王司马颖 和奸王司马 齐王司马 齐王司马炯 讨伐司马伦时 刘坤被任命为冠军将军 率兵三万人 抗击司马颖 双方在黄桥展开恶战 刘坤大败 不得已焚烧了桥梁以求自保 司马伦败王 齐王司马炯辅政 非但没有追究刘坤辅佐司马伦之事 还对齐为以重任 东海王司马越当政后 任命泛阳王司马骁代替刘乔为豫州刺史 刘乔起兵反抗 刘坤奉命率领精锐骑兵救援司马骁 尚未到达 而司马骁以大败而逃 刘坤遂与司马骁一起奔赴河北 父母却陷于刘乔之首 司马骁领祭州后 派刘坤往幽州 向王逊借兵 渡河击败刘乔 接回父母 紧接着一鼓作气 大败司马颖锁部 斩杀大将石超 收降吕朗 从长安迎回晋惠帝司马中 永家元年307 刘坤出任兵州刺史 加震威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 此时的冰州 北部有刚刚兴起的匈奴首领刘渊 建立的汉政权 刘坤到达晋阳 金山西太原时 这里已然是一座空城 满目萧条 府衙寺院焚烧殆尽 尸横遍野 存活的百姓 无不及锦雷弱 晋阳府内荆棘成林 豺狼满道 刘坤下令清除荆棘 为死者收敛海谷 营造府地 修建市场 监狱 凡有道寇侵扰 则以城门处为战场 百姓们全民皆兵 带着盾牌耕地 刘坤抚恤百姓 深得民心 同时还派人秘密侵入刘渊所部 离间其部下 俘虏万余人归降 远近人士纷纷投奔刘坤 然而 刘坤虽然善于怀柔安抚世人 却不擅长控制驾驭 所以 往往在很多人归父的时候 又有很多人离开 而刘坤幸喜豪奢 又纵情声色 刚刚取得政绩 便难免放纵 结盟先卑 为了对抗匈奴 刘坤与拓拔先卑首领拓拔一卢结盟 上表朝廷推荐拓拔一卢为戴俊公 与刘西屯兵中山 这无意侵犯了与东部鲜卑结盟的王的利益 王多次出兵攻打刘坤 刘坤却没有能力抵抗 刘坤宠幸一个叫做徐润的人 徐润与奋威护军林胡胜有仇 便在刘坤面前进谗言 说林胡胜要劝他称帝 刘坤并未调查此事 便草率地杀了林胡胜 刘坤的母亲感叹道 你不懂得精略之道 不会驾驭豪杰 只知道一味铲除威胁自己的人 以求自安 怎么能成大事呢 早晚会给我带来祸话啊 果然 令胡胜的儿子林胡泥 投奔了匈奴刘聪 透露了刘坤的虚实 恰好这个时候 上党太守席纯投降刘聪 燕门 乌丸也反叛刘坤 刘坤亲自率领精兵出击 刘聪派儿子刘灿 与林胡泥 乘须袭击进阳 太元太守高桥举郡投降刘聪 刘坤的父母因此丧命 回军的刘坤 与伊卢一起攻杀刘灿 大败敌人 刘灿所不死者十之五六 刘坤成胜追击 却没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伊卢则认为 刘聪并非旦夕之间可以减除 便引兵离开 刘坤志在报仇 却苦于力量薄弱 只能抚恤伤亡 宜居杨逸成 召集王散的旧部 迟钝逃武士勇 东晋 武士身上穿的是魏晋时期的戎服 上身为褶 下身为褲 称为褶库服 褶短至两胯 紧身小袖 这件武士勇身上的褶库服 已经是汉话改良了的 改左任为右任 晋敏帝司马业即位后 拜刘坤为大将军 都督兵州诸军事 加散其常事 甲捷 刘坤先后两次上表 表明是灭葫芦的决心 建兴三年315 司马业赤丰刘坤为司空 都督并继忧三州诸军事 刘坤上表辞让了司空一职 受了都督职位 上任后很快便再一次与拓拔伊卢联合讨伐刘聪 然而没过多久 伊卢与侄子都生病死了 部落也因此四散 而先前刘坤的儿子刘尊 在拓拔伊卢部落做人质 颇有名望 很多人都依附他 拓拔伊卢死后 刘尊率领拓拔鲜卑部落的三万余人归附刘坤 刘坤也由此再一次崛起 强大起来的刘坤立刻发兵攻伐时乐 结果中了埋伏 再次惨败 前军尽尸 当时天气大旱 刘坤不能自首 这时 幽州刺史先卑人段匹迪多次派遣使者 愿意与刘坤一起辅佐王室 就这样 两个人结成殷亲 约为兄弟 东晋建武元年317 刘坤与段匹迪联合出兵讨伐时乐 他们屯兵固安 等待其他蒙约大军 段匹迪的从弟 莫波因收了时乐的贿赂而拒绝进兵 导致罚召计划搁浅 刘坤和段匹迪不得已退兵 段匹迪因兄长去世而去奔丧 刘坤派儿子刘群远送 莫波成事攻打段匹迪 兵败而归 却俘获了刘群 莫波后代刘群 希望他能劝父亲与自己结盟 对抗段匹迪 并许诺让刘坤做幽州刺史 刘群受了莫波蛊惑 派人秘密送信给刘坤 希望他为内影 当时刘坤屯兵在以前的征北府小城 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送信人竟将这封信送给了段匹迪 段匹迪拿信给刘坤看 说我也不是怀疑你 只是把这件事告诉您罢了 刘坤回答说 我与你结盟 为的就是匡扶王室 仰仗你的力量 为国学耻 为家报仇 就算是这封信送到我手里 我也不会为了一个儿子而辜负了你 舍弃了忠义 段匹迪素来敬重刘坤 原本也没有加害他的想法 就想放他回去 可段匹迪的弟弟 却悄悄对段匹迪说 我们是胡人 尽人之所以服我们 是忌惮我们人多 现在我们祸起萧强 正方便他们图谋我们 如果这个时候刘坤起兵 我们必有灭族之灾 就这样 段匹迪软禁了刘坤 刘坤的儿子刘尊害怕段匹迪门自首 段匹迪召唤几次 他都紧闭城门 段匹迪便纵兵攻城 当年 刘坤刚刚来到晋阳城的时候 便深知自己的艰难境遇 却只想着大仇未报 他很了解夷迪之人不重大义 只能寄希望于用赤诚感化他们 因此常常慷慨陈词 悲痛地诉说行事 激发群情 以求奋力而战 可是没想到最终为段匹迪秦祸 刘坤自知必死无疑 神情怡然 凯然赴死 文姬齐武 祖替 自试智 范羊求 金河北戎成北人 父亲祖武 曾为晋王院 上古太守 祖替少年丧父 生性豁达 不休礼仪 十四五岁了 还没怎么读书 几个兄长都很忧虑 然而 祖替重义轻裁 为人慷慨又有气节 每次到了家中的田舍 就谎称兄长们的意思 用古物不薄周济穷人 所以宗族都很敬重他 后来 祖替博览群书 涉猎古今 来到京师 人们都称赞他的才华 二十四岁时 朝廷征替祖替为官 他却不去上任 祖替与刘坤关系要好 同他而眠 夜间听到鸡叫 祖替叫醒刘坤 开始舞剑 这就是著名的文姬齐武的故事 八王之乱时 祖替先后坐过齐王大司马院 长沙王票计祭九 转主部 千太子中设人 豫章王从事中廊 后来 随着敬惠帝司马中 一路颠沛流离 当时很多人都想结交祖替 王公们先后征辟祖替 可祖替从不就任 勇家之乱后 祖替率领亲朋乡党数百家 避难怀寺 途中 他将自己的车马让给年老和有疾病者 自己则一路不行 乡亲们的粮食药品也都由他供给 此外 祖替多权谋 众望所归 被推举为行主 到达四口后 近元帝司马瑞封祖替为徐州刺史 喜居丹阳京口 金江苏镇江 文姬齐武 北上抗湖 西晋灭亡 社稷清腹 祖替常常以此为恨 志在收复中原 祖替门下聚集了很多杰出勇武的门客 祖替带他们犹如自己的子弟 当时扬州饥荒 这些门客有的入室偷盗 祖替包庇他们 为人们所诟病 可他仍然我行我素 司马瑞偏安异于 只想拓定江南 不思北伐收复失地 祖替劝谏说 近史之乱 其原因不在于主上无道和陈下怨恨反叛 而在于方王争权 自相残杀 使戎敌之人有戏可承 导致中原沦丧 现在人人都有奋勇反击的志向 您若能发为北伐 命我为统帅 则天下之人无不欣然归附 用不了多久便可一血果耻 司马瑞无心北伐 又不好推却 便拜祖替为奋威将军 豫州刺史 拨给士兵一千人 不拨三千匹 却不攻击铠甲兵器 如果要组建军队 则要自行招募 面对司马瑞消极的北伐态度 祖替带着随他迁徙的一百余户 不取渡江北上 大江之上 祖替凯然发誓 祖替如果不能收复中原 便犹如这大江一样东流不回 人们无不为他的壮烈言辞所感动 过了长江 祖替屯兵将因 打造兵器 很快便招募了两千人 祖替北上之前 北方多流寇 祖替设计 又使流人物主张平的手下谢福岛哥杀了张平 得到捷报 司马瑞嘉奖了祖替的功勋 同时运送粮草以资嘉奖 却因为路途遥远 迟迟未能送到 导致祖替军中缺粮激紧 流人物主凡雅率众夜袭祖替赢磊 他持着几大声呼喊 奔向祖替军帐 一时间士族大乱 祖替镇定如常 指挥士族抵抗 多户懂招打败敌人 祖替率兵追赶 又遭到张平与党的追击 祖替求救于彭皮物主陈川 陈川派大将里头增援 在陈里的帮助下 祖替顺利攻克乔城 祖替占领乔城后 前来相助的南中狼将王涵部下大将还轩便带兵撤离 石乐阳子石济龙闻讯后隐重攻打乔城 还轩则再次出兵救祖替 石济龙只得退兵 于是 还轩留了下来 协助祖替 共同讨伐未归父的叛逆势力 祖替占领乔城 里头功勋卓著 凡雅有一匹骏马 被祖替掳获 里头十分喜爱 却不敢奢求 祖替知道后 便将骏马送给里头 里头深感祖替的恩玉 常常感叹说 如果能得此人为主 我就算是死 也没什么遗憾的了 不想陈川听到后大怒 竟然杀了里头 里头的亲党逢宠率领四百余名部下 投靠祖替 陈川更加生气 居然派人劫掠玉州朱骏 为了保卫百姓安宁 祖替派将军卫策立战陈川 将其掳获的人口财物全部归还 自己军中毫无所留 吃了败仗的陈川大为恐惧 投靠了食乐 祖替率兵讨伐陈川 石济龙引兵五万救助陈川 被祖替用奇谋打败 陈川喜香国 石济龙流淘豹等守陈川故城 出师未竭 就这样 祖替和杰仁 共同占有了陈川所守的故城 杰仁经南门出入放牧 祖替则驻守在东门 如此相持了四个月 祖替设计 用一千人背着装土的布袋 假装运粮上东台 又派几个人挑着粮食故意调队 被敌人截获 敌人于是以为祖替的士兵封一族时 自己却要忍受饥饿 于是斗志丧尸殆尽 石勒多次派兵出击 都被祖替击退 许多曾经与祖替为敌的人 也渐渐为祖替所感 归附了他 祖替体恤下属士族 即便是交情不深甚至身份卑微的人 他都以礼相待 在他的努力下 黄河以南重归近世 黄河沿岸很多大户的儿子 在胡人处为人质 祖替允许他们表面上还依附胡人 时而派兵洋装侵犯 这些大户无不感恩戴德 自愿做祖替的内影 为他传递消息 祖替因此打了很多胜仗 只要有少许功劳的人 祖替一定立刻赏赐 可他自己却功行节俭 劝都农丧 家中没有任何资产营生 子弟都要亲自种田 砍柴 此外 祖替还下令收埋枯骨 进行祭奠 百姓们都感激他的恩德 宴会上 曾有年老士深流着眼泪说 我们都老了 却又如同有了父母一般 就算是死也不遗憾了 祖替威震中原 时乐不敢窥视黄河以南 只能命人修弃城高县中祖替母亲的坟墓 然后写信给祖替请求护士 祖替没有回信 却允许双方护士 但对胡人却收取十倍的价格 得到很多利益 兵马更加强盛 经过祖替苦心经营 北伐条件已然成熟 正当祖替要越过黄河 当平朔北 恢复中原的时候 朝廷却改任戴若思为都督 戴若思是无人 虽然很有才望 却没有远途 何况祖替在北方历尽艰难而成的基业 现在却要他人同管 未免心中不平 这时 全臣王敦 刘奎又在司马瑞面进谗言 致使北伐大业不能实现 祖替忧愤成疾 但他仍旧立志进取 信心不错 修上武劳成 未及修成 祖替便病入膏肓 这一年 玉州天县妖星 祖替感叹说 我快要死了 如今河北刚刚平定 上天却要杀我 真是不保佑国家呀 不久 祖替病逝雍秋 终年56岁 玉州百姓如丧考比 乔梁之名为他立词 论赞 史臣曰 刘昆年少时 本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操刑 借据在贾密的客馆 投在司马伦的帐下谋食 当时不过是个轻挑之徒 祖替散发米粮阶济贫民 文积齐武 忧虑于中原战火不断 国运艰难 推揪他的夙愿 或许也有贪明 作乱的可能 到后来进的国君失权 世道更乱 他们于乱世驰骋天下 拯救危难 古人说的是乱世终良 就是如此吧 赞曰 刘昆雄才大略 于危难之际效忠近世 整歌长叹 名震山西 威慑戎敌 最终却被断世所害 可探视到威莫 祖替鹦鹉熊烈 智节高尚 投集中流 发誓扫除凶灭 恢复山河 周边的人无不归父 百姓无不悦福 然而上苍不与他年寿 导致光复大业夭折 果齿难选 卷65 王岛列传 中国古代的门阀制度 在魏晋时期达到鼎盛 有近一代全是最盛 威望最高低士族 莫过于王室 东晋王岛便是王家的佼佼者 终其一生执掌权柄 辅巢三代 于大厦轻腹之际重整河山 国家危难之时扶持乾坤 当事萧和 王岛自冒红 其祖父官至光禄大夫 父亲为镇君司马 王岛少年时便很有风度 有远见 十四岁那年 陈流高氏张公见到他 十分惊奇 对他的堂兄王敦说 这个孩子 无论相貌还是志向 都是将相之才 王岛出世的时候 承袭了祖上爵位 近元帝司马瑞 还是狼牙王的时候 王岛就与他交情很好 当天下大乱之时 王岛全力拥戴司马瑞 并立下复兴近世的伟大志向 司马瑞也很器重 这位曾经志趣相投的挚友 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司马瑞在洛阳的时候 王岛请他回到封地 等到司马瑞镇守夜城的时候 便请了王岛做安东司马 上报的军国大计 司马瑞一定要与王岛商量 王岛也积极筹创 后来 司马瑞镇守建业时 当地的无人不肯归父 过了一个月 也没有一个士族拜访司马瑞 对此 王岛深感忧虑 这时 王敦朝见 王岛对他说 狼牙王虽然仁德 但名望还请 兄长你的威名远扬 应该想办法匡扶时局 恰逢三月上四节 司马瑞亲自去观看休戏仪式 路上乘坐监鱼 颇有威仪 王敦 王岛和诸位名臣骑马跟随 吴忠望族己瞻 顾荣私下观望 看到这威仪的场面十分吃惊 于是迎败在道旁 王岛看到后 便对司马瑞说 古代王者 无不理喻以老贤才 询问风土人情 虚心坦诚 招揽天下俊杰 如今天下大乱 国土分崩 我们的基业还在草创之中 当务之急便是取得民心 顾荣 赫寻二人是当地望族 应该先把他们吸纳过来 如此 其他人必定归父 司马瑞于是派王岛 亲自上门拜访顾荣 赫寻 此二人之后 又朝见司马瑞 以后 各地士族相继以君臣之礼尊奉司马瑞 勇家之乱后 中原人十之六七逃亡江左避难 王岛劝司马瑞趁机笼络贤任君子 以图大事 当时北方虽乱 荆州 扬州等地却很太平 户口音时 王岛认为 执政的首要便是清静 常劝见司马瑞 克己勤勉 匡扶皇室 扶随羽内 司马瑞也因此更加依赖王岛 朝野上下也无不敬服王岛 都称他为重负 司马瑞曾经对王岛说 你就是我的萧和啊 勇家末年 王岛千丹阳太守 加辅国将军 王岛上奸推辞 东晋建国后 拜王岛为丞相君资祭久 桓毅刚过江时 见朝廷势力微弱 十分忧虑 后来桓毅见了王岛 两人谈论时事 一番言论后 桓毅感慨地说 我见到了管仲 尽是无忧了 一次 世人们厌隐 周感叹说 风景一样 却不是就山河了 众人相对流泪 只有王岛变了脸色说 各位应该齐心协力 共服王室 克服神州 何故在这里像楚球一样相对隐气 大家这才止住悲戚 东晋草创 很多制度都不完善 王岛上书 提了很多有力时政的建议 司马瑞深以为然 在王岛的倡议下 东晋建立了学校 司马瑞称帝后 曾令王岛与自己同坐 王岛坚决不肯 说 如果太阳与万物同列 那么苍生要仰望谁呢 王岛曾推荐太子左卫率扬剑讨伐叛乱 结果扬剑大败 王岛上书请求自贬 司马瑞不许 王岛 东晋建立以后 王岛任宰相 他的堂兄王敦掌握长江中上游的军队 王室全市甚至盖过了司马市 所以当时人们说 王与马 共天下 树平战乱 后来 王敦起兵 以罚刘奎为由出兵健康 刘奎劝司马瑞诛杀王室满门 王岛率家族子值二十余人 每天早晨跪在宫门戴罪 司马瑞速知王岛的忠贞契节 便将朝福还给王岛 召见了他 王岛叩首谢罪说 逆臣贼子历朝历代都有 谁想现在却出在我的家族 司马瑞光着脚扶起他说 冒红 我刚刚以重任托付给你 你怎么就说这样的话呢 从此对王岛更加倚重 司马瑞称帝之初 王氏家族势力如日中天 王敦本人也有专权的野心 贤明的司马瑞便成了他的绊脚石 王敦便想拥立他人为帝 王岛却坚持拥戴司马瑞 极致这次事件 王敦对王岛说 从前不听我的话 现在差点全足覆灭 然而王岛依旧秉承公正 王敦拿他也没办法 王岛一向带人宽和 但有一件事令他耿耿于怀 王岛一抬请罪的时候 正逢周入宫 王岛哀求周说 我一家百余人的性命就拜托你了 周当时并未理睬王岛 入宫之后 却对司马瑞说王岛是个忠臣 恳求司马瑞宽恕他 周出宫时 王岛仍跪在那里 再次请求他 他不仅没有答应 还说 杀了那些贼人 也换个大官当 王岛以为周见死不救便嫌恨在心 后来 王敦进了建康城 王氏家族再度得势 提到周时 王敦说 周 戴若斯很有人望 应该位列三宫吧 王岛沉默不语 王敦又说 那就做个蒲叶吧 王岛还是不说话 最后王敦说 那就只能杀了他们了 王岛仍旧沉默 于是 王敦杀了周和戴若斯 历经此劫后 王岛重新执政 当他翻阅从前的档案 看到周请求赦免他的奏折时 不禁追悔莫及 悲痛万分 他对儿子们说 我不杀伯仁 伯仁却因我而死 幽冥之中 我辜负了这位良友啊 司马瑞去世后 晋明帝司马少即位 王岛受命辅政 千司徒 一切就好像当年陈群辅佐曹魏一样 王敦再次兴兵作乱 这时 王敦生病 王岛便带着家族子弟发丧 群臣得之后 以为王敦病死了 当时斗志高昂 司马少讨伐王敦时 对王岛毫无猜忌 受与他福洁 都督诸君 领扬州赐使 平叛王敦后 司马少赐予王岛无上殊荣 王岛故辞不受 不久 司马少去世 晋成帝司马衍即位 王岛再次受召为托孤大臣 同时受命的还有大臣羽亮 将军苏俊在讨伐王敦之义中立功 颇受重用 羽亮要削起兵权 苏俊起兵叛乱 杀入建康城 苏俊敬重王岛得望 不敢加害 可他对司马衍却毫无君臣之理 王岛便谋划着带司马衍离开建康 可惜没能成功 闲合四年329 温乔、陶侃平定苏俊之乱 建康城中宗庙宫殿化为灰烬 大臣纷纷提议迁都 相持不下 王岛立牌众议说 建康 古代的精灵 是帝王的救居 孙权 刘备 都称此处为王者之宅 古代的帝王不会因为简陋而迁都 现在北面道寇横行 正窥视着我们 一旦我们迁都示弱 便是给了他们机会 如今 我们应该镇守在这里 臣民自会安定 就这样 迁都是一座罢 南逃永 东进 江苏南京西扇桥出土 现藏于南京博物馆 三代重臣 年轻的进城帝司马炎 很尊重王岛 每次见到 王岛都要行礼 他给王岛写的信中 常常出现惶恐炎等千功的言辞 就连中书座的诏书 询问王岛事宜 都要称敬问 渐渐的 这便成为定制 王岛生性简朴 家中的粮仓 从不储存粮食 衣服也很简单 司马炎知道后 便赐给王岛一万匹布 王岛生病的时候不能上朝 司马炎便亲自登门 在王岛家中饮酒作乐 王岛见司马炎时 可以乘车植入殿中 司马炎对王岛的敬重 由此可窥见一斑 石济龙侵扰丽阳 金安徽和县时 王岛带兵出征 凯旋后敬畏太父 拜丞相 当时 羽亮坐镇在外 掌握兵权 南蛮校尾 陶称在王岛面前离间 说羽亮要对健康用兵 有的人劝王岛秘密提防 王岛义正词严地说 我和原归 羽亮修妻与共 悠悠之谈 当止于智者 即便真的如你所说 原归举兵而来 我便带着头巾 庶人不关回家去 又有什么惧怕的 为了平息留言 王岛上书 说羽亮是皇帝的舅舅 应该礼遇 于是人们再不敢诋毁羽亮 然而 羽亮并未体谅王岛的良苦用心 拥兵自重 很多人都依附他 王岛再三忍让 却见羽亮愈发强势 心中也很不平 当时 羽亮驻军建康城的上游 一次 西风大作 吹起尘土 王岛用扇子遮挡 缓缓地说 原归的尘土污了人 贤康五年 339 王岛去世 终年64岁 司马衍在朝廷上举哀三天 丧葬礼仪及其隆重 所有忠兴大臣都不能与之相比 论赞 史辰 史辰曰 飞龙之所以能在天空翱翔 是借助了云语之事 帝王之所以能兴业 必依仗古弓之臣 当时中原清父 尽使忠兴于江左 世人不思北土 辅佐忠兴帝王 何其之难 王岛才之过人 复兴王业 先后经历了王敦 苏俊之乱 最终安邦定国 其忠贞之志 从未改变 开设学校 原力章程 恢复制度 论及王岛的工业 虽然不及萧曹 世网 也应该与管仲 孔明同仇 辅政三朝忠心不宜 重负之称 正是于王岛 卷66 陶侃列传 自曹魏时期 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度 中国古代低士族政治 开始攀上高峰 贵族门法 把持朝政的现象屡见不鲜 所谓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然而 在这个出身决定一切的时代 寒门出身的陶侃横空而出 以震慑天下的武功 折服天下士族 仕途为奸 陶侃 自侍刑 本为婆阳 金江西婆阳人 西晋统一后 举家迁徙到卢江的巡阳 金江西九江 父亲曾做过吴国的杨武将军 陶侃早年丧父 由母亲抚养长大 陶姆高义 婆阳少年范奎 曾登门造访陶侃 因为仓促 陶侃家没有能款待客人的东西 陶姆便剪虾头发 换了韭菜招待客人 范奎离开的时候 陶侃送了一百余礼 临别时 范奎问陶侃有没有出事的意图 陶侃说 当然想出事 只是苦于没有出路 于是 范奎将陶侃推荐给卢江太守张奎 被征召为都游 就这样 出身贫寒的陶侃 开始了幻海生涯 然而 陶侃的仕途之路走得并不顺畅 虽有升迁 但始终不能伸展志向 张奎的妻子生病 要到几百里地之外请医生 当时正是隆东大学 大家都不愿意去 只有陶侃说 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君主 小君就像母亲一样 哪有父母生病不尽心照顾的呢 大家无不佩服陶侃 张奎很看重陶侃 查其微笑脸 为了仕途之路 陶侃来到洛阳 拜访了全臣张华 最初 张华对陶侃很冷淡 而陶侃却毫无不悦的表情 张华与陶侃谈话后 发现他是个人才 陶侃的同乡遇张国郎中令杨卓很看重他 曾与之同车而行 却受到世人的嘲笑 利布朗威亚说 你怎么能与小人同车呢? 杨卓回答说 他不是凡人 武库令皇庆也曾对那些瞧不起陶侃的人说 他会有大作为的 虽然得到很多世人的认同 但陶侃始终得不到重用 然而 乱世却给了陶侃建功立业的机会 刘红做荆州刺史的时候 照陶侃为南漫长史 陶侃上任一时便大破张昌 刘红称探 陶侃可以继承他 杨威君旅 从此 陶侃跟随刘红杨威荆州 他风光地将母亲迎接到官舍 乡里都以此为荣耀 陶侃为江夏太守时 出兵抵御前来侵扰的陈敏 有人在刘红面前离见陶侃说 陶侃与陈敏是同乡 他现在为一大郡的太守 统帅强兵 如果他有意志 则荆州失了东门 刘红回答说 我深知陶侃的忠贞和能力 他怎么可能有异心 陶侃听说刘红的话后 十分感动 太子执去荆州协助刘红 刘红则以兵力支持陶侃 陶侃以运船为战舰 所向披靡 打败陈敏部下 其部队均荣整齐 凡事有掳获 陶侃都分给士族 自己从不留下半分 身在军旅 陶侃屡有升迁 出任武昌太守期间 正逢天下饥荒 山怡寇道为患 在长江上打劫商船百姓 陶侃让手下将领 装成普通百姓 上船诱敌 申请了几名寇道 经过审问 得知是西洋王司马样的手下 陶侃立刻出兵攻打司马样 司马样惧怕 绑复了二十多个手下的寇道 送到陶侃帐下 陶侃当即将他们斩首 从此 武昌水路两道畅通无阻 寇道绝技 此外 陶侃还资助了很多避难武昌的流亡百姓 在郡东部设立了仪式 方便贸易 种种惠民政策 也使军中大收其力 杜涛攻袭荆州 晋元帝司马瑞派陶侃捅御敌 双方交兵之后 杜涛退守领口 陶侃料定 杜涛会转攻武昌 便不时不眠 昼夜不停 三日赶回武昌 大破敌兵 斩杀无数 掳获了敌人的粮草自重 王敦得知后赞叹 要是没有陶侯 我们就失了荆州了 参军王贡也说 荆州有危难 只有陶侃能够解救 于是 王敦上表举荆为史池杰 宁远将军 南蛮校尾 荆州刺史 领西洋 江夏 武昌三郡 之后 陶侃几次用兵 终于平定了杜涛起义 为司马瑞巩固江南割剧局面 立下不可替代的功劳 清幼挖文扎斗 东晋 扎斗 用名拓湖 用于盛装拓兔物 宴席桌上 也将盛放肉骨鱼刺等食物扎子的器具 叫做扎斗 扎斗在近代时开始使用 以辞制最常见 口大 言小 陶侃的赫赫战功 却引起了王敦的提防 陶侃回江陵前想与王敦道别 手下将领劝他不要去 他却执意不听 结果 王敦真的扣留了陶侃 转任他为广州刺史 平越中郎将 而派自己的堂弟为荆州刺史 陶侃的部将不满王敦处事不公 不肯南下 王敦先入为主 认为他们受了陶侃的指使 便要杀了陶侃 陶侃正色说 使军雄烈果决 应该裁断天下 怎么连这都裁决不了呢? 说完起身如策 这时 王敦的左力提醒他 陶侃的亲家周仿驻兵御章 如果杀了陶侃 周仿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这样 王敦才打消了杀念 送走了陶侃 离开后 陶侃连夜赶回 途径御章 来建州访 哭着说 若不是有你做外援 我就死了 陶侃到广州赴任 正逢广州道寇肆虐 杜洪、温少、刘沈、王敬谋反 陶侃率兵直扑广州 杜洪见势便退了兵 陶侃派部将斩杀王敬 将其首级送往建康 这时 朱将劝陶侃 乘胜攻击温少 陶侃笑着说 我在此地已然建立了威名 哪里还用得着派兵 一封信就足够了 说着 便给温少写了封信 温少果然惧怕陶侃 随即撤兵 最终还是被陶侃擒货 身在广州 陶侃无所事事 便准备了一百多块砖 早上搬到屋子外边 晚上再搬进来 人们问他原因 他回答说 我将致力于收复中原 现在突然过分悠闲 恐怕懈怠了 就这样 陶侃在边缘的广州闲置数年 陶侃运砖 此图出自清末民初中国著名画家马代的古迹人物画谱 陶侃任广州刺史后 为了磨练意志 每天搬砖于天井和书斋之间 拥兵重臣 太宁三年325 朝廷平定王敦之乱 明帝重用陶侃 任命他为都督京 雍 义 梁四周军事 荆州刺史 为此 荆州的百姓无不庆祝 陶侃为人聪明鸡敏 勤勉政务 待人恭敬有礼 每天正经微作 事情虽然多而繁杂 却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 毫无疏漏 无论什么人写的信 他都会亲自回信 文笔流畅 从无智色 每天忙忙碌碌的接待来客 他经常对人说 大雨这样的圣人 还珍惜光阴 我们这样的人应该更加珍惜 岂能因游玩享乐荒废光阴 生无异于时 死无闻于后 这是自暴自弃 陶侃对下属很严格 若手下有玩物丧志的 便将酒器 赌具 统统抛到江中 加以教训 陶侃处事节俭 一次出游 看到有人拿了一把没熟的稻子 陶侃问他 割不成熟的稻子 有什么用 那人回答 走在路边上看到了 就摘了一把 陶侃大怒 说 你既不耕田 还这样不尊重耕田的人 说着便将这人鞭打了一顿 从此以后 百姓勤于农耕 家家自给自足 当时军队造船 陶侃命人将小的木屑和竹子头 都收集起来 众人不解其意 待到大雪出祭之时 地面上的积雪未化 陶侃将木屑洒在地上 地面很快就干爽了 后来 环温法蜀 打造战船石用的笋头 便是当年陶侃留下的竹子头 陶侃功勋卓著 可明帝去世时 他却不再顾命大臣之列 因此愤愤不平 嫌恨多年 后来苏俊叛乱 建康成尸首 陶侃的儿子也在这次战役中去世 陶侃代假一方 势力强大 平南将军温乔 请陶侃来建康效命 陶侃却说 我只是镇守在外的武将 怎么赶进朝廷参与这些事呢? 温乔无奈 再三请求 并推举他为盟主 陶侃还是迟迟不肯出兵 温乔抬出苏俊杀他儿子的事情 请击陶侃 陶侃的妻子也不停地劝他 陶侃这才整肃军队 发兵健康 星夜兼程 最终还是没能赶上儿子的丧礼 闲合三年3285月 陶侃与温乔 宇亮 会施石头城 大战一触即发 陶侃认为 敌人锋芒正锐 应该慢慢设计破敌 几次出战 也没有进展 陶侃采纳监军部将里根的建议 在扎朴柱石垒 苏俊看到后 大惊失色 立即攻打大叶磊 陶侃用唯卫救赵之法 攻打石头城 苏俊果然放弃了大叶磊 转救石头城 双方在陈陵之东 展开一场恶战 陶侃的都护 敬灵太守李扬的部将彭氏出战 在阵前斩杀苏俊 叛军轻负 叛乱平息 平定苏俊之乱 陶侃居首攻 被封为太尉 都督七州军事 仍然驻军荆州 贤河五年 后将军郭墨缴召杀江州刺史留印 陶侃要新兵讨伐 众人认为这件事应该在朝廷下诏后再做定论 陶侃执意不从 上表讨伐郭墨 并上书给王导 批评其纵容郭墨 王导回信解释 陶侃不以为然 嘲笑王导说 这等姑息是养贼啊 陶侃大兵来道 郭墨手下大将绑了郭墨父子五人及部将张丑投降陶侃 陶侃当即斩杀了郭墨等人 郭墨当年驰骋中原 匈奴人闻风丧胆 如今却被陶侃兵不血刃斩杀了 众人无不畏惧陶侃 其君威之胜 权势之龙 灌溉一时 得势之后 陶侃对当年对他有恩的人无不报答 那些曾经在他威墨时提携过他的人的子孙都得到了赵福 朝廷拜陶侃为大将军 并特赐入朝时 不必屈刑 上表赞拜时 不写名姓名 上殿时携剑着旅 对于这些殊荣 陶侃故辞不受 贤河八年 三百三十三 陶侃病逝 终年七十六岁 论赞 史晨曰 陶侃并非出身名门望族 家风也不同于中原 却在士大夫之间出类拔萃 与当事俊杰比肩 最后权势之龙 其位高居外相 其是雄居上流 他会择边垂 匡扶君王 几度平息叛乱 使得几乎轻腹的政权再次安宁 宇亮贵为外妻 还要对他下败 王岛执掌权衡 闻其笑颜也有愧色 至于陶侃义曾心怀意志而未敢发 也只能像夫子说的那样 人不能求万事皆备 卷六十七 温乔列传 东晋草创之初 设计飘摇 宗庙蒙难 全臣汉将总揽朝政 为争夺政权 纷纷兵戈相向 在王敦 苏骏两次叛乱中 有这样一位起到平定乾坤作用的大臣 以其运筹为卧之谋略平息叛乱 最终功成身退 这就是东晋名臣温乔 劝进之功 温乔 自太珍 是司徒温县的侄子 其父曾任何东太守 温乔聪慧机敏 有见识度量 博学 擅长写文章 少年时以孝涕闻名 他仪态秀美 常于清坛 见过他的人都很喜欢他 温乔与平北大将军刘坤有殷亲关系 游坤对他很施礼遇 败为参军 随着刘坤的不断升迁 温乔也试图得意 在讨伐石乐的战斗中屡立战功 当时北方多战乱 田地荒芜 盗贼横行 北面又有石乐 刘聪窥视 温乔善于谋划 温乔对战石乐 多凭借温乔之谋 永家之乱后 两经轻腹 温乔与刘坤推心致腹 愿辅佐刘坤匡扶设计 刘坤 段匹迪等人 尚表请司马瑞继承大统 委派温乔为使者 温乔到了建康后 慷慨臣辞 深受司马瑞赏识 王岛 周 宇亮 桓仪等人也很赏识他 温乔想要北归 司马瑞等人 却极力挽留 此时 刘坤以为段匹迪所害 温乔的母亲也亡固了 温乔苦苦请求 大臣们再三劝指 说 昔日五元为了报仇 借吴王和驴之力 身为上将 最后终于鞭尸楚王复仇 如果你为了母亲 死在北方葫芦之地 不能归葬 那就更应该用你的智谋 凭借皇帝 北上灭寇 你这样悲哀 岂不是气红土伪业于不顾 就这样 温乔告别了战火纷飞的北方 留在建康 开启了他政治生涯中全新的一夜 两番平乱 温乔历任王岛长使 太子忠树子 与太子司马绍私交很好 常常规见太子 司马绍大兴土木 修建楼阁 温乔上书说 朝廷初见 北方扣道默灭 太子当为表率 勤俭为政 务农重兵 司马绍采纳了他的意见 王敦之乱时 王师节节退败 司马绍要亲自出战 温乔上前抓住太子马的龙头 祖建道 我听说 善于打仗的人不轻易发怒 能够取胜的人往往不用武力 您是储君 怎么能轻易临敌 就这样阻止了司马绍 宁帝司马绍即位后 拜温乔为世忠 凡有机要大事 都与他相商 对他十分倚重 王敦拥兵自重 表请温乔为自己的左司马 温乔曾劝谏王敦 王敦不听 温乔便知道 这人已然执迷不悟 便洋装为其所用 取得王敦信任 当时丹阳隐一直空缺 王敦表温乔出任此职位 温乔趁机回到建康 向司马绍陈述王敦谋逆之事 王敦再次起兵作乱 温乔拜钟磊将军 迟节 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 当王敦手下大将王涵 前奉 兵临城下之时 温乔果断下令焚烧朱雀衡 南城市朱雀门外的扶桥 将敌军阻隔在秦淮河 温乔亲自率兵 与敌人加水而战 大败王涵 在平叹战役中 温乔功不可没 受封为剑宁县开国宫 近前将军 司马绍并重之时 温乔与王岛 西剑 宇亮 陆叶 便捆等人同受顾命 全臣宇亮 一具手握重兵的陶侃和苏俊 便以温乔为都督江州诸军事 江州刺史出任在外 提防陶侃 又召苏俊回建康 从而削齐兵权 结果引发了苏俊之乱 温乔屯兵巡羊 派都护王千七 西洋太守邓月 鄱阳内石几瞻等帅水师秦王 苏俊攻下建康城后 温乔闻讯嚎啕大哭 闻者无不悲气 在这样危难的时刻 温乔始终支持羽亮 不仅奋兵给羽亮 还派王千七等人请陶侃出兵 又亲自写信给陶侃 最终 陶侃被推举为盟主 出兵对抗苏俊 在讨伐苏俊的过程中 温乔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创建杭妙 向皇天后土 祖宗之灵祷告 三军备受鼓舞 奋勇杀敌 当时 陶侃虽为盟主 但军事规略 都出自温乔的谋划 终于 苏俊之乱平定 温乔因公被进封为票继将军 开辅仪同三司 加散其常事 封使安俊公 亦三千户 温乔功勋卓著 却以大局为重 当时 人们纷纷推举温乔继续辅政 温乔却因王岛为先帝任命的辅政大臣 而辞去辅政之位 回到封地 贤河四年 三百二十九 温乔去世 年仅四十二岁 温乔 温乔 从早年抗湖斗争 奉使劝进 到平定王敦 苏俊之乱 两次就尽是于危乱 一生功绩显赫 深受百姓爱戴 论赞 史晨曰 温乔怀着忠贞之志 诚恳之心辅佐设计 深谋远虑 平定王敦和苏俊之乱 其高尚的气节 高捷美好的名誉 流传于世 卷七十二 郭璞 葛璞 葛璞 葛璞和葛洞 东晋的两位奇人异士 他们一个通天达命 知人间兴衰荣辱 一个坐隐山林 修道成仙 同在乱世 二人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郭璞横死 葛璞先世 郭璞之心辟 郭璞 自警纯 河东闻喜 金山西闻喜人 父亲官至尚书 都令史 郭璞喜好精学 博学而才高 虽乐于言论 但慈父却冠绝当世 精通古文字 阴阳历法 曾经师从一位精于补士的高人 学习五行 天文 补士之术 堪比昔日的京房 管路 晋慧帝 晋怀帝时 河东大乱 郭璞补士后说 百姓将沦落一族 家乡要成为匈奴之地了 郭璞与亲戚朋友数十家 悄悄南下避难 一行路过将军照顾家时 正逢照顾的两马死了 心情不佳 不肯见客 郭璞说 我能让马复活 门历大惊 回报照顾 照顾小跑着出营 询问郭璞 郭璞说 找二三十个矫健的人 每人拿着长杆 向东三十里 有一个丘陵社庙 让他们用长杆拍打 就会出现一件东西 赶快把那东西带回来 马就能复活 照顾一计而行 得到一个像猴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东西 须吸马的鼻子 过了一会儿 那马真的活了过来 郭璞路过炉江时 喜欢上了太守 胡孟康家的婢女 却苦于求之不得 便用三斗小豆散 在胡孟康家周围 第二天早晨 胡孟康一夕看到 数千个穿着赤色衣服的人 围在他家周围 可定睛一看 却一个人也没有了 胡孟康请郭璞占卜 郭璞说 这个婢女不适合在养在家中 可在城东南二十里处 把她卖了 千万不要讲价 如此就能驱除妖孽了 胡孟康照作 郭璞暗中派人买了这个婢女 接着 郭璞在胡孟康家的井里投下服 那数千个穿赤色衣服的人便都自己跳入井中 事后 郭璞带着婢女扬长而去 到了江南 郭璞被宣称太守赵为参军 他开始为朝中显赫之人占卜 连王岛 司马瑞都请他补士 郭璞不仅经于占卜之术 还常于文父 其所作江父 南交父 此早伟利 为世人称道 晋元帝司马瑞因此争他为著作左廊 郭璞能知人间兴衰荣辱 却终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王敦之乱时 郭璞为温乔 宇亮等人补卦 结果是大吉 而为王敦补士结果是无成 王敦疑心郭璞心向宇亮等人便问 你能算一算我的寿数吗? 郭璞说 如果您起兵 或就不远了 如果您留在武昌 受不可测 王敦大怒 问 那你的寿数如何? 郭璞说 直到今日日中 就这样 王敦杀了郭璞 作为东晋著名文学家 郭璞一生著作很多 数十万字流传于世 葛洪求先道 葛洪 自治川 丹阳俱荣 金江苏俱荣人 祖父为吴国大红卢 父亲入境为少林太守 葛洪自幼好学 家中贫寒 便亲自砍柴卖了钱换纸笔 夜间读书学习 渐渐地成为知名的儒士 他清心寡欲 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甚至不知道棋盘上有纵横几道 古代薄系是何物? 他性情木讷 不追名逐利 常常闭门自修 不与人交往 博览群书 喜好神仙导养之法 兼修一道 泰安年间 葛洪参与了平定十兵之乱 叛乱平定后 不论功行赏 葛洪于是来到洛阳 一心只想搜寻奇书 广博学识 天下大乱 葛洪来到南方避难 曾参广州刺史姬寒军士 姬寒死后 凡是朝廷征兆 葛洪一概不救 年老之后 一心只想炼丹 延年益寿 他听说交纸产丹药 便请求出任沟漏令 妇人行到广州时 刺史邓月挽留 不肯让葛洪去交纸 葛洪便在罗浮山上炼丹 一驻数年 悠然贤士 写了很多书籍文章 葛洪字号豹朴子 便以此为书名 全书分为那篇和外篇 共116篇 葛洪的才华冠绝江左 其所作篇章多于班固 司马迁 且分析入微 一日 葛洪突然给邓月写信说 我要远行去寻找老师 马上就出发 邓月匆匆赶来道别 没等他到来 葛洪竟然在睡梦中 刻然尝试 终年81岁 当时葛洪面容如活着石一样 极致入观 身体轻盈 就好像只有衣服一样 当时的人都说 葛洪是成仙而去 葛志川遗居图局部 元王蒙 为了炼丹 葛洪将加搬到罗浮山 此画描绘的正是搬家路上的情景 桥上站立的人就是葛洪 此画为纸本色色 纵139厘米 长58厘米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论赞 赞曰 郭普通达灵秀 颇有红材 精通占卜之术 不能竞贫国家的内乱 反倒因此而亡 葛洪安平乐道 其文章流传千古 卷73 语量列传 自古以来 外戚之家多为戎宠 往往把持朝政 未换一时 东汉百年击袭 西晋王国之见 至今历历在目 而东晋的语量却一声千功自持 虽然他一声波折 几度臣服 志向高远 而缺少谋略 导致壮志未仇 可他身负国难的慷慨之情 和北伐中原的忠诚之志 却得到后世嘉许 太子不一之交 语量 自原归 是晋明帝穆皇后的兄长 语量自容俊美 善于清谈时论 喜欢老子 装子 为人处事风格严谨 讲究礼法 当时人们提到语量时 都说他可比当年的夏侯璇和陈群 语量跟随父亲在会计 当时的人们都很忌惮他的正直 严肃 不敢在他面前造次 司马瑞为镇东将军时 听闻语量的贤德之名 便征召他为西草苑 两人见面时 司马瑞惊诧于语量的风情和雅致 从此愈发器重他 还为儿子娶了语量的妹妹 在讨伐画意的战役中 语量因公被封为都庭侯 司马瑞称帝之后 拜语量为中书郎 是讲东宫 他的许多言论都为当时人所称道 语量 温乔 与太子关系很好 可谓不一之交 王敦与语量交谈时 不由自主地离开作习 身体向前 靠近语量 并感叹说 语言规比陪顾贤德多了 随着王敦野心的不断膨胀 他渐渐忌讳于语量 但是表面却不动声色 反倒十分尊崇于语量 对此 于语量深感忧虑 已至因病辞官 王敦第一次起兵 朝廷加于语量为左卫将军 与诸将一起抵御前奉 平息这场兵戈后 于语量被封为永昌县开国宫 赐卷5400匹 于语量再三辞让 不肯接受 司马瑞病毒之时 不想见人 大臣们都不得见 原本深受司马瑞信任的南顿王司马宗 又为将军于印 与西洋王司马样企图谋逆 语量静止来到司马瑞的卧室 泪流不止 继而神色严肃地陈述司马样 司马宗等人的阴谋 以及这件事的厉害 设计之安危便在今日之决策 言辞慷慨恳切 司马瑞深受所感 托估于司徒王岛和雨量 加封雨量为己事中 喜忠书令 司马瑞去世后 继任的晋宁帝司马少年幼 于是太后临朝处理政务 正是皆由雨量采除决定 辅政多经丧乱 雨量辅政 可谓困难重重 原来 王岛执政之时 以宽和著称 而雨量却严格依循法令 因此大失人心 另外 当时的权臣陶侃 祖曰 手握重兵 却不在一兆褒奖晋升的大臣之列 他们甚至疑心是雨量暗中篡改了原地一兆 不禁流露怨言 面对严峻的政治环境 雨量身怀恐惧 派温桥镇守江州 声援自己 同时重修健康城外的石头城 加强京师的军事防备 就在这样一触即发的紧张局面下 南顿王司马宗谋废执政 雨量杀了司马宗 废掉其兄司马样 作为皇室近亲 国族元老 司马宗之死导致流言四起 天下人都以为雨量要削弱宗室 当时 阴阳将军苏骏 拥兵自重 接纳了很多亡命之徒 专权放纵 雨量知道 苏骏早晚会谋反 便要削起兵权 举朝上下无不反对 温桥也多次上书劝阻 雨量一意孤行 结果 苏骏与祖约同时举兵反叛 镇守在外的温桥 听说苏 祖二人谋反后 便要率兵进京秦王 雨量却不同意 写信给温桥说 我对西边的担忧超过丽阳 你还是坚守在那里吧 没多久 苏骏手下大将寒恍兵临宣称 雨量与支队阵 不能克敌 苏骏长驱直入 攻入建康城 雨量奉召都督征讨诸军事 在剑阳门外 与敌军对垒 双方尚未开战 士族们却弃甲而逃 雨量只得成一只小船向西溃败 撤退途中 乱兵互相掠夺 雨量身边的人用剑射他们 却误伤剁手 船上之人无不大惊失色 纷纷要逃走 雨量不为所动 徐徐地说 此等射计怎么能射敌 众人见他如此气定神闲 终于安心 岳瑶青又鸡首湖 东晋 鸡首湖 是西晋至唐初流行的一种词湖 因湖嘴做鸡首状而得名 未进南北朝时 社会经历大动荡 大批中原居民和士族地主 为了避乱 纷纷南下 使得南方经济得到了发展 致此工艺大大提高 出现了许多著名的词谣 雨量带着三个弟弟 向南投奔温桥 温桥素来亲目雨量 即使在他兵败困窘之时 仍然尊奉他为都统 雨量坚决推辞 为了借助陶侃的力量 雨量和温桥拥戴陶侃 为讨伐苏俊的盟主 昔日陶侃与雨量颇有嫌隙 来到巡洋后 人们又都认为 苏俊之乱获其雨量 纷纷建议杀了雨量以谢天下 雨量很害怕 见到陶侃后 十分有风度地引咎自责 目睹雨量如此风姿 陶侃也顿时释怀长久以来的不满 便对雨量说 军侯为了防备我修建了石头城 现在怎么反过来求我啊 雨量设宴招待陶侃 二人兵士前嫌 宴席上 雨量吃蟹 叫头石留下根须 陶侃奇怪 便问他缘故 雨量说 留下根可以再重 陶侃不禁感叹道 雨量不仅仅是有风度 他真的有执政的实力啊 大军回到石头城 雨量派大将王张出战张药 却吃了败账 雨量派人到陶侃处谢罪 陶侃说 古人有三败 君后现在只败了两次 只是如今事态紧急 不能再败了 同时又宽慰雨量说 朝廷中势力太多 致使生出很多祸端 自丧乱以来 造反作乱的也不只是苏俊 雨量已区区两千人守白石垒 抵御苏俊的一万步兵 敌人四面攻来 众将士无不恐惧 雨量则激励将士 与战士们一起殊死作战 终于击退苏俊 平定苏俊之乱后 近明帝司马绍登上温桥的船 看到雨量 雨量跪拜 以手扣地 气不成声 请求此官以谢天下 司马绍传于安慰他说 这是设计的危难 不是舅舅的罪责 但是雨量趋役已决 便要乘着小舟远走江湖 司马绍派人抢了他的船 阻止他离去 于是 雨量又请求离开建康 去外地镇守 司马绍加封他为池姐 都渡玉州扬州之江西宣承诸军士 平西将军 贾捷 玉州刺史 镇守吴湖 雨量上任不久 镇守盆口 今江西九江 后将军郭默叛乱 雨量上表请求出征 率领手下不齐兵两万人 与太尉陶侃共同破敌 攻城之后 雨量回到吴湖 拒绝接受朝廷所有的封赏 陶侃写信劝他接受 雨量回信说 元帅指挥作战 将士奋勇杀敌 我有什么功劳呢? 后来陶侃去世 雨量升迁为都渡江、金、玉、义、梁 拥六州诸军士 领江、京、玉三州刺史 晋征熙将军、开府 雨量辞让了开府 镇守武昌 陶氏女勇 东进 北伐壮志未仇 掌控大权后 雨量一度曾想废掉王岛 原来陶侃在世时 便因王岛用人不闲 而欲起兵废王岛 因为西剑不同意才作罢 雨量再度以此咨询西剑时 又遭到反对 雨量为人坦率 当初他有一匹额头有白色斑点的马 殷浩认为 这种马对主人不利 就劝他卖了这匹马 雨量说 哪里有把自己的灾祸转嫁给他人的道理 殷浩羞缠地离开了 雨量在武昌时 一个秋天的夜晚 府内的佐力们登上南楼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雨量也来了 大家便要离开 雨量慢慢地说 大家别走 我现在很有兴致 说着便坐在虎床上 与殷浩等人高谈阔论起来 闲河八年 三百三十三 后照时乐去世 雨量有了北伐中原的想法 于是开始在北方布置兵力 首先 雨量辞去玉州刺史的职位 将之授予辅国将军毛宝 令他与西洋太守樊骏领精兵一万人 驻守诸城 拜逃称为南中狼将 江夏相 率领五千人驻扎免中 又以羽翼为南蛮校尉 南郡太守 镇守江陵 加封武昌太守陈骁为辅国将军 梁州刺史 驻兵子武 与此同时 雨量别遣偏师伐蜀 一路生擒自立的荆州刺史 和巴郡太守送回建康 雨量亲自率领十万大军 占据石城 为各路军队摇坐支援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雨量上书请求北伐 建成帝司马也命大臣们商议北伐事宜 王岛与雨量看法一致 支持北伐 西建却认为准备仓促 供给自用不足 不应发动大规模战争 于是雨量再次上书 想更换驻地 就在此时 敌人攻陷了朱成 守将毛宝战死 雨量为此上书请罪 自贬三等为安息将军 后来官复原职 拜司空 雨量又是一番推辞 最终没有接受 朱成失陷 对雨量造成严重打击 他既忧虑又愤慨 终于发病 病中 王岛去世 朝廷便称雨量为司徒 扬州刺史 杜尚书氏 同从前一样 雨量坚决辞让 司马眼也没勉强他 贤康六年三百四十 雨量去世 终年五十二岁 朝廷追赠太尉 示好文康 丧礼那天 司马眼亲自前往悼念 下葬时 明氏何冲感慨道 将玉树埋在泥土中 叫人情何以堪 论赞 使臣曰 雨量作为外妻 深受皇帝宠幸 而他本人也通小时悟 在乱世中成就了事业 至于他下拜陶侃 只是表达了他对忠诚之事的敬意 卷七十九 谢安列传 昔日王谢 百年望族 而乌衣相中 最显未尽风流的却只有一人 他就是一招宰相谢安 他是真正的贵族 一生流连至雅 他是最后的名氏 平生志愿 唯有寂情山林江湖 他是乱世的君子 婉狂澜 福威煞 是真名氏自风流 谢安 自安时 其父曾认太长 谢安四岁时 乔俊桓仪便赞叹说 这个孩子风神秀彻 将来一定不输于王城 稍大一些 谢安便因聪慧敏捷 而愈发出众 连明晨王导都很器重他 因此他年纪虽小 却有很高的声望 谢安之风流潇洒 堪称古今无双 朝廷多次征召他 他都以生病为由推辞 寄居于会计 常与王羲之 许巡 知顿等人畅游山间 或歌詠慈父 如神仙一般 毫无出事之意 谢安名声太盛 扬州次使与兵 多次到郡县催促 谢安不得已 只能上任 结果刚刚一个月 他便辞光回到山水之间 之后 不管何人征兆 一概不救 他曾经游异于临安山中 坐在石室里 对着山谷中的溪水悠然探导 这与伯仪差不多了吧 一次 谢安与好友孙绰等人在海上泛舟 不想遇到海浪 当时波涛汹涌 人人恐惧 只有谢安依旧长笑吟唱 众人受他感染 也多安下心来 经历此事 人们无不佩服谢安的哑量 人们因为欣赏谢安 而竟相效仿他 谢安因天生有吉 鼻音很重 可名流们 却都喜欢他引咏时的声音 为了模仿他 竟有人用手掩住鼻子说话 谢安虽然洒脱 却也知道自己早晚不免出世 谢氏一族 是当时仅次于王室的百年望族 简文帝司马玉做宰相的时候 就曾经预言 谢安既然能与人们同乐 就不能不与人们同忧 因此征召他 一定会来 当时 谢安的弟弟谢万为西中狼将 大权在握 谢安虽然不出世 名望却在谢万之上 自然有望成为首辅 谢安的夫人刘氏曾经指着富贵的族人说 你怎么不像他们一样 谢安眼着鼻子说 恐怕我早晚也得这样 后来 谢万失事被废 为了担负起家族的兴旺重任 谢安只得出世 此时 他已经年过四十了 谢安来到征兮大将军环温手下为司马 环温十分高兴 两人终日畅谈 谢安先后历任吴兴太守 适中 吏部尚书 中护军 司马玉并赌之时 环温尚书推荐任命谢安为顾命大臣 司马玉驾崩之后 环温有了不臣之心 他率领大批将士来到山陵 叫谢安和王坦之出来 想伺机除掉他们 王坦之害怕 问及于谢安 谢安神色不变 说 见识的存亡便在此一行了 见到环温后 王坦之因紧张而汗水层层 竟将手把拿倒了 谢安则镇定自若 从容救袭 并对环温说 我听说诸侯有道 当镇守边疆 您何必在墙后安排兵士 环温笑着说 正因为不得已才这样啊 说着 平退了伏兵 就这样 谢安于淡定间压制住了环温的嚣张气焰 也避免了一场政治冲突 孝武帝司马耀即位时 正值壮年 却要受制于环温 幸亏谢安 王坦之尽忠辅佐 环温病重之时 要求朝廷为他加九息 自汉代以来 加九息几乎成为全臣篡位的先兆 因此 谢安看到诏书后便以修改为名 将之压下 如此反反复复几个月 直到环温病死 环温死后 谢安出任尚书蒲叶 领立部 加后将军 成为辅政大臣后 谢安秉承忠义 辅佐司马耀 当时的东晋政治局面紧张 微如泪卵 外有强敌叩鞭 洋溢失守 樊温沦陷 谢安随进各处 以求长治久安 施行德政 文武官员无不尽心效命 四海闲浮 人们都认为 谢安为政堪比王岛 而文雅游过之 建康城战乱不断 宫士残破 谢安便要兴修宫殿 尚书令王彪 以外寇为由劝阻 谢安仍旧我行我素 将建康城的宫士 修建得颇具规模 而百姓们毫无劳逸之愿 司马耀亲政后 加封谢安为中书坚 票齐将军 陆尚书氏 后 又加司徒 世忠 都度阳 玉 徐 衍 清武州 及幽州燕国诸军士 甲捷 东山协计图 名郭许 此图是以东晋明氏 谢安欺引东山的义士为蓝本 谢安未入世前 以文明于世 朝廷屡次征兆 他都借并推辞 隐居在会计之东山 放晴山水 以声色自愚 每次出游 必定协计同行 画的右上方 有郭许提诗云 西吕东山踏软沉 中原事业在荆轮 群姬竹伴相欢笑 游胜还温币后人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自永家之乱后 近世南迁 北方则连年战乱 少数民族相继崛起 形成五湖称雄的局面 司马耀时期 北方最强大的少数民族 是以弗坚为首领的低族 建立了前秦 东晋与前秦之间的战斗交锋 往往以东晋败北而告终 谢安派弟弟谢时和侄子谢璇 出兵对抗前秦 数战皆克 太元八年383 福坚亲自率领大军 陈兵匪水 金安徽受陷东南方 号称百万 东晋举国震动 谢璇问谢安如何应对 谢安依旧是风度宜然 毫无惊惧之色 回答说 已另有旨意 进而不语 谢璇不敢多问 又派别人去问计 谢安则驾着马车来到山间的别墅 当时亲朋都来了 而谢安却和谢璇悠闲地下着旗 往日下旗 谢安的旗力低于谢璇 可是谢璇心中忧惧 这次竟然输给谢安 下完旗 谢安又游山玩水 直到深夜才返回 继而指挥将帅 各有所命 匪水之战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 八宫山上演绎了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的精彩一幕 谢璇等人大败福间 当捷报送到谢安面前时 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 他拿起战报看了看 放在床上 之后又面无表情地继续与客人下棋 客人问是什么事 谢安这才淡淡地回答说 孩子们大败了福间 送走客人后 谢安匆匆回到内室 喜悦之情油然而生 过门槛时 磕掉了木鸡池 竟然都不知道 匪水之战的胜利 巩固了谢安及谢氏 在东晋王朝的无上地位 他因运筹为卧 进封为太保 在军事方面 谢安都督阳、江、京、斯、玉、徐、衍、清、济、幽、定、宁、义、雍、 两等十五周军士 加黄月 可谓总摄天下 为其报截图 名由四 画中右边异齐者是谢安 此画描绘的正是匪水之战期间 谢安正在与客人对异时 有人从前线送来截报 一生钟情为一丘 谢安隐居山林时是风流名士 官居宰府后也可谓风流宰相 他自幼喜好音乐 自从弟弟谢万去世后 十年不曾听音乐 他在做了台府后 即便在丧妻中 也是私竹长鸣 王坦之曾写信劝谏 谢安却依然故我 这在士族中掀起一股热潮 人们竞相效仿 竟然成为一种习俗 谢玄在土山上修建别墅 楼台广阁 掩映在竹林之间 他常常带领子侄们畅游山间 宴席之上也都是真秀佳肴 时论以此诟病谢安 他也无动于衷 此时的谢安虽然位高权重 可他却仍怀东山之志 时时想着归隐山林 如此盛极一时的功名 难免招来猜忌 当时 会计王司马道子专权 经常在孝武帝司马耀面前进谗言 司马耀也渐渐生出提防之心 为了避其锋芒 谢安出外镇守广陵的不丘 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名为新城的石垒 营造出海事宜 结果泛海支支未遂 谢安却生了重病 病中 谢安为家人及朝廷做了最后的规划 他召回官拜征鲁将军的儿子 命其解假而归 又命龙襄将军朱旭进去洛阳 前锋都督谢玄出兵彭佩 将一切军事防备布置妥当后 谢安回到建康城 当车架路过西周门的时候 谢安想起往事 念及自己最终未能实现归隐乐土的夙愿 怅然若失 对亲友们说 当年环温在时 我常常害怕难以保全 有一天 忽然梦到 我坐着环温的车行了16里 看到一只白色的鸡而停下来 乘环温的车 预示我将取代环温 行了16里 从我做宰相至今正好16年 白姬主有 今年太岁再有 看来我的病好不了了 于是 谢安上书辞官 不久便去世了 终年66岁 嗜好文静 谢安年少时便有圣名 人们无不倾慕他 极致去世 世人深深追悼 泰山名是杨潭 在谢安去世后绰勒多年 行路时从不经由西州门 有一次 他大醉后 边唱边行 不知不觉便走到了州门 当听到身边人告诉他 这就是西州门时 杨潭悲痛不已 感伤难以释怀 用马鞭扣着门 吟宋曹植的事 生存华屋处 凌落归山丘 吟霸 痛哭而去 论赞 史晨曰 近是南迁以来 时政不稳 兼令横行 全臣当道 能够出教入相 兼领内外 戏存亡于设计 宝土安民 使一方艳宁的 真的只有谢氏啊 谢上言论公正 傅宏以舵之丧礼 完备那些缺失的雅跃 所谓君子 就是这样的人 而谢安的志向 只在孝银山间 泛舟海上 然而 当此乱世 福尖百万之众 寄于吴江 还温九五之心 窥视尽坐 而谢安却能从容面对 厌霸而肃清群寇 隐居而使泰山稳固 谢安固然风流 却因一致千金 极尽奢华 而助长颓然之风 致使雅道沦丧 国家的威仪行典 岂是如此? 卷八十 王羲之王羡之列传 提起书法 便不能不说王羲之 王羡之父子 号称书圣的王羲之 从古至今 皆被人们推崇为天下第一 其章法儒家至天成 偏然传神 其千古明天蓝亭旭 更是境界深远 为后人留下扑朔迷离的传说 一代名士 王羲之 自义少 狼牙林仪 金山东林仪北人 是司徒王岛的侄子 祖父官至尚书郎 父亲曾任淮南太守 少年王羲之言语木讷 毫无出奇之处 直到十三岁那年 荆州刺史周才发现他的奇异之处 年长后的王羲之 竟然言辞犀利 常于辩论 且以耿直坦率著称 王羲之的好友 丹阳尹刘坦以华屋美时 招待王羲之和许巡 许巡说 如果这样忠老的话 当圣寺隐居 刘坦说 吉凶或福不由人 不知道我能不能如此 王羲之则尖刻地说 朝父 许游 就不会合计 弃说这样的话 说得留 许二人念有愧色 王羲之擅长立书 其书法堪称古今之冠 笔是飘逸若浮云 矫健如金龙 王敦和王导都很器重他 称赞他说 你是我家最优秀的子弟 堪比阮主部阮裕 而阮裕本人也很欣赏王羲之 将他和王成、王岳 并称为王氏三少 关于王羲之 还有一段东床快婿的佳话 太尉西建 曾派门生到王导家 求一子弟为女婿 王导便让这个门生 到东乡便观王氏子弟 门生回去后 向西建回报说 王家的子弟们各个出众 但听他们说话 都有些矜持 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躺着 坦复而食 好像没听到大家说话一样 西建说 这就是我的女婿啊 西建询问之后 才知道 这个坦复东床的人 就是王羲之 于是就将女儿嫁给了他 王羲之出世实为秘书郎 后来被征熙将军羽亮 召为参军 累千掌使 羽亮很赏识王羲之 去使前尚书推荐他 称赞他轻贵而有见识 王羲之年少时便有美誉 朝廷中的王公贵肘 都欣赏他的才气 频频征召他 他皆不就任 杨州刺使殷浩速来敬重王羲之 亲笔写信 劝他出世 再次出世 王羲之被败为护军 右军将军 会计内使 当时 殷浩与环温不睦 王羲之认为 一个国家的安危 在于内外和睦 上下一心 便写信劝殷浩 殷浩却不纳良言 即至殷浩北伐时 王羲之持反对意见 写信组建 言辞恳切 却仍不被采纳 千古书胜 王羲之生性甜淡 喜好养生 他并不喜欢健康城市患生活 刚刚渡江到浙江时 便忠情于这里 竟然有在此地终老的念头 会计山水秀丽 吸引了很多名士徜徉其中 谢安出世前便隐居此处 名士孙辍 李冲 许巡 知顿等人都在此处修筑府邸 常唱邪游其间 就是在这里 王羲之写下了天下第一行书蓝亭序 王羲之喜欢鹅 会计有一个孤居的老妇人 养了一只叫声高亢的鹅 王羲之便带着亲友们 兴致勃勃地亲往观看 可不想那老妇人听说王羲之要来 竟然把那只鹅煮了代客 为此 王羲之叹息了好几天 山音有一个道士也喜欢鹅 王羲之知道后前去观看 求道士将鹅卖给他 那道士说 请您写一篇道德经吧 我便把这群鹅都送给你 王羲之欣然提笔 写完后带着鹅回家 十分喜乐 还有一次 王羲之在山里遇到一个卖六角竹扇的老太太 她拿起扇子 在上面各提了五个字 卖扇子的老太太不高兴了 王羲之说 你就说是王羲军写的字 卖一百钱好了 老太太果然将扇子卖到一百钱 结果人们竞相购买 在书法造诣方面 王羲之可谓大器晚成 她早年的书法不及语意 西音将近晚年才登峰造极 王羲之最终实现归隐的夙愿 但其过程却是无可奈何的 这件事源自王羲之和票其将军王羲之间的嫌隙 王羲少年有才名 与王羲之齐名 可王羲之却总是轻慢王羲 两个人的关系日渐紧张 王羲先为会计内史 丁姆优去职 王羲之便顶替了她 蓝亭旭 唐摩本 这幅作品是王羲之在东晋墓地永和九年353所书 是一部书法史上具有画时代意义的作品 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 历代学书法者几乎无人不临摹学习 期望从中悟出书法的真谛 王羲居桑住在郡内 王羲之只前去吊咽其母一次 后来每次听闻号角之声 王羲以为王羲之会来 都要打扫一番功后 可王羲之一直也没去 如此几年 王羲深以为恨 王羲复职后 身为扬州刺史 上任前变形各郡 唯独不到王羲之处 王羲之先前以为王羲当作尚书 到老可观至蒲叶 没想到他现今即如此显赫 更成为自己的上司 因此感到莫大的耻辱 便请求朝廷将其所在的会计郡分处 朝廷位于理会 一时间 这件事竟然成为笑柄 其后 王羲又费尽心思地寻找王羲之的把柄 郡中主管行政的官吏都应对不暇 王羲之又惭愧又懊恼 连自己的儿子也不如王树的儿子 王树之子王坦之 当时官至世中 羞愤之余 王羲之称病辞官 不仅如此 他还到父母墓前发誓 永生不适 辞官之后 王羲之每日与世人游山玩水 逍遥自在 又与道士一起炼丹服药 为了采药时 他常常不辞奔走千里 立即名山大川 时而也泛舟沧海 美美叹道 我一定是安乐至死的 王羲之五十九岁去世 儿子们遵从他生前的嘱托 坚决辞去了朝廷给予的金子光禄大夫的追赠 风流才子 王羲之自子敬 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 他少年时便声名远播 为人脱俗不羁 即使每日闲居 形容举止也毫不懈怠 堪称当世的风流巧楚 王羲之曾与兄长王辉之、王操之一同败业谢安 王羲之少言寡语 后来 有人问谢安这兄弟三人的优劣 谢安说 小得最优秀 那人问缘故 谢安回答说 吉人都是寡于言辞的 他的话少 所以最优秀 王羲之性格沉稳 一次 他和王辉之一起在房间里 忽然房间起火 王辉之急忙奔逃 连鞋子都顾不上穿 王羲之却神色如常 叫左右人将自己扶出 曾有小偷潜入王羲之卧室 盗走所有财物 刚要离开 却听见主人徐徐地说 偷儿 詹青是我家旧物 麻烦你把他留下来吧 吓得小偷仓皇逃窜 中秋帖 王羲之 这幅作品 堪称东晋书坛最大器的书法作品 书帖原为五行三十二字 后被割去二行十字 陷于三行二十二字 磁铁末迹绵延不绝 是如滔滔江水 一泻千里 层层波浪相逐不断 在不大的尺寸间 展现了一种大气象 王羲之雅善丹青 常于草书和立书 七八岁刚刚学习书法的时候 父亲王羲之 偷偷在背后抽他手中的笔儿不得 不禁赞叹 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成大名 长大之后 其书法成就得到父亲的赞赏 刚刚出世时 王羲之先后担任过主部秘书郎 迎娶新安公主后又有升迁 一次 王羲之路经吴俊 听说明是顾僻强有一座名园 便想去观看 他之前并不认识顾僻强 却乘坐监鱼 大摇大摆地进了园子 当时 顾僻强正与朋友集会 而王羲之却旁若无人地自顾自由来 顾僻强大怒 说 你这样辱慢主人 不合礼数 小事是人 不符合道理 说着便要将它逐出 王羲之却傲慢如故 丝毫不以为意 谢安十分欣赏王羲之 照其为长使 太元年间 建康城新建太极殿 谢安想让王羲之提携匾额 作为万事之宝 却又不好意思开口 便试着说 曹魏时修灵云殿 匾额未提 就被工匠们粗心地定了上去 结果取不下来 只好让为仲将蹬着梯子提写 写完之后 为仲将竟然须发揭白 回去之后对子弟们说 以后再也不能这么做了 王羲之知道谢安的弦外之音 正色说道 为仲将是曹魏大臣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如果是真的 那我知道 为什么曹魏不能长久了 于是 谢安便不再提及此事 谢安去世后 就其追赠之事 引起一场风波 王羲之与徐淼 素来敬重谢安忠诚和功勋 尚书故请 终于使孝武帝以书里安葬了谢安 王羲之一生风流 只有一件事令他耿耿于怀 至死也不能释然 原来 王羲之在娶新安公主前 曾有一个妻子 是西潭的女儿 两人感情深厚 举案其眉 却不想孝武帝强迫他休妻 另娶新安公主 王羲之晚年生病时 曾凄凉地说 这一生 我没什么遗憾的 只是常常想起 与西世离婚之事 不久 王羲之病逝 追赠世中 特进 光禄大夫 太宰 世好献 论赞 赞曰 书法兴起于中古 但在那个遥远的年代 书法捉谱 一直到近世才开始趋于华美 但仙人却没能留下什么真迹 直到中瑶 王羲之 书法才开始真正兴盛 中瑶的书法 虽然独具一格 但不能称为完美 至于其他为后人称道的书法家 也都未免名过其实 就连颇有奶腹之风的王献之 也没能有所创新 字体过于书寿 纵观古今 能尽善尽美者 只有王羲之一人 其笔画的起落 就像财成一般 笔断一连 若斜而直 反复赏玩 令人心目手追 不知疲倦 与王羲之相比 其他人合足挂齿 卷92 顾凯之列传 魏晋南北朝 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漫长的战乱年代 中国绘画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特征 各种美术形式逐渐形成 完备 既以真欲成熟 产生了最早的绘画理论 在这个时期 最著名 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画家 绘画理论家 就是被后世称为画祖的顾凯之 点精妙笔 顾凯之 自长康 晋灵无锡 金江苏无锡人 父亲官至尚书佐成 顾凯之博学而有才气 曾言 我的父好比激康的秦 不能欣赏的人气如必喜 欣赏的人必然认为高齐 视为珍宝 顾凯之与桓温私交很好 关系亲密 桓温争他为大司马参军 桓温死后 顾凯之败继 傅诗云 山崩明海结 与鸟江合一 有人问他 你这样哭桓公 他能看得到吗 顾凯之回答道 我生如震雷可以破山 泪水如柱可以灌海 顾凯之为人斜血 所以人们都很喜欢他 他吃甘蔗的时候 总是从尾部开始 最后吃根 人们奇怪 顾凯之则说 这叫渐入佳境 顾凯之雅善丹青 深得谢安器重 认为他是更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人才 关于顾凯之作画 自古以来便有很多美丽的传奇故事 他画人物 往往画好了几年 也不画眼睛 人们不解 顾凯之说 人身体的美丑 对画作影响不大 只有眼睛才能传神 传说顾凯之爱慕林家的一个女子 结果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她便画了这女子的像挂在墙上 用钉子定画中女子的心 结果林家女便得了心痛的病 然后顾凯之向女子表白 终于得到回应 于是拔去钉子 那女子的病变好了 顾凯之的人物画灌绝古今 她常常吟诵姬康的四言诗 并未知配图 并说 画她弹琴的姿态容易 画她目送归红的眼神难 她为裴凯画像时 在裴凯的脸颊上加了三缕须发 人们立刻便觉得这人物传神了 为谢坤画像 先画了山石 又在山石间勾勒出人形 并说 此人适合至深秋贺之间 顾凯之曾想为好友殷仲刊作画 可殷仲刊担心自己有眼病 影响作画效果 因而拒绝了 顾凯之再三向她保证能够画好 最后 她用非白书法中的一种特殊笔法的画法 巧妙地处理了画像的眼部 一次 顾凯之将一橱柜她最真爱的画作 寄放在环玄处 请她代为保管 环玄成顾凯之不在 偷偷拿走了那些画 然后又把柜子封好 就像从来没开启过一样 顾凯之回来后 看到封题完好 但里边的画却都没了 便说 这些画通神 因此画中的人物 也都画作仙人 登临仙境了 对环玄竟毫无责怪之意 《洛神妇图》局部 宋摩本 顾凯之根据曹植所写的名片《洛神妇》绘画而成 表现了曹植与偏弱惊鸿 宛若犹龙的洛神在落水相遇 分离的景象 三绝之美 顾凯之素有三绝之称 才绝 画绝 吃绝 她虽然精彩绝艳 却偏信一些小伎俩 一次 环玄与她开玩笑 拿了一片柳叶说 这是缠用来藏身的叶子 用它挡住自己 别人就看不到你了 顾凯之非常高兴 拿叶子挡住自己 环玄便佯装看不到它 顾凯之居然信以为真 把那片叶子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 不仅如此 顾凯之的吃还很有情趣 有一次 顾凯之与环玄 殷仲勘等人聚会 大家先作了语 顾凯之说 火烧平原无一辽 环玄说 白布缠根树流照 殷仲勘说 头鱼深泉放飞鸟 之后又作微语 在座的一个参君说 盲人骑瞎马临身池 此话一出 举座皆惊 在座的人都认为 这个太危险了 这就是成语 盲人瞎马的来历 后来 顾凯之官至散其尝试 62岁时死在刃上 其所著收录在文集启蒙记中 顾凯之的绘画理论 对中国古代绘画 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一生化作颇多 相传有 贵阳王美人图 当周图等 可惜到了今天 却没有他的传世真迹 流传至今的女史真图 洛神复图 猎女人志图等 都是唐宋时期的魔本 但其写意传神的风采 也可多少窥见当年顾凯之的风范 论赞 史晨曰 顾凯之矜持而有识学 其绘画 人物六神兼备 才气纵横 故有三绝之美誉 卷96 亡名之妻谢氏列传 未尽风流多名氏 也不乏财高八斗 智杰高雅的女子 清阳婉约 犹如唱犹林下的名流隐士 她们中的杰出代表 就是堪怜永续才的著名才女谢道运 这位出身名门的其女子 不仅才华出众 更坚举止从容 颇有叔父谢安之风 永续之才 王宁之妻谢氏 自道运 是安息将军谢义的女儿 谢道运出身未尽最显赫的家族 谢家 她的叔父 就是大名鼎鼎的风流宰相谢安 少年谢道运聪明 而才华横溢 便才出众 谢安曾问 毛诗中哪一句最佳 谢道运回答 己辅作诵 目如清风 众山辅永怀 以为其心 谢安身以为然 从而深知谢道运性情高远 且有哑量 一次 谢家人聚会 正逢天降大雪 谢安便考子侄们 让他们形容这大雪 侄子谢朗达道 散言空中插可你 谢道运则说道 为若柳婿因风起 谢安大喜 赞赏不已 从此 人们便用永续 形容女子有才华 成年后 谢道运嫁给了王宁之 王宁之是王羲之的次子 擅长草书和历书 历任江州次使 左将军 会计内使 最初 谢道运对这段婚姻并不满意 新婚归宁回到家后 他闷闷不乐 谢安问 王郎是王一嫂的儿子 配得上你 你还有什么遗憾的 他回答说 我们谢家 叔父一辈子不必提 堂兄弟中也有谢勺 谢朗 谢玄 谢川等人 没想到天底下 还有王宁之这样平庸的人 真是有天壤之别 谢道运也曾讥讽兄弟谢玄学业进展缓慢 说 是为了俗世分了神 还是因为天分有限啊 谢道韬才思敏捷 常欲思变 一次 王宁之的弟弟王宁之 与宾客高谈阔论 说到后来有些词穷 谢道运便让侍女转告王宁之说 我愿意为你解围 他命人用青色灵做的部杖挡住自己 隔着部杖与宾客辩论 最后把宾客说得哑口无言 不能应对 安身乱世 隆安二年398 王宁之乱爆发 司马稻子又杀五斗米稻稻是孙泰和他的儿子 孙泰的侄子孙恩发誓报仇 拒绝了几百人起义 从海上出发 一度逼进建康城 攻入会计 王室一家人都信奉张氏的五斗米教 尤其是王宁之 十分虔诚 因此 当孙恩攻打会计时 下属请身为会计内使的王宁之 准备御敌 王宁之却不为所动 而是到静世中祈求神明保佑 毫不设防 结果自己和儿子都死于这场劫难 也许是继承了叔父的临危不乱之风 听到丈夫和儿子去世的消息 谢道运并未惊慌失措 仍旧镇定自若 他乘着监鱼抽刃出门 乱军之中 身为女子的他竟然也杀了数人 但最后还是被掳获 谢道涛年幼的外孙刘涛被送到孙恩面前 孙恩竟然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谢道涛便大意凛然地说 这件事与王家有关 跟其他家族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一定要杀这个孩子 就先杀了我吧 孙恩虽然很毒暴虐 却也为之动容 加上他很佩服谢道运 便放了这个孩子 从此以后 谢道运寡居会计 会计太守刘刘久闻谢道运财明 便请他来清谈 谢道运素之刘柳声望 所以也不避讳 便舒着计带着簪穿着素衣坐在帐中 刘柳则着装严整地坐在旁边的踏上 谢道运风度翩翩 韵味幽远 卓尔不群 而其言论倾心智雅 谈到家世时 他慷慨悲痛 但言辞流畅 不失逻辑 一袭谈罢 刘柳不禁赞叹 这实在是前所未见之人 听他说话 让人发自内心的佩服 谢道运也将刘柳引为知己 说 自从我家到凋零 我一直没见过什么人 直到遇到此人 听他的问话 让人胸襟开阔 童俊的张玄 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妹妹 后来嫁给了氏族顾家 张玄常常夸耀自己的妹妹 能与谢道运其名 有个叫做锦妮的人 曾拜访过王 顾两家 于是便有人问这两位才女的优劣 锦妮回答说 王夫人神情清朗高至 因此很有隐世的风范 而顾家父纯情如玉 一看便是大家闺秀 谢道运永续清 论赞 史晨曰 有近一代多经磨难 北方沦陷 容敌四起 人们举家南迁 在此危难之中 往往有女子申大义 全气结 就像谢道运对孙恩一样 赞曰 作为女子 她的道德仪容高雅 温婉柔和 杰操如风霜 美名传于邦国 卷九十八 王敦 还温列传 自古全臣多以功勋论著 或有辅政之劳 或有秦王之勋 然而人们往往为权力所获 迷失在权柄的争夺中 浮浮沉沉 王敦 还温 两代柄均衡之将 一者忠心尽事 一者横定江山 却最终落得身败名裂 祸及子孙 王与马 共天下 王敦 自处众 是司徒王岛的堂兄 他的父亲王姬是智书士玉使 王敦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相成公主 拜父马都尉 除太子设人 当时正逢王凯 十重斗妇 一次 王敦和王岛造访王凯 王凯命府上的美人劝酒 如果客人不饮 便杀了劝酒的美人 王岛平时并不喝酒 但他怕祸及他人 便勉强喝了 而王敦却故意持杯不饮 在作者人人悲剧失色 可王敦却视而不见 事后 王岛感叹说 处众若当正 心中刚毅不为所动 恐怕不会有好结果 贤马潘涛见到王敦后也说 处众已经显示出枭雄的气魄 只是还没什么声威 将来他若不是人 也会为人所事 赵王司马伦篡位时 王敦劝叔父王燕 起兵响应诸王共同秦王 晋惠帝司马中复位后 王敦升为散其常侍 左卫将军 大红卢 适中 出处广武将军 清州刺史 勇家之乱后 晋是青颓 天下大乱 王敦将公主身边的百余名弟女 佩起将士们 又散尽千金财物 自己一个人回到洛阳 后来又跟随实为晋王的司马瑞 南镇江东 当时的司马瑞冥望不住 王敦和王岛两个人 同心同德地辅佐他 期盼晋始忠兴 司马瑞也十分信任王氏兄弟 十人都说王与马 共天下 东晋初期 朝廷政局不稳 悉数得杜涛作乱 王敦出任主帅迎敌 他指挥陶侃大破杜涛 晋镇东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加都督江 杨 京 湘 郊 广六州州军事 江州刺史 丰汉安侯 一时之间 王敦势力如日中天 统霞州县 甚至可以独立任免官员将领 渐渐有了专权的迹象 随着狼牙王室一族的势力日渐强大 晋元帝司马瑞也开始暗自提防 就连对曾经的至交好友王导 也有了猜忌之心 司马瑞任用刘奎制衡王室的权力 并慢慢地疏远王导 王敦上书 为王导鸣不平 结果这道奏书并未送到司马瑞面前 就被王导原封不动地退回 王敦便再次上奏 王敦为人雅善清谈 不言财色 颇有威名 在近视南迁和拥立司马瑞的过程中立了大功 拥兵在外 掌控了东晋的军事命脉 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于是独断专行 甚至有了不臣之心 这自然引起司马瑞的不满 司马瑞便重用刘奎 凋邪等人 王敦自然心生怨恨 他常常在酒后涌唱曹操的龟虽兽 王敦想让从事中郎臣班为香州刺史 司马瑞却另派他人 王敦与司马瑞之间的嫌隙日深 便上表陈述 自古以来 忠臣往往因小人之故 建议于君主 结果这道奏表 非但没能消除君臣之间的隔阂 反倒令司马瑞更加忌惮他 为了牵制王敦 司马瑞任命刘奎为镇北将军 戴若斯为征锡将军 表面上是为了对抗北方少数民族 两度兵变 永昌元年322 面对司马瑞的种种猜忌 王敦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以清军策为名 大举进兵建康城 矛头直指刘奎 王敦兵致吴胡 又上表陈述凋邪罪状 司马瑞大怒 下诏说 王敦是宠叛逆 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今 我要亲率大军迎敌 凡有杀王敦者 封武千户侯 并立刻召集戴若斯 刘奎入京 抵御王敦 王敦兵至石头城 便想直接攻打刘奎所部 其部将杜宏劝谏说 刘奎手下有很多死士 未必能轻易攻克 不如先攻取石头城 一旦得到石头城 刘奎不战自败 王敦采纳了这个建议 果然大败王师 进入石头城后 他并不去朝见天子 反而放任手下兵士抢掠 结果健康的官员四散奔走 最后 司马瑞身边 只剩下两名侍中 司马瑞脱了铠甲 穿上朝服 对着王敦说道 想得到我的位置 就早点说 我自己回狼牙去 何苦连累了百姓 王敦进了建康城 再次掌控了朝廷 杀了周 戴若司等人 司马瑞无奈 只得委屈求全 封王敦为丞相 江周牧 禁决武昌郡公 亿万户 王敦城市减除一己 培植亲党 以兄长王涵为魏将军 都渡缅南军事 领南漫校尉 荆州次使 以易阳太守仁印都河北诸军事 南中郎将 王敦亲自都宁 一二周 将军事全力牢牢控制在掌中 司马瑞去世后 对于王敦的不臣之心 继位的晋名帝司马少 只得隐忍 又对王敦大家封赏 王敦位高权重 日渐暴虐焦曼 任用心腹前奉等人 在朝堂上不断排除异己 凡有忤逆者 一定除之而后快 后来 王敦的侄子王允芝 得知了王敦的夺权计划 王允芝的父亲王叔与王道 一同将这件事告诉了司马少 提醒朝廷早日防备王敦 太宁二年324 王敦患病 其手下大将前奉等人商议王敦死后便起兵作乱 在病中 王敦铲除了一己周扎 终于将自己推向了斗争的风口浪尖 司马少暗中准备讨伐王敦 王敦任命温乔为丹阳尹 本来是想收尾己用 没想到温乔回到健康后 却向司马少告发了王敦谋反之事 司马少下令征讨王敦 并谎称王敦已经病逝 这无疑削除了战士们的恐惧心理 激发了他们必胜的决心和斗志 前奉率兵来到健康城 屯兵秦淮河之南 司马少亲率六军抵御前奉 几经大战 终于打败叛军 病重的王敦对部将杨健 杨子王英说 我死之后 王英便可即位 先建立百官制度 然后再办理我的丧事 不久 王敦去世 终年59岁 王英密不发丧 用席字裹住尸体 外便涂辣 王敦一死 叛军大势已去 不久 朝廷就平息了叛乱 前奉 沈冲等人具被斩首 有官员上奏说王敦罪恶滔天 应该将其开关录尸 司马少准奏 就这样 王敦被从墓中挖出 焚烧了衣冠 斩下头颅 悬于城门 官者莫不称快 东晋风流图原方从义 画中 王羲之坐在岸边水泄之上 西山环抱 景色宜人 王羲之的家族是东晋的望族 他的两个伯父是拥立司马瑞建立东晋的功臣 一位是宰相王岛 另一位是大将军王敦 王马共天下是西晋八王之乱和永家之乱的结果 也是晋朝名门大族势力发展 直到超越皇权的产物 还温法蜀 还温 自圆子 父亲是宣承太守还仪 还温出生不久 温乔就曾说 这个小儿有旗鼓 是个英才胚子 因为得到温乔赏识 所以父亲便给他起名为温 还一为寒黄所害 经令江波也参与了此事 当时还温只有15岁 他整个气血 志在复仇 三年后 江波去世 他的儿子江彪等三人居丧 还温以吊丧为名 介入灵堂 把刀手刃江彪 当时的人们谈论起这件事时 无不称赞还温 还温为人豪爽 颇有气度 资荣伟岸 其好友佩国刘潭称赞他说 还温子谋求然 就像当年的孙仲谋和晋宣王 后来 还温上南康长公主 拜驸马都尉 除狼牙太守 累迁徐州刺史 还温与羽翼关系要好 羽翼曾向晋明帝司马少推荐还温说 还温少年而有雄才大略 愿陛下不要把他当作常人看待 对他为以重任 使他为国家出力 羽翼死后 司马少以还温都督精良四周诸军士 安息将军 荆州刺史 领护南蛮校尾 贾捷 当时 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势力渐趋微弱 还温便常想在蜀地建功立业 永和二年346 还温率兵法蜀 起初 朝廷官员都认为蜀地地势险要 而还温兵少 不宜深入 还温率军而行 兵封直指成都 坐手蜀地 自以为高枕无虞的李氏 此时才恍然惊醒 急忙派叔父李福 唐兄李全等人出兵御敌 还温亲自对阵李全 三战三劫 敌军大败而归 此时的李氏只能做垂死挣扎 他领兵出城 在左桥 金成都西南迎敌 此役 双方决战 战斗之初 成汉军占了上风 晋军参军攻户战死 众人无不惊恐 军心动摇 便要退兵 就在这关键之时 晋军的鼓励 悟敲了晋军鼓 晋军听到鼓声 一鼓作气发起攻杀 李氏大败 桓温乘胜追击 驱兵长驱直入成都 焚烧了成都小城 逼得李氏连夜盾逃九十里 眼见大势已去 大将邓松 攒监劝李氏投降 李氏无奈 只能绑复了自己请降 桓温亲自为其解开绑复 将他送回建康城 至此 经历六世 维持了四十六年的成汉政权灭亡 东晋统一了南方 灭成汉后 桓温在蜀地停留了三个月 任用贤能 广师德政 百姓都很拥戴他 正当桓温要颁师时 降臣王室 邓定 奎文等人反叛 桓温再次荡平叛逆 等到蜀地太平后 桓温回军将临 以法蜀之功 竟为征锡大将军开府封灵贺俊功 北伐中原 当时 北方政局混乱 后召国主石济龙死后 后召内部大乱 大将冉敏篡权称帝 建立了冉位 慕容鲜卑 低族相继崛起 面对这一历史机遇 桓温上表朝廷 决定出师北伐 然而 此时的桓温已然功高震主 近墓地司马丹对他颇为猜忌 因此并未同意他的请求 反倒派一号率兵北伐 知道朝廷用一号牵制自己后 桓温愤愤不平 但考虑到一号此人 不过是碌碌庸才 也没什么忌惮的 所以 两人共处多年 桓温也已成礼侍奉司马丹 然而一号北伐数年 屡战屡败 耗费了大量物资钱粮 朝野上下都有怨言 于是桓温上表 请求罢免一号 司马丹无奈 只得依从 就这样 朝廷内外大权落到桓温手中 永和十年354 桓温率领步兵 骑兵四万从江陵出发 直指长安 挥施北伐 水军从襄阳出发 入军口 至南乡 步兵自西川以征官中 命梁州刺使司马逊出子武道 别遣一支军队进攻上落 大破前秦的荆州刺使郭靖 前秦国主福建亲身陷阵 斩杀了两员东晋大将 桓温驱兵立战 杀退福建的儿子福生 桓温的弟弟桓冲 也在白鹿园一役中大破敌军 前秦军队一路溃败 桓温追至坝上 福建身边只剩下5000人 他挖了深沟自我防御 长安的百姓听说东晋的军队杀到 无不欢庆 百姓十之八九都带着酒肉迎接桓温 老人们甚至感怀流泪说 没想到今日还能看到禁军 桓温驻军坝上 本想等麦子成熟的时候收作军粮 与福建打持久战 可没曾想福建兼臂青野 桓温没了军粮 只得退兵 永和十二年356 桓温第二次出兵北伐 这一次 他北伐的对象是西北的羌族 桓温自江陵出发 途径金城时 看到他年轻时种的柳树已然粗壮 不禁凯然常探道 目由如此 人何以堪 他折下一根柳枝 渲然落泪 他越过淮水 四水 越马北方 与群瑶登陵高楼 急目远眺 桓温慷慨而言 神舟路程 至十百年基业沦为废墟 王衍难辞其咎 桓温军队到达伊水时 枪族首领摇湘 屯兵北岸 双方隔水相聚 对阵之时 桓温亲自披挂上阵 其地桓冲 身先士卒 打败摇湘 枪族士兵自相践踏 死者数千 摇湘败走 桓温收复洛阳 败叶先帝朱陵 并将毁于战火的西晋历代帝王陵 修缮一心 此次北伐前夕 桓温曾上表十余次请求迁都 重回昔日故土 却遭到偏安异余的东晋朝廷的拒绝 太和四年369 桓温再次上书北伐 攻打前淹 禁军来到葫芦 一战克敌 禁军今香 时逢天气大旱 水路不通 桓温便下令开凿三百里运河 前燕派慕容锤 傅莫波等率军八万抵御桓温 双方在临主展开大战 禁军取得首战的胜利 禁敌方投 桓温派元真攻伐桥梁 打通梁道 然而 拿下桥梁后 禁军仍不能解决运梁问题 桓温只好烧了战船 徒步撤退 一路上早紧饮水 成禁军撤退之际 慕容锤指挥八千骑兵追赶 桓温锁步被打得七零八落 死亡三万人 第三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简文帝司马裕 北伐之梦破灭后 桓温费海西攻司马懿的地位 立会计王司马裕为帝 视为简文帝 随后 桓温就要求朝廷赐予他酒席 置在周顶 桓温为人自视才华过人 志向远大 本打算在北伐中有所建树 凭借功劳受酒席之风 第三次北伐的失败 导致他先前圣级一时的声望大大减弱 他最终竟然通过费力皇帝 确立自己的威信 他废掉司马懿 改立简文帝司马裕 并像当年诸葛亮一样 代甲仪仗百人入殿 朝堂之上 桓温也大肆铲除一己 实为适中的谢安 看到桓温后竟然倒身下败 桓温大惊 问他何故如此 谢安说 没听说过君王败于前 而臣子作医于后的 毫不留情地讥讽了桓温的不臣之心 涉于桓温之威 司马裕常常惊恐不安 并重视 竟然一照让桓温辅正 一切如当年的诸葛亮 王岛一样 桓温本以为司马裕会善未给自己 不想却是这样的结果 孝武帝司马耀即位后 桓温带兵入巢 直入山林 司马耀派尚书谢安在新庭迎接 当时 百官皆败于道路两侧 无不惊恐失措 甚至有人说 桓温会杀了王坦之和谢安 危难之际 谢安镇定自若地化解了这件事情 桓温回到孤暑后 停意要为他加酒息 此时 他已然病入膏肓 听说这个消息后 谢安和王坦之便故意拖延这件事 直到桓温病死 终于平息了这场篡位风波 论赞 史晨曰 王敦靠对外征伐树立权威 以仗兵权而对内压主 最终落得销首陆师的下场 祸及身后 桓温文韬武略 熊脉才高 当时的东晋王朝北有荣敌四孽 稀有李氏之患 他以恢弘气略平定西蜀 功高可叹 其后 桓温用兵洛阳 修复武陵 又徽君西相 威怀三府 虽然未能减除敌人 但也足以扬威 抚慰先王之灵 然而 此后的桓温大权在握 邪威镇主 觊觎神器 废主立威 诛杀忠良 这实在是罪大恶极 辅悦一家 人神同器 卷一百一 流原海载记 匈奴曾是北方最强大的少数民族 跨越欧亚草原 滨集流沙 自西汉莫独蝉 盛极一时 汉士不得已 美美求和 直到汉武帝时期 一举大破匈奴 进入东汉 匈奴势力渐弱 战争 天灾 不断地侵蚀着曾经强大不可一世的马背民族 最后 匈奴内讧 分裂为南北两庭 随着北匈奴的西迁 南匈奴的依附 匈奴逐渐没落 然而 随着中原王朝的衰落 北方民族的兴起 匈奴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 尾至中原 刘远海 名刘渊 这里称其表字为刘远海 因尽书成书于唐代 未必高祖礼渊慧 不称刘渊 他是新兴匈奴人 自称莫独蝉鱼的后代 汉初 汉高祖刘邦将宗亲的女儿封为公主 嫁给禅渝为妻 所以 其后代以刘为姓 东汉建武初年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 中平年间 南匈奴 禅渝枪渠派其子于佛罗 率兵协助东汉王朝讨平黄金叛乱 当时恰逢枪渠为国人所杀 于佛罗便带着手下留在中原 自立为蝉鱼 之后 他参与了董卓之乱 扣略太原 河东等地 最后屯兵河内 于佛罗死后 其帝呼出拳继任为蝉鱼 封于佛罗之子刘豹为左贤王 曹操将匈奴分为五部 刘豹为左不帅 其余不帅都为刘氏 太康年间 朝廷将匈奴五部改为都尉 分手东南西北中五方 刘氏都居于晋阳焚剑之病 曹魏佳平中期 刘豹的妻子呼炎是道龙门囚子 居然有一条头上长了两个脚的大鱼游到呼炎市祭祀的地方 徘徊很久才离开 夜晚 呼炎市梦到白天看到的那条鱼变成人形 左手拿了一件鸡蛋大小且闪闪发光的东西交给自己 说 这是日经 吃了 他你就能得贵子 醒来之后 呼炎市把这个梦告诉刘豹 刘豹说 这是吉兆 当年我跟随司徒世学相书的时候 他就说我将来会有富贵的子孙 刘氏三代之后必定昌盛 这与你的梦正好相符 十三个月后 呼炎市生下了刘远海 出生时 左手中便有一个冤字 因而以此为名 儿时的刘远海十分聪慧 七岁时母亲去世 她哀嚎痛哭 感动了很多人 宗族部落都很欣赏她的孝心 刘远海很好学 师从上党摧游 学习毛诗 京士义 马士尚书 尤其喜欢春秋左诗传 《孙无兵法》 几乎能够背诵 至于史记 汉书 朱子等 无不涉猎 后来学习武士 也是浊然不群 擅长射箭 力气过人 刘远海形貌魁梧 身高八尺四寸 胡须长三尺多 中间有三根红色的虚染 长三尺六寸 当时 有善于相面的人见到她后大惊 说 此人容貌非常 实在是我生平所未见 于是对她十分崇敬 曹魏贤新年间 刘远海作为质子留在洛阳 司马昭对她很好 司马昭代位称帝后 刘远海的好友王魂 多次向司马昭推荐刘远海 司马昭召见刘远海 长谈之后 司马昭大悦 对王己说 刘远海的容貌和见识 就算是当年的鱿鱼 今日也不过如此啊 王己则回答说 若论容貌见识 诚如陛下所言 可要说起文武才能 刘远海可胜过那两人 陛下如果派她法武 一定能平定江南 司马昭称善 孔循 杨瑶却组见说 我看刘远海的才能 当今无人能及 如果陛下不给她重兵 恐怕不足以成事 如果赋予她的权力过重 平无之后 踏势会一去不复返 非我族类 齐心必毅 司马昭听罢默然不语 后来 秦川雍良叛乱 上党李喜宝举刘远海 再次被人以同样的理由拒绝 后来 刘远海哭着 对好友王弥说 王魂 李喜与我是同乡 他们了解我 才会薄举我 可是朝廷上谗言四起 足以为害 只有你知道 我本无心仕途 恐怕我早晚死在洛阳 现在就与你决别吧 说吧 她情绪激动 虚息不已 纵久长笑 声调清亮 闻者莫不流泪 青瓷阳形竹台 东晋 魏晋南北朝时期 青瓷兴盛 这种瓷器光泽淡雅 很符合魏晋时期飘逸风流的风格 蜡烛约出现于东汉前后 竹台就是伴随蜡烛的发明出现的 此竹台为阳形 古人认为阳、祥相通 寓意吉祥 继任左贤王 刘暴死后 刘远海继任为左不帅 太康末年 拜北部都尉 刘远海明确刑法 消除官员坚定行为 清才好师 诚意待人 匈奴各个部落的豪杰都来归顺投靠 就连幽州、冀州的明儒、世人 也都不远千里前来交好 八王之乱后 天下大乱 寇到四起 刘远海的唐祖父 顾北部都尉 左贤王刘轩等人秘密商议 我们先祖与汉人约为兄弟 甘苦与共 自从未尽以来 我们蝉鱼须有其名 却无寸土 如今司马氏祸起萧强 我们匈奴兴邦复业 就在今日 左贤王远海才智过人 上天正是为了复兴匈奴 才生了此人 就这样 大家推举刘远海为大蝉鱼 司马颖为皇太帝的时候 任命刘远海为冠军将军 封为卢奴博 东营公司马腾 王启兵讨伐司马颖时 刘远海对司马颖说 如今两阵跋扈 聚众十几万人 恐怕朝廷这些人抵御不了 请让我回去为您说服五部匈奴共赴国难 可司马颖却担心五湖发难 想迁都洛阳以避锋芒 刘远海说 您是五弟之子 有疏勋于王室 四海之内无不钦佩 谁不愿为您赴汤蹈火呢 谁又会反抗您呢 王不过是数子 岂能与您争锋 您现在迁都就是示弱 况且 东湖之彪悍不如匈奴 如果您能免辅示众 镇守京师 我会以两部匈奴罚东营 三部罚王 评判指日可待 司马颖大月 拜刘远海为北蝉鱼 参丞向军事 就这样 刘远海回到北庭 当上大蝉鱼 半年之内 便聚众五万人 建都离石 司马颖兵败后 挟持天子迁都洛阳 刘远海虽然鄙视司马颖 却碍于约定 终于还是出兵相救 讨伐鲜卑 所见徒局部 唐延立本 刘远海死后 太子刘和继位 之后 一向以汉勇闻名的刘远第四子刘聪 杀死兄长刘和 自立为大蝉鱼 大司徒 刘聪荒云奢侈 性情残暴 此图表现的是 匈奴汉国的廷尉陈元达 向刘聪冒死觐见的情景 称帝建国 永兴元年304 刘远海在左国城 金山西离石东北 南郊修建祭坛 称汉王 大赦境内 改年号为元熙 自称继承汉统 追尊刘善为孝怀皇帝 立庙祭祀汉高族以下的三族武宗 立妻子忽颜氏为王后 摄制百官 封刘轩为丞相 崔游为玉使大夫 刘洪为太尉 其余官员各有封赏 司马腾派部将聂玄讨伐刘远海 双方在大陵开战 结果聂玄兵败 司马腾害怕 率领兵州的两万户南下山东 刘远海又派剑武将军刘耀出兵太元 宣士 屯流 长子 中都 进阶攻克 一年 司马腾再次出兵 双方战于离石坟城 刘远海的部将再度连战连结 这一年 刘远海以前将军刘锦为史迟节 征讨大都督 大将军 在板桥攻伐刘坤 结果被刘坤所败 还被刘坤占领了晋阳 刘远海的势中留音 王玉晋剑说 殿下您起兵以来 已有数年 但是却偏安一方 威名未振 如果能派江而出 与晋士一决胜负 杀刘坤 定河东 成帝叶 在徽师南下 克定长安 以之为都 在凭借关中之事席卷洛阳 就不难了 这便是高皇帝 汉高祖刘邦 当年的宏姬伟业 刘远海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 于是出兵进去洛阳 然后攻袭蒲板 平阳 蒲子 河东 平阳属县望风而降 威震北方 上郡四部鲜卑陆竹炎 低求大善于争 东来王弥及时乐等 也相继归父 刘远海盛极一时 称雄朔北 勇家二年 三百零八 刘远海称帝 大赦境内 改元永奉 以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 封梁王 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 封臣刘王 御史大夫呼炎邑为大司空 封燕州郡公 宗氏以亲书为等 西封郡县王 义姓以勋谋为差 接封郡县公侯 迁都平阳 金山西陵坟西南金殿 称帝后的刘远海 雄心万丈 令儿子刘聪与王弥进攻洛阳 令刘耀 照顾为后援 此时 西晋执政的是 东海王司马月 他派遣平北将军曹武 将军宋秋 彭墨等营敌 交锋之后 大败而归 刘聪等人长驱直入 兵进宜阳 平昌公司马摩派将军淳定 吕毅等自长安出兵 增援宜阳 结果还是战败 然而 面对节节胜利 刘聪等人日渐大义 不设防备 中了洪农太守援延的炸祥之计 大败而回 刘远海则束缚迎接班师的将士 刘远海并不甘于兵败 这年冬天 他再次发兵 以刘聪 王弥 刘耀 刘景等人率骑兵五万人进攻洛阳 在黄河之南大败进军 而面对进军的一次又一次反攻 刘聪再次失利 王弥对刘聪说 如今失利 说明洛阳守被兼顾 您不如回师 以后再做长远打算 刘远海也派人召回刘聪 刘远海以刘欢乐为太傅 刘聪为大司徒 刘延年为大司空 刘扬为大司马 在境内实行大赦 立其其善事为皇后 立子刘和为皇太子 丰子刘亦为北海王 刘远海并赌之时 将身后之事托付给太宰刘欢乐和太傅刘扬 永家四年310 刘远海并逝 其在位六年 世号光文皇帝 妙号高祖 藏永光陵 卷140至卷150 十乐宰祭 后照 这个由杰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在永家之乱后第一次统一北方 禁收中原 后照的建立者石乐 用他戎马空总的一生 演绎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从奴隶到皇帝的传奇 出身微末 石乐 自是龙 出名辈 是五湖中的杰人 祖籍上党五乡 其先祖是匈奴别步枪渠的后裔 石乐出身卑微 十四岁的时候 随人刑犯来到洛阳 明氏王岩首先发现了他的出众之处 他长大之后 强壮而有胆识 一中父老断言 其前途不可限量 当时的人不以为然 只有乌人郭靖 阳区宁区 对他很好 泰安年间 冰州饥荒 石乐等胡人离开燕门 投奔宁区 当时北方贩卖胡人的现象很普遍 北则都尉刘坚就曾想卖了石乐 幸得宁区保护才得以幸免 石乐偷偷偷投奔那乡都尉李川 路上遇到郭靖 石乐哭着诉说自己饥饿的窘境 郭靖心酸不已 给了他食物和衣服 在此天灾人祸之时 冰州刺史 东营公司马腾抓捕胡人卖到山东充军 当时的石乐二十余岁 也被抓去贩卖 负责押送的将军张龙 常常虐待这些胡人 将他们两人锁在一个家上 石乐也几度为他所辱 一路颠沛流离 石乐生了疾病 后来又被卖给持平人施欢为奴 施欢发现石乐相貌其伪 便免去了他奴隶的身份 此时的晋王朝 正沦陷在八王之乱的危境中 当政的成都王司马颖兵败后 逼迫晋惠帝司马中迁都 和奸王司马于上奏朝廷 要求废除司马颖 这一年 刘远海称汉王 石乐与魏郡吉桑率领牧民前去投奔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吉桑给石乐取了这个名字 最初 石乐跟随公师藩 攻打平昌公司马摩 兵败后公师藩被杀 石乐和吉桑逃往院中 聚集了很多流民和囚犯 重整旗鼓 吉桑便自称为大将军 矛头直指东海王司马岳 东营公司马腾 石乐作为吉桑的先锋屡立战功 最后终于斩杀司马腾 杀敌万余人 吉桑和石乐乘胜渡河 向南进攻衍州 司马岳派狗熙 王赞等人应战 吉桑 石乐 败于狗熙 死伤惨重 最后带着残部 准备投奔刘远海 结果在半路上 遭到冀州刺史丁绍的截杀 溃败而逃 石乐逃往乐平 而吉桑却死于此意 陈世前兆 逃出的石乐 依附了屯兵上党的胡人张轰都 冯莫突 备受信任 石乐趁机对他们说 刘禅于举兵讨伐近世 你们拒不归从 难道就能在乱世中独立吗? 如果不能的话 就应该找个依靠归属 张轰都等人向来缺乏智谋策略 便归附了刘远海 石乐也与张轰都隐为知己 以兄弟相称 刘远海封石乐为辅汉将军 平晋王 误完张福力度拥兵两千 囤守在乐平 刘远海几次招揽都不曾归附 石乐乍称得罪了刘远海 投奔张福力度 张福力度非常高兴 二人约为兄弟 张福力度派石乐率领诸狐部队外出劫掠 无往不利 诸狐对他无不敬畏顺服 随着人心归附 石乐趁机抓了张福力度 并对胡人说 现在我们举兵启示 我与张福力度谁能担任首领 就这样 大家推举石乐为首领 石乐便带着锁部归附了刘远海 从此 刘远海对石乐更加信任 封他为都山东征讨诸军事 还把张福力度低势众分配给他 刘聪攻打胡关时 以石乐为前锋 大败敌军 接着 石乐领兵三万 攻略魏郡 顿秋等地 石乐约束军队 秋毫无犯 百姓安居乐业 刘远海称汉王后 封石乐为池杰 平东大将军 孝伟 都督 石乐出兵济州各处 所向披靡 龟赴低势 重达十余万 这时的石乐 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 以张斌为谋主 刁英 张敬为左臣 魁安 孔常为爪牙之士 知雄 忽延末 王阳 陶豹 陆明 吴玉等人为将帅 周边的胡人 设于石乐升威 大多龟赴 车骑将军王堪 北中郎将陪县 从洛阳出兵 率众征讨石乐 石乐焚烧军营回军抵挡 在黄牛磊暂住下来 他一路攻城掠地 最终拥兵数万 再渡黄河 石乐令如生毒史 319年 石乐见后赵 选权贵子弟入学 授以儒学经典 刘远海去世后 刘聪加封石乐为征东大将军 冰州刺史 集郡 石乐从刘敏手中攻下晚城 势力更加强大 向南攻略襄阳 攻陷江西三十余座壁垒 他不听从谋士张斌的劝阻 率兵南下 禁援帝司马瑞派王导率中抵挡 结果孤军深入的石乐 不仅粮草供应不上 北方士族到了南方 又遭遇疫病 死亡大半 石乐最终只好焚烧了资重 渡过缅河 进攻江夏 之后徽军北上 进攻新菜 斩杀新菜王司马雀 其余公侯大将望风归降 东海王司马月死后 太尉王衍暂时代理朝政 石乐率兵来袭 升秦王衍等人 杀进西进旧臣 然后惠同刘耀和王妮 攻陷了洛阳 石乐将功绩归于这两人 自己带着兵进驻许昌 进军古阳 斩杀了冠军将军王姿 后召财官将军印 财官将军为武官名 始建于西汉 掌兵士 未进时 财官为终极武力 进时未列六品 简除王妮 石乐和王妮两人都拥兵自重 渐渐形成水火不容之势 首先是王妮想除掉石乐 于是他采纳了刘吞的建议 联合刘吞部将曹仪 结果石乐的巡游旗 抓获了刘吞 看到了王妮写给曹仪的信 石乐杀了刘吞 然后秘密谋划对付王妮的计划 在进攻蒙城的时候 石乐俘获了大将军狗熙 认他为左司马 王妮知道后有些忌惮 言辞谦卑地对石乐说 你赦免了狗熙是何等的英明 如果让狗熙和我做您的左右手 则不愁不能平定天下 石乐也因此认定王妮的野心 他与谋士张斌商议 决定先下手为强 恰逢石乐与陈武大战彭关 王妮则与刘瑞相持 王妮向石乐求救 张斌献计说 您常担心找不到对付王公的机会 现在就有上天赐予我们的机会 陈武不过是个小人 不足为虑 王妮却是人杰 将会成为我们的祸患 于是 石乐不顾自己的敌人 反而帮助王妮击退刘瑞 这样一来 王妮以为石乐对他没有异心 便也不再提防石乐 石乐派人邀请王妮去赴宴会 王妮的长使劝他不要轻易犯险 王妮不从 结果九席之上 畅饮正憨的王妮被石乐亲手斩杀 石乐收编了王妮所部 并向刘聪告发王妮谋反 石乐后来又杀了谋判的狗熙等人 铲除强敌后 石乐在葛皮修建房屋 劝克农耕 打造战船 准备出兵东晋国都建业 却赶上与世连绵 石乐军中因饥饿 威易死了大半的人 而东晋的席文却接踵而至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又长使刁鹰劝石乐先归顺东晋 等他们撤军后再另做打算 石乐又问及于张斌 张斌说 将军如果想攻克剑业 囚禁天子 杀了王后 那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这样如何才能让晋士的大臣臣服于您 去年诛杀王妮后 就不该出兵来这里 现在方圆数百里内连跃降雨 遇使将军不一再留在这里 夜城有三台之故 铜雀台 金虎台 兵锦台 西街平阳 四周有山河为杖 我们只要挥军向北 讨伐叛逆 平定河朔 中原地区便没人能与将军您争锋 近视守寿春 只是惧怕将军的攻击 如果他们知道将军回军 一定也会退军 不会乘胜追击 我们的自从向北行进 大军进发寿春 只要资重一过 大军慢慢撤退 还怕进退无路吗 于是 石乐的军队从葛皮出发 结果锁过之处 禁军兼臂青野 石乐军中断了粮草 士族们竟然互相残食 途径冬淹时 石乐所部截获了相冰的军资 终于再度封足 长驱直入 进攻夜城三台 三台一手难攻 张斌劝说石乐暂时放弃攻打夜城 转而占据北方的邯郸 湘国 石乐攻陷湘国 终于在北方站稳了脚跟 由冲锋石乐为史池杰 散其长室 都督纪幽并赢四周杂宜 征讨诸军士 继周牧 进封本国上党俊功 亦武万户 开府 幽周牧 东夷校尉如故 称霸北方 石乐的强大 严重地威胁到了幽州的王 王浅都护王昌 鲜卑断就六眷等人 新兵五万争讨石乐 石乐派大将孔长出战 大败鲜卑军队 断就六眷前使求和 石乐同意了他们的请和 与鲜卑人结盟为兄弟 剑星元年313 石济龙再度攻打叶城三台 首将刘衍溃逃 其他将军进阶投降 鲜卑断士 一心一意跟随石乐 王的势力就此衰弱 王长年坐镇北方 设置百官 娇奢淫义 石乐早就想吞并他 按照张斌的谋划 石乐派摄人王子春、董赵等 带着礼物奉表 推王为天子 王说 石工英雄豪杰 占据赵国故都 与我成鼎族之势 为什么会向我撑翻呢? 王子春回答说 石将军英才 兵马强盛 但他却很仰慕您 四海也无步兵服 我们占据异语 怎么敢不跟随您呢? 石将军是无法与您相提并论的 请您不要疑惑 王大悦 这时 王手下的司马尤统阴谋背叛王 投奔石乐 为了取得王 的信任 石乐杀了有统的使者 送到王面前 至此 王对石乐的忠心 深信不疑 石乐图谋消灭王 却担心刘坤和鲜卑 乌丸成为后患 所以迟迟不敢发兵 张冰禁言道 出席敌国 贵在出其不意 怎么能有这么多的顾虑? 接着 张冰分析了北方各个割据势力间的利害关系 提出刘坤和鲜卑未必会援助王 就这样 石乐下定决心 除掉王 石乐先派人送信给刘坤 沉说自己的罪过 刘坤速来忌惮王 于是招告各周郡 不救王 石乐冰至易水 金河北雄县 王仍然毫无防备 石乐所不顺利抵达继城 当王手下的大将们都请求出击的时候 王仍然执迷不悟 竟然说 石宫此次前来是为了奉我称帝 再敢有言迎战的斩首 他打开城门迎接石乐 石乐却是小心谨慎 唯恐有伏兵 先驱牛羊入城 塞满街道 令幽州兵不能出战 然后率众入城 杀敌万人 俘获了王 送回乡国斩首 成就地业 刘聪病毒之时 赵石乐为大将军 陆尚书氏 受赵辅证 石乐没有接受 刘聪死后 汉国内乱 最后刘耀成帝 石乐禁绝赵公 从此 石乐的势力日渐壮大 礼节 仪仗都有僭越之处 太兴二年319 石乐称赵王 大赦境内 减轻赋税 改元 建设计 立宗庙 加张宾为大执法 专总朝政 为百官之首 蜀石继龙为禅于元府 都督禁卫诸军士 在官员的选拔和任用方面 沿用曹魏的九品中政治 为了巩固北方的统治 石乐对幽州的鲜卑断氏用兵 派石继龙出兵厌赐金山东惠民攻打段匹迪 段匹迪是穷难敌 只得率领陈下出将 与此同时 东晋征北将军祖替屯兵于桥金安徽伯州 致在中原 祖替常于俯纳人心 因此黄河以南的很多世俗都叛离石乐而归附祖替 石乐忌惮祖替不敢用兵河南并下诏书 祖替屡次放我边境 他出身于北方氏族 也许有故土之私 下告幽州 修缮祖氏祖坟 并设置两户人家守墓 希望祖替能如汉代照他一样感恩 停止扣道行为 祖替听说后很高兴 便派人与石乐缔结盟约 从此以后 演 遇两周太平 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这时 石乐的势力日渐强盛 平定周边 先有东晋镇北将军刘魁来投石乐 之后石济龙秦获徐勘 演州刺史西建畏惧 从邹山退守到下批 狼牙内使孙莫举狼牙投降 很多自首于演州 徐州之间的人 也纷纷送人质 归附石乐 祖替死后 石乐再次为南下做准备 开始侵扰边树 石乐的征辱将军时他 打败晋军于赞西 升秦将军魏荣 东晋征北将军祖约害怕 退守寿春 石乐派遣实际龙帅 各路不齐兵 共四万人讨伐曹仪 曹仪 曹仪投降 青州朱郡县的堡垒 或被攻克 或投降 石乐评宿喜爱文学 虽然身在军旅 却常令儒生给他读书听 他常常谈论古代帝王的善恶 颇有见地 朝贤如是莫不称赞 石乐曾令人为他读汉书 听到立一击劝刘邦立六国的时候 他大惊 说道 这个方法不妥 怎么能成就天下大业呢? 待听到张良的觐见后又说 幸好有这样的建议啊 随着石乐的强大 他与前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正面冲突 刘耀在高后大败石济龙 包围了洛阳 石乐亲征 率领四万将士赶往金庸城 刘耀在此地竞武守军 石乐非常高兴 称之为天意 石济龙带领三万部族 攻打刘耀的中军 石勘等攻刘耀前锋 石乐亲茂史时 参加了这场战斗 大败刘耀 咸河五年三百三十 石乐登基称帝 大赦天下 改元建平 千都林章 石乐重视人才培养 在郡国设置学官 并首创考试制度 在太学生中选拔官员 石乐称帝后不久便生病了 且日益沉重 贤河七年三百三十二 石乐病逝 十年六十岁 世昊明皇帝 尿昊高祖 后召官内后印 官内侯是绝未明 秦汉时设置 一般是对立有军功的将士的奖励 封有十亿 可世袭 卷一百六至卷一百七 石济龙载记 后召君王石济龙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暴君 他篡权夺位 自立称王 平视武力 横征暴敛 极度娇奢淫义 不止如此 他不仅杀光了他的叔叔石乐的后人 还让中原几十万汉人死于非命 连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也死在他的屠刀之下 建位称王 石济龙是石乐的侄子 原名石虎 为了避讳 这里只称他的婊子 石济龙年幼的时候 石乐的父亲收他为养子 故而也有人说他是石乐的弟弟 石济龙到六七岁的时候 就有善于看向的人说他贵不可言 西晋永兴年间 石济龙与石乐失散 后来 尤昆将石乐的母亲 和年仅十七岁的石济龙 送还至葛皮 石济龙生性残忍 终日游荡 擅长弹弓 经常以此伤人 军中都以他为毒患 石乐恼怒 竟向母亲提议杀了石济龙 其母说 矫健的牛年幼时拉车 总是能把车子弄坏 你还是多包容他一下吧 石济龙十八岁时 不再如先前那样自虽放任 他矫健而攻马贤熟 永贯当时 将领和亲贵们 对他都是又敬重又忌惮 石乐也很喜欢他 拜他为征鲁将军 然而石济龙残暴的性格却没有改变 他宠幸幽灵郑樱 便杀了妻子郭氏 后来再取崔氏 又因郑樱而杀了他 军中若是有武艺和谋略与自己相当的人 石济龙就要乘机加害 前前后后杀了很多人 他带兵在外 每攻陷一座城池 便将城中男女一律坑杀或斩首 为此 石勒多次谴责他 他依旧故我 只是他治军有方 作战英勇 石勒很宠幸他 最后便对他的暴行听之认知 石勒称赵王时 封石济龙为缠于远辅 都度近卫诸军士 迁士忠 开辅 尽封中山宫 石勒称帝后 受石济龙太尉 首尚书令 尽封为王 亿万户 石济龙自命功高一时 认为石勒登基后 会封自己为大蝉鱼 没想到石勒却将此位授与石虹 石济龙深以为恨 私下对儿子十岁说 自从主上见都乡国以来 没有战士 我都亲茂史实 二十年来 我南秦刘月 北走锁头 东平齐 鲁 西定秦 雍 平定十三周 成就后召大业的人是我 本来大蝉鱼之位应该是我的 现在却落在石虹之手 每当想到这件事 我都不能安心寝食 等到主上宴假 我一定不会饶过石虹 贤康元年 三百三十五 石济龙废掉石虹 群臣劝他尽尊号 他考虑到石乐刚刚去世 不便称帝 便自称居射召天王 大赦境内 改元建武 立子十岁为太子 重装甲马画像砖 西进 给战马照上重装铠甲 是为了使他得到保护 但沉重的铠甲 也减慢了战马的奔跑速度 削弱了骑兵的冲杀力 此画像砖出土于河南省邓州市 表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重甲骑兵出征的场面 穷奢极欲 石济龙权倾朝野 独断专行 奢侈无度 他要迁都叶城 便派衙门将张弥将洛阳的钟 九龙 翁仲 铜驼 飞帘洗至叶城 途中 一口钟落到河里 石济龙便派了三百人潜入水中搜寻 再用一百头牛将之拉出 然后用船将这些东西运到叶城 为此 石济龙非常高兴 下令囚犯减轻两年的刑法 他在乡国修建太武殿 在叶城建造东西宫 太武殿的机台高二丈八尺 下游密室 其中安置了五百名士兵 太武殿威鹅恢红 富丽堂皇 东西七十五步 南北六十五步 七瓦 金当 银银 金柱 朱莲 玉碧 都是巧夺天宫 他又在洋殿后 修建灵峰台酒店 广泽天下美女充实其中 这些美女依附华丽 竟有一万余人 内置女官十八等 教宫人们兴瞻 马步骑射等技艺 还在于灵台设置女太史 仰官及凶灾变的征兆 来考察外太史 此外 宫中还配备女鼓吹雨仪 杂技宫巧 一切都与外庭相同 贤康三年 三百三十七 石乐称大赵天王 立儿子十岁为天王皇太子 并将原来的亲王都贬为郡公 藩王为献猴 十岁被立为太子后 荒云无度 沉眠酒色 骄自无道 四处游荡 甚至夜间出没官宦之家 兼淫其妻妾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生性暴孽 不下其父 他看到装扮美丽的工人 便会将其斩首 将头承在盘子上传给大家看 看到有滋涩的尼姑 他便与之交蟹 然后再杀了尼姑 将其肉与牛羊肉放在一起煮了吃 还分给左右的人 石济龙荒淫 单于游玩 渐渐失了微信 十岁将那些可以承给他看的文件呈上 石济龙生气地说 这种小事 何足承报 但十岁不承报 而又被他知道时 他也生气 为什么不承报给我看 然后仗则十岁 这种事情 一个月会发生两三次 十岁身以为狠 便悄悄对长丛无穷 长生 中树子李妍等说 无论做什么 总是触怒大王 我想效法当年的莫独杀了父亲 你们愿意跟随我吗 李妍等人拜服于地 都不敢答话 于是十岁称病不理事 暗中带了宫中五百余人来到李妍的别院 说 我要去冀州杀了石轩 不跟我去的人立即斩首 人马行了几里地 大家便纷纷逃散 李妍叩头阻止他 十岁便昏昏醉醉地回去了 十岁的母亲正是 听说这件事后 暗中派人责备十岁 十岁大怒 杀了来人 十济龙听说十岁生病 便派心腹的女尚书前去探查 十岁竟然拔剑刺 这个女尚书 十济龙知道后大怒 叫来李妍等人结问 李妍据事相告 十济龙诛杀李妍等三十多人 将十岁幽禁在东宫 不久 十济龙又放了十岁 十岁临朝时并不谢罪 过了一会就出来了 十济龙派使者问十岁说 太子应该回去 怎么现在就离开了 十岁毫不理睬 静止而出 十济龙大怒 将十岁废为数人 当天晚上 就派人杀了十岁和他的妻儿 共二十六人 埋到同一口棺中 并改立十轩为太子 四寿文今世 东晋 四寿 或称四鸟 分布在四角 中间 齐坐一个人行文 是排的左右两侧与下边 又各有一个寿面文 穷兵独武 称王后的十济龙志在天下 他征伐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占据辽西的鲜卑断辽 十济龙招募了三万孔武有力的人 败为龙藤中郎 以陶豹为横海将军 王华为渡辽将军 统舟师十万出飘于金 知雄为龙襄大将军 姚义仲为冠军将军 统步骑十万为前锋 两路大军向辽西进发 其步兵 其兵长驱直入 来到冀 断辽的余阳太守马鲍 带向张牧 北平向杨玉 上古向侯勘等四十余成守将 率众投降 知雄公安赐 斩其步大夫那楼齐 断辽大京 契令之 逃入蜜云山 其左右长使也都投降十济龙 十济龙派遣将军郭太 马丘等轻其两万成胜追击 擒获断辽的母亲和妻子 斩首三千人 断辽单其出逃 派儿子上表请降 十济龙将辽西断步两千余户 迁徙到雍、思、衍、御四周 从中选拔了一些有才能的人为己所用 此前 前焰慕容晃为对抗断辽而称翻于十济龙 而当十济龙罚断辽大军经过令之时 慕容晃却未能出师 十济龙大怒 出兵进攻前燕都城集成 十余日也未能攻克 慕容晃之子慕容克率领胡奇两千人出城挑战 各个城门纷纷用出人马 四面如云 十济龙大惊 丢盔弃甲 狼狈逃回到叶城 逃到密云山的断辽 前使诈降 十济龙信以为真 派征东将军马丘出城百里迎接使者 同时 断辽又派使者向慕容晃请降说 胡人贪婪而少谋略 我现在已经向他请求投降 他并没怀疑我 如果趁机射中兵 一定可以得手 于是慕容晃派慕容克率兵埋伏在密云山 马丘统众三万前来 遭到慕容克的伏击 死者十有六七 十济龙得之后又惊又怒 刚刚吃下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当即削了马丘的关绝 十济龙将矛头指向慕容晃 为了讨伐前焉 十济龙另思 记、清、徐、幽、定 雍各州人家 每五丁抽三人 每四丁抽两人 另有叶城原本的人马 共五十万人 船只一万艘 自黄河入海 向安乐城运送一千一百万壶骨斗作为军粮 又将辽西、北平、余阳三郡居民一万户洗网 玉、雍、落四周之地 前阳文王张俊忌旦势力日盛的十济龙 便派人前去朝拜 开始时 十济龙很高兴 可一看到张俊的表彰 便被那巨傲的言辞激怒 竟想斩杀使者 在世中食谱的劝说下才放回使者 十济龙志在穷尽兵马 后召国内马匹少 十济龙便下令禁止私人养马 为令者腰斩 就这样从百姓那里搜罗了四万多匹马充公 而他为修建叶城公室 抬贯四十余所、长安、洛阳两处宫殿 征摇役四十多万人 同时 十济龙命令河南四周做好南征的准备 并、朔、秦、雍各州准备西讨的军资 清、继、幽三州中五丁抽三 各个州最后集结士兵五十万人 繁重的兵役摇役令百姓困苦不堪 非但如此 厚照的权贵大肆经营私业 导致十分之七的百姓丧失土地、营盛 十七万船夫中 有三分之一的人或溺水而死 或为猛兽所害 十济龙本人游猎无度 常常陈出夜归 微服出行 亲自检查劳逸情况 十济龙虽然昏虐无道 却很仰慕汉人的精学 命人撰写十经 又令国子健记久为春秋古良传作著 柯正盘剥 太子石轩以虐无道 大家却不敢告知十济龙 领军王朗则直言不讳地告发石轩 石轩嫌恨在心 便寻找机会加害王朗 十济龙喜欢打猎 但是后来身体发胖 不能跨安 便打造了一千辆列车 四十辆格寿车 为了方便自己打猎 十济龙下令 从临昌金南至行阳 东至阳都 凡是有打猎的 都要处以大屁之行 并命令御史监察此事 御史趁此机会作威作福 强行霸占百姓家的美女和牛马 如果不给 御史便会诬陷他们贩售 因此获罪而死的百姓 竟有一百余家 海带 河济间 百姓不得安宁 石济龙的娇奢 可谓变本加厉 他发各州百姓二十六万人 修建洛阳的公事 又发两万头百姓家的牛 来配朔州官养的牛 此外 又大肆采纳美女 充实后宫 在原有的后宫女官设置基础上 又增设二十四等 东宫设十二等 朱宫侯国内设女官九等 为此选了十三至二十岁的百姓家女子 三万余人 各郡县采则美女恶求美貌 因此出现抢夺已婚妇女的现象 百姓家有美貌妻子的 豪强都要抢夺 导致百姓残死者众多 石济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强盗皇帝 她和石勒都是贪心不足且不懂礼仪的人 坐拥十周之地 金箔诸玉 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数 尚不知足 竟然发掘前代帝王的陵墓 盗取其中珍宝 她先是发掘了邯郸城西的春秋照检子墓 因墓内积水太多 急了粤鱼而不进 最后只得作罢 后来 她又派人去挖秦始皇陵 取了陵园内的铜柱 获起萧强 实际龙儿子之间争夺储位 获起萧强 最受宠的石涛 在太尉府修建宣光殿 粮长九丈 太子石轩看到后大怒 杀了工匠 然后把粮截断 石涛也很生气 又重新修了个十丈长的房粮 石轩听说后 愤然不已 对心腹扬悲 谋成说 石涛悖逆 竟敢这样违逆我 你们要是能杀了他 我便将石涛的封国十亿 分封给你们 石涛一死 主上一定亲自前来吊丧 我们便就此行大事 一定能成功 杨碑等人称是 石涛观天象 对身边的人说 当有刺客起于惊师 不知道遇刺的会是谁 这一天 石涛在东明观大宴奇辽蜀 酒憨 悄然常叹说 世事无常 离别容易相聚难 今日大家一醉方休 不知下次相聚又是何时 说着便渲然泪下 左右之人无不唏嘘 当晚 石涛醉卧冠中惊涉 石涛派杨碑 谋皮 谋成 赵生等人 爬着梯子 偷偷潜入屋中 杀了石涛 第二天早晨 石涛向石济龙 启奏石涛被杀之事 石济龙又悲又惊 进而昏厥 两久方才苏醒 石济龙要亲临吊丧 司空李农阻止说 杀害秦宫的凶手 恐怕不是外边的人 可能发生意外 您还是不要去了 石济龙派兵在太武殿发丧 石涛乘着速车 带了一千随从来吊计 却不哭返效 命人掀开尸钦 看到尸体后大笑而去 却抓捕了大将军 既是参军正警 银武等人替罪 事后 石济龙怀疑石轩害死石涛 便秘密谋划逮捕他 怕他不肯来 便谎称 其母因哀伤过度而病危 石轩没想到 自己已经被怀疑 不设防地入宫 结果被拘 剑星人史科 告发了行刺之事 石济龙派人抓捕赵生 赵生承认了这件事情 石济龙更加悲痛愤怒 幽禁了石轩 用铁环穿过他的下颌骨锁了起来 把羹饭放在一个能盛装树斗米的牧草里 石轩只能像猪狗一样吃饭 石济龙取来伤害石涛的刀剑 舔着上边的血迹哀嚎 其声音震动整个宫殿 石济龙用非常残忍的方式杀死了石轩 他在夜城北击柴 让石涛的亲信宦官拽着石轩的头发 抽出他的舌头 登上柴草堆 再用绳子穿过他的下颌吊起来 砍断他的手足 刺下他的眼睛 就像石涛所受之伤一样 最后放火烧死石轩 不仅如此 石济龙还让后宫朝夷以下数千人登台观看行刑 最后还杀了石轩的妻子 儿子以及他身边的宦官 之后 石济龙立石氏为皇太子 经历了儿子之间的肖强之祸 石济龙病情加重 病重之时 以石尊、石斌、张柴辅政 石氏的母亲刘氏 怕石斌威胁到石氏 便与张柴合谋废了石斌 石济龙回光返赵时 不见石斌 也不知道石斌被废的事情 身边的人只推说石斌酒醉 不能入见 石济龙命人去接石斌 也没人前往 最后昏然睡去 于是 张柴派人杀了石斌 不久 石济龙病逝 论赞 史臣曰 石济龙无德无义 又时就轻挑残忍 篡夺地位 做了皇帝后 穷奢奢吉欲 耽搁不息 严行俊法 大兴土木 使百姓摇曳繁重 不久 父子生戏 兄弟失和 自相残杀 被天下取笑 赞曰 近世衰微 各少数民族争衡 石施狡诈 穷兵独武 霍乱中原 略陷屠城 原本都是强盗行径 最终却成就功名 若不论其凶残 也可被称作一时英解 石济龙篡位淫孽 恶贯满盈 最终身死国王 卷一百八 慕容为载记 鲜卑族世代居住在北方 被人们称作东湖 后来鲜卑人和匈奴一并强盛 渐渐发展壮大 其风俗习惯也大致与匈奴相同 秦汉之际 鲜卑为匈奴所败 退居鲜卑山 因此以鲜卑为号 慕容伟氏 则是十六国早期最强大的一支鲜卑后裔 先后建立四个政权 慕容伟是其中第一个政权及前焉的建立者 起兵辽西 慕容伟自易洛 鲜卑人 祖籍昌黎吉城 金辽宁北票 少年时的慕容伟身材魁伟 容貌英俊 身长八尺 雄才大略 颇有度量 安北将军张华素来有知人之名 少年慕容伟曾去拜访他 张华很惊异地说 你长大后一定会成为匡扶设计的人才 慕容伟的父亲去世后 慕容伟的弟弟慕容奈篡位为王 并想谋杀慕容伟 慕容伟出逃流亡 后来 国人杀了慕容奈 盈利慕容伟 慕容伟 慕容伟继位之初 为了报复仇 向朝廷提出出兵攻打宇文鲜卑 建武帝司马延不同意 慕容伟大怒 直接出兵辽西 杀掠甚重 于是 司马延派幽州诸军讨伐慕容伟 慕容伟大败 此后 慕容伟出兵扣略昌离 连年征战 后来又率众东伐浮渝 逼得浮渝王一律自杀 慕容伟荡平浮渝国都 驱赶一万余浮渝人而回 在西晋的帮助下 一律的儿子复国 慕容伟对众人说 我的先祖一直以来都尊奉中原国家 况且 中华和我们边陲之地区别很大 势力强弱也很明显 我们怎么能和近视抗衡 为什么还要连累百姓呢 于是前史详尽 西晋元康四年294 慕容伟迁都大吉城 同时带领国中百姓学习中原地区的农丧 法治也同于西晋 泰安初年 宇文默归派弟弟宇文屈云骚扰慕容伟市的边城 宇文屈云的别帅大肃炎进攻慕容伟市的其他逐步 慕容伟亲自率兵抵御 大肃炎律十万大军围攻集成 人们无不畏惧 丧失斗志 慕容伟说 敌军虽然人多 但军中缺少法治约束 已经落入我的计谋之中 你们只要立战就可以 其他的不要担心 在慕容伟的动员下 大家全力以赴 大败大肃炎 慕容伟军追出百里 俘虏 斩杀一万余名敌人 慕容克 慕容克321-367自玄公 慕容伟的孙子 前焉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十六国时期的第一名将 扫平东北 勇家元年307 慕容伟称鲜卑大蝉鱼 渐兴年间 晋敏帝派使者拜慕容伟为镇军将军 昌黎、辽东二国公 勇家之乱后 近世南迁 狼牙王司马瑞称志 征鲁将军鲁昌劝慕容伟说 现在两经轻腹 天子蒙难 狼牙王在江东称志 民宫您雄居海硕 称霸一方 现在很多人以仗人多 不尊教话 自以为强 您应该派人去狼牙王那劝他成帝 然后就可以以皇帝的命令去讨伐那些有罪的人 到时谁敢不从 慕容伟听从了鲁昌的建议 当时北方二经清赋 幽州 冀州 冀州沦陷 慕容伟则休明正直 须怀引纳 中原很多流亡世俗都来归附 慕容伟专门设置 郡来安排这些人 冀州人为冀阳郡 郁州人为成州郡 清州人为迎秋郡 冰州人为唐国郡 慕容伟大力提拔这些汉族人才 以河东培怡 戴郡鲁昌 北平杨丹为谋主 对北海逢县 广平游穗 北平西方前 渤海丰秋等人均为以重任 在慕容伟的倡导下 鲜卑人开始学习中原的礼仪 平州刺史 东夷校尉崔碧 秘密结交高沟黎和宇文断两步鲜卑 图谋联合灭掉慕容伟 瓜分其地 太兴初年 三方果然出兵伐慕容伟 慕容伟说 他们相信了崔碧的话 只为了一时的利益 聚集了一群乌合之众 既不统一 又不能互相归服 我一定能打败他们 于是 高沟黎 宇文部 断部 攻打吉城的时候 慕容伟闭门不战 派遣使者 宋牛九 犒劳宇文部 在众人面前说 昨天崔碧有使者到了 果然 高沟黎和段部 开始怀疑 宇文部勾结慕容伟 引兵而归 宇文部统帅 宇文西独官说 那两国虽然撤兵 我当独自兼并慕容伟士 何用别人帮忙 继而率重兵临城下 延营三十里 慕容伟派儿子慕容伟帅精锐向前 慕容伟汉带领京齐为骑兵 从旁道出兵 直接冲陷敌营 自己则率重而尽 宇文西独官自视兵多 并不设防 见慕容伟的军队到了 才率兵出击 前锋刚刚交战 慕容伟汉已经进入其后营 纵火焚烧 宇文士众人无不震惊 不知所措 宇文西独官独身逃脱 其欲不取进阶被俘 禁元帝司马瑞派使者 加封慕容伟兼平州朱军士 安北将军 平州刺史 增益二千户 后加史迟节 都督幽州东夷朱军士 车骑将军 平州牧 进封辽东郡公 亦移万户 常逝 禅于病如故 单书铁券 乘至海东 贤河八年 三百三十三 慕容伟去世 十年六十五岁 在位四十九年 世襄 慕容伟称帝后 遵使他为武宣皇帝 卷一百十三至卷一百十四 福尖载记 永家之乱 结束了西晋王朝短暂的统一 北方再度陷入战火之中 北方少数民族的兴起 将华夏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五湖十六国时期 在这些政权分立的少数民族中 一统五湖的 就是低人建立的前秦 实现统一的福尖 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 他的文治武功 足以光耀后世 却在肥水之战兵败后 一蹶不振 最终英雄末路 欺然去世 历经图治 福尖 自永固 其祖父是前秦的建立者福红 福尖出生时 庭院中隆起一道奇异的光芒 他背上隐隐可见文字 草腹尘 幼土王咸阳 他相貌齐尾 长臂过西 眼睛是紫色的 幼时便卓尔不群 七岁聪明好施 行为举止重归重举 常常陪在福红身边 为祖父出谋划策 高评人徐统会看向 有一次他在途中邂逅福尖 大感惊讶 拉着福尖的手说 福郎 这是官家的御街 你一个小孩子 怎么能在这里玩耍 不怕私立校尉抓你吗 福尖说 私立校尉抓的是罪人 不抓玩耍的小孩 徐统对身边的人说 这个孩子有霸王之像 事后 徐统又悄悄对福尖说 你的骨骼不俗 日后一定大跪 福尖回答 如果真如您所说 我不敢忘记您的大德 八岁时 福尖自己请求找老师教授学问 福红非常高兴 说 荣笛之人只知道饮酒 难得你居然能想到学习 福红去世后 福尖的伯父福建继承王位 拜福尖为龙湘将军 此时的福尖微信日著 他为人孝顺 博学多才 志向远大 结交了很多豪杰 王猛 吕婆娄 强汪 梁平老等王左之才 聚集在他麾下 福建死后 其子福生继位 福生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姓是杀人 凡有归贱的人 他都残忍地将其杀害 太原薛赞 岳阳泉义等人对福尖说 今上昏庸暴虐 尽失人心 自古以来 有德者昌 无德者秧 皇位重任 不能被他人窃取 愿您像汤武那样诛杀暴君 顺应天意民心 福建深以为然 劫纳心腹 杀了福生 在众人的推举下 福建登上大秦王位 诛杀奸宁 大赦境内 改元永兴 福登大位 福建便显示出非凡的政治才华 他历经图治 劝克农丧 设立学校 凡是那些观寡孤独年高不能自理的人 皆赐予粮食不薄 一时之间 福建的才华 品格 工业 为人们传送 福建迁都长安 治国兢兢业业 时逢大汉 福建命令裁剪王室膳食 金玉裸奇等财物都分给战士们 后宫不得穿着裸丸 衣裙不可垂地 同时 他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 与民修整 开垦山泽 所获之力也分于百姓 在佣人方面 福建破格提拔了王猛 对之亲厚无比 信任有加 当王猛遭到亲贵排挤甚至侮辱时 福建毫不犹豫地站在王猛这一边 惩治权贵 为王猛树立了威信 终于 在王猛的治理下 前前上下秩序井然 路不时宜 夜不庇护 宣文君寿京徒 名陈洪寿 宣文君是前秦女经学家 福建赐号宣文君 宣文君出身于儒学世家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 福建曾令120名学生从他授业 使周观学得以保存流传 画中 福建请宣文君传授礼乐 平灭前淹 新明三年365 前淹少帝慕容派太宰慕容客 进攻洛阳 攻占小 免 这严重地威胁了前秦 福建亲自率兵屯于闪城 以聚前淹 这时 匈奴 乌炎等也纷纷起兵叛乱 福建派兵出击 将其一一平叛 又派王猛 阳安率众两万人出兵荆州 北边朱郡 太和四年369 全臣桓温第三次北伐 攻打前淹 大败慕容 慕容以割地为条件 向福建求救 福建就是与之联合 派大将苟持率兵两万救援 击退桓温 结果 桓温退兵后 慕容不守信用 不想割让先前许诺的五劳之地 福建大怒 派王猛等人率步兵 骑兵三万人 以投降的前淹贵族慕容垂为向导 出兵讨伐前淹 在王猛的指挥下 前秦军队在行阳大败前淹 一年 福建再次以王猛为帅 率领杨安 张豪 邓枪等十位大将 以步兵 骑兵六万人 讨伐前淹 出征前 福建亲自将王猛送到霸东 对他说 我将精兵重任授予你 你可以带兵从湖关 上党出路穿 这是一举破敌的良机 正所谓迅雷不及掩耳 我当亲自率领大军支援你 你我在夜城 前淹国都相会 我已经派曹运都办物资了 你不必有后顾之忧 王猛说 臣才至平庸 又无德性 蒙陛下龙恩 侍奉价前 统领兵马 仰仗祖先的庇佑 和陛下的神机妙算 区区残鲁不足为虑 但愿不劳动陛下的大驾 臣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也会不日攻克前淹 就这样 大军出发 扬安进攻进阳 升秦兵州刺使慕容庄王猛亲自攻湖关 活捉上党太守慕容岳 所过之处 敌军望风投降 前淹前来增援的慕容平也因忌惮王猛而不敢进兵 只能屯兵陆川 王猛派游击将军郭庆率领精锐五千人 趁着夜色绕到慕容平军营之后 在山上放火 烧毁了前淹的粮草自重 火势之猛 连远在夜城的慕容都能看到 慕容害怕 前使则被慕容平并催促他出兵 王猛知道慕容平在卖水御心 封山尽全 把陆城的马鞍山和新庄泉封住卖水 发国难财 使得民心尽失 军武斗志 王猛知道这是可乘之机 加上慕容平又求战 于是在10月23日于阵前逝施 之后 前秦将士破釜陈州 永不可当 大败慕容平 斩获敌军五万人 王猛乘胜追击 围困夜城 捷报传到长安 扶坚刘太子坐镇长安 扶荣守洛阳 他亲率大军十万赶赴夜城 大军所致 如摧枯拉朽 不日攻陷夜城 慕容逃跑 被大将郭庆捉回 自此 浮尖平灭了北方最强的浅烟 大秦龙兴画某古圣瓦当 前秦 瓦当是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 瓦面上带有花纹 锤挂圆形的挡片 其保护木质飞檐和美化屋面轮廓的作用 这块陶瓦当上的文字内容是称颂前秦工业 应当是官府用瓦 直径17.5厘米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统一北方 灭掉浅烟后 前秦再一次修养生息 之后 弗坚的冰封指向其西方的乾梁 东晋太原元年376 弗坚以梁王张天熙表面臣服 却派兵进犯河西而出兵讨伐乾梁 乾梁上下同仇敌忾 弗坚派大将梁西、王统从青石金渡河 大败乾梁削将梁灿 张天熙又派征东将军掌具和马剑率军三万驻扎红池 他自己亲自率中军三万驻守金昌城 狗长命姚长率三千人为前锋 袭击掌具、马剑 不久 马剑率所不投降 掌具被害 张天熙又派私兵赵冲哲为前锋 率中五万 与姚长展开大战 结果大败而归 张天熙惧怕乾秦势力 上表请降 姚长兵至孤脏 张天熙自负出降 继乾烟之后 乾秦再次剿灭乾梁 乾梁覆灭后 扶坚马不停蹄 又派安北将军 幽州刺使 扶落为北讨大都督 率领十万幽州兵 出兵征讨北方代国的十亿坚 又派后将军 俊南与邓枪等帅步兵 骑兵二十万东出河龙 西出上郡 直取代国国都 十亿坚战败 顺水路逃跑 扶坚一路追赶 将十亿坚赶入阴山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十亿坚的儿子绑复了父亲 出降扶坚 代国为鲜卑人所立 风俗落后 扶坚平灭其土后 在那里建立了雅鼠 官员 令当地百姓都从事营盛 征调摇曳 还特别免除了百姓三年的税租 不仅如此 扶坚还将十亿坚带到长安 令他进入太学学习礼仪 随着钱秦的不断壮大 扶坚逐渐平定了北方的各个少数民族政权 在永家之乱后 北方第一次统一 这时的前秦 国立殷时 扶坚也日渐娇奢起来 上朝时 扶坚在正殿前悬挂珠帘 宫殿 车马 衣服饰舞 都以珠鸡 宝石 针丸装扮 上书郎裴元略禁见到 臣听说 摇顺住的都是茅草屋子 而比一雕兰画洞的宫殿 清见金玉珍宝金箔 而体恤名利 劝克农丧 抛弃那些怀而不实的器皿 修身德政 以怀那天下 终于九州一统 天下归心 百姓安居乐业 天下一统 这是臣的心愿 扶坚听霸十分高兴 从见如流 匪水兵败 就这样 前秦国力强大 周边四以小国纷纷来朝 无形中助长了扶坚的野心 于是 扶坚召集群臣 商议难征平涅东晋 朝堂上下 只有秘书间诸同支持他 左仆叶全义建祖说 以商周王的无道 武王才兴兵讨伐 如今近世虽然衰微 但还没听说他们有什么丧德的行径 反而他们君臣和睦 上下一心 而且 谢安 环冲等人都是江表的人才 他们内外和睦 不可以图谋 太子左卫帅十月也说 近世有长江之险 皇帝又没有昏溃之处 难以撼动 我们应该内修德政 不可轻易出兵 虽然反对的人很多 扶坚还是坚持伐进 他说 我听说武王伐骤时也是天象有膩 复插丧国 最终为勾剑所灭 孙权具有江左 孙昊还是一招王国 就算有长江之险 又有什么用 我率大军 头边江中 便能阻断江流 大家众说纷纭 扶坚只好留下芙蓉单独商议 芙蓉说 第一 如今遂正在斗牛 这是无悦之福 第二 进主修明 朝臣用命 第三 我们连年征战 兵士疲毙 已经有了惧怕之心 如果出兵 必然为社稷之忧 说着 芙蓉哭了 接着又说 陛下善待鲜卑 枪 杰等人 而我族的旧人 却被赶到边缘的地方 如果我们倾国出兵 一旦这些异族人反叛 该怎么办 他们才是我们的仇人啊 我质数短浅 说的话不足采纳 可王景略 王猛 临终前也是这么说的 然而 此时的福坚 已然听不尽这些相左的意见 他一意孤醒 于前秦建元十八年 三百八十二 出兵难征 福坚征调壮丁 派征南将军福荣 跳骑将军张豪 辅军将军福芳 魏军将军良成 平南将军慕容 冠军将军慕容锤帅 不骑二十五万为前锋 福坚亲帅荣足六十余万 骑兵二十七万 从长安出发 队伍前后千里 旗鼓遮天蔽日 战事之初 前秦势如破竹 福荣攻陷了寿春 活捉东晋平鲁将军徐元喜 安丰太守王先 慕容锤攻陷了云城 斩杀东晋将军王太丘 其他驻将也各有斩获 东晋派都督谢时 徐州刺史谢玄 豫州刺史桓一 辅国将军谢炎等 率领水陆军七万人 与前秦大军隔水相望 福坚与福荣登陵高处 观望东晋军容 只见阵列整齐 将士精锐 抬头望向八宫山 草木高而密 仿佛人行 福坚草木皆兵 惊讶地说 那边也有劲敌 怎么能说他们兵少呢 这个戎马半生 无往不利的前秦帝王 竟然隐隐生出巨异 福坚派员襄阳首将朱旭 劝祥谢时 朱旭见到谢时后 非但没有劝祥 反而将前秦的军情 透露给禁军 并建议趁着前秦的大军尚未集结之时 速战速决 只要挫败他们的前锋 就能取得胜利 这时 前秦的张豪陈兵逼近肥水 阻断禁军去路 使得禁军不能渡河 谢玄便派使者对芙蓉说 您带兵深入 在水边布阵 这是打持久战的方式 如果您能帅步稍稍退后一点 让我们的队伍渡和 再一决胜负 这样不是很好吗? 芙蓉中计 下令全军后退 没想到刚刚撤退 朱絮便在后军大喊 秦军失败了 秦军士族无不惊恐 后退一下子变成溃败 任凭芙蓉如何遏制 都不能阻止士族的溃逃 芙蓉本人也死在乱军之中 禁军乘胜追击 一直追到清刚 秦军伤亡惨重 死者相枕 在这场战斗中 芙蓉为流史射中 单其逃回淮北 狼狈不堪 他对夫人张氏说 朕若是听大臣们的劝说 怎么会有今日之事 如今叫我有何颜面对天下? 说吧 芙蓉山然泪下 呼闻风声鹤唳 以为又是禁军杀盗 英雄陌路 正史中 还有这样一个关于芙蓉的爱情故事 当年芙蓉宾客夜城 灭掉前嫣的时候 前嫣皇帝慕容之地中山王 大司马慕容充年仅十二岁 相貌清秀 他十四岁的姐姐清禾公主 也是美貌异常 福尖竟然将两人同时收入后宫 姐弟专宠 其他的宫人不能与之相争 当时长安曾有这样的民谣 一词负一雄 双妃入子宫 王猛担心这早晚会成为霍乱 便力劝福尖将慕容充遣出宫 慕容充小字凤凰 他离开皇宫后 福尖很思念他 传说中的凤凰及凤凰非无童不期 非竹子不识 福尖便在阿旁城中中了十万竹童竹 以寄托对慕容充的思念之情 匪水之战后 前秦元气大伤 先前收服的鲜卑 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反叛 首先是慕容锤逃回前嫣故地 枪族首领姚长也起兵崛起 北方再度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 最后 福尖陷入困守孤城的境地 而那个兵临城下的人就是慕容充 十年未见 福尖犹异当年的情谊 派使者送慕容充一领锦袍 说 你远路而来 应该很劳顿吧 如今送你锦袍一领 表明我的心意 振于你是何等情分 怎么一朝之间便至如此 慕容充泽前使回复说 现在我志在天下 怎么会稀罕你这一领袍子的小恩惠 你要是知道天命的话 就束手投降 我也会善待你们 以报你当年的照顾 福尖大怒 说 当年我不听王猛福容的劝说 才会使鲜卑人有今天 福尖困守城中 终于粮草断绝 城中百姓死亡无数 慕容充登临长安城 福尖身着甲咒 亲自督战 最后留下太子守城 自己奔出长安 福尖逃到五江山 被姚长包围 最后 福尖身边只剩下十余个侍卫 被姚长一死在一座寺庙中 十年四十八岁 匪水之战 卷一百十四 王蒙载记 在东晋十六国 这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中 起于微末的王蒙 以其惊天伟地的才能 辅佐少数民族首领福尖荡平北方 京士寄民 于乱世中缔造一个生平天下 出将入相 龚高镇国 被誉为千古名相 福尖更是将他比作诸葛亮 君臣二人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 续写了当年刘备与孔明的雨水君臣家画 责主出山 王蒙自警略北海剧金山东寿光人家住魏郡 王蒙出身微贱家境贫寒以卖本机为生 王蒙在洛阳卖本机的时候碰到一个愿出高价的买主 但这人却没带钱请王蒙随他回家取钱 王蒙随他而去 进入一座深山 看到一位须发揭白的老人 据坐在虎床上 左右有十几个人 其中一人引王蒙敬拜 老人说 王公怎么能拜我呢 王蒙离开后才发现 这原来是松山 王蒙自荣伟案英俊 博学 喜好兵法 性格谨慎严肃 气度恢弘 从不关注戏之末节的小事 也不与志趣相亦的人交往 年少时 王蒙曾游学于叶城 人们都没看出他的特别之处 只有徐统认为他是人才 赵为公曹 王蒙却未应赵 而是隐于山间 王蒙有王左之志 希望能得到一位民主 所以身身折服 等待时机 桓温入关后 赵王蒙谈话 王蒙一面口若玄河地谈论天下大事 一面旁若无人的捉狮子 桓温知道他非同寻常 便问 我奉天子之命 率领精锐之师十万 秉承大义而讨贼 为百姓清除残贼 但是三秦的豪杰却不归附我 这是为什么? 王蒙说 您不远数千里来到敌人的府邸 长安近在咫尺 可您却不渡过坝水攻取长安 百姓们看不穿您的心思 所以不敢轻易前来 听了王蒙暗含玄机的话 桓温默然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桓温离开之前 赐给王蒙车马 拜他为高官都护 请他一到南下 王蒙回到山中咨询师傅 他的师傅说 你与桓温怎么可能同列? 这里自然有富贵 何必远行? 就这样 王蒙没有跟随桓温 前秦福坚素有远大志向 听说王蒙的财明后 派吕婆娄前去招他 结果 福坚对王蒙一见如故 谈话中提到国家兴费大事的时候 两人十分契合 就好像当年刘备遇到诸葛亮一样 福坚称帝后 以王蒙为中枢侍郎 当时前秦境内有很多西归的人 盗贼肆虐横行 福坚转王蒙为史评令 府一上任 王蒙雷厉风行 以严刑郡法严成豪强 为了警示豪强 王蒙边杀了一名官吏 结果下边有人联名上书 有官吏便弹劾了王蒙 王蒙被投入监狱 福坚亲自审理这件事情 他对王蒙说 为正之体 德化为先 你道任不久 却杀了那么多人 何其残酷啊 王蒙说 臣听说宰相用理智来维持国家安宁 用法治来治理乱邦 陛下不嫌弃 我没有才能 而让我管理地方 我只想为明君 剪除凶残狡猾的恶徒 现在刚刚杀了一个奸命之人 剩下数以万计 陛下若认为 臣不能将这些残暴的人进阶铲除 肃清法度 那我甘愿受死 以此谢罪 但是酷政这个罪名 臣实在不敢接受 听了王蒙的话 福坚大为感动 他对群臣说 王景略就好像昔日的管仲 子铲 于是赦免了王蒙 王蒙 官忠良相为王蒙 天下苍生望谢安 王蒙是一代奇才 有人甚至认为 他超过了诸葛亮 出将入相 再次启用王蒙后 福坚加封王蒙为尚书左成 咸阳内史 京兆尹 没过多久 再次加封力部尚书 太子詹氏 之后 又签尚书左仆叶 辅国将军 私立校尉 佳齐都尉 居中宿尉 这一年 王蒙只有36岁 一年之间五次升迁 王蒙全倾内外 那些宗亲贵妻 老陈旧部 无不震惊妒忌 对福坚过度宠信 王蒙表示不满 尚书求腾 丞相长使习宝多次在福坚面前诋毁王蒙 福坚大怒 罢处求腾为甘松护军 习宝以白衣的身份领长使 低族豪强孤脏猴凡事自食功劳 当众侮辱王蒙说 我们这些人随着先帝共创大业 尚无大权 你无汉马之劳 怎敢装管大任 难道是我种好庄稼 让你来吃吗 王蒙针锋相对地说 还要你当屠户 其实只是种地的 凡事大怒说 我一定让你的头颅悬在长安城的城门上 如果做不到 我就往活于世 王蒙将这话告诉了福坚 福坚怒道 我一定杀了这个老低 这样百官才能整肃 后来 凡事入朝奏事时 福坚对王蒙说 我想把公主嫁给杨碧 不知道杨碧这个人怎么样 凡事勃然大怒 说 杨碧是我的女婿 婚姻已定 地下怎么能把公主嫁给她 王蒙则被凡事说 陛下富有四海 你竟然敢与陛下争这场婚姻 真是不分上下尊卑 凡事气得一跃而起 就要打王蒙 左右的人连忙止住 凡事骂了王蒙很多难听的话 福坚怒不可遏 便斩了凡事 那些低族权贵纷纷抗议 争说王蒙的不是 福坚更加生气 便大骂这些人 甚至在大殿上 便打诋毁王蒙的人 大臣权益觐见见说 陛下宽宏大度 善于驾驭应好 应该记住他们的功劳 忽视他们的过失 这才有汉高祖的风范 福坚笑道 这是我的过失 此后 朝廷上下没有人敢不服从 谁也不敢再说什么 都很忌惮王蒙 不久 福坚再次升王蒙为尚书令 太子太父 加散其常事 王蒙多次上表辞让 福坚坚持不许 而后又转司徒 陆尚书氏 其他官职如故 王蒙已无功劳 坚持不肯接受 讨伐辽西慕容鲜卑的时候 福坚以王蒙统帅朱军 王蒙军纪严明 对百姓秋毫无范 王蒙的队伍未到夜城前 那里盗贼横行无忌 王蒙大军一到 远近无不服从 前焉百姓也因此过上安宁的日子 凯旋之后 福坚进封王蒙为清禾郡侯 赐以美妾五人 上等女妓十二人 中等女妓三十八人 马一百匹 车十胜 王蒙尚书故辞不受 灭掉前焉后 福坚留振济州 派遣王蒙在六州境内见机行事 于各地召集人才 出任关东地方官吏 回朝后 王蒙被任命为丞相 中书坚 尚书令 太子太傅 私立校尾 池杰 常侍 将军 王蒙上表辞让了很久 福坚说 清早年为不一的时候 就有惊天伟帝之才 朕那时刚刚若惯 实质乱世 朕第一次见到清 就看到清的过人之处 认为你就是卧龙 清浮正以来 已经二十多年了 在内将国家治理的生平安定 在外当平群凶 平定天下 朕从容地看着清发灰才能 既是建功 舍你其谁 几年之后 福坚又授予王蒙司徒之位 王蒙再次上书谦让慈谢 福坚坚决不从 王蒙受命 此时 前其内外一切军机国物 事无巨细 都由王蒙一人统领 王蒙见桓温 清马带 桓温北伐入关 王蒙着破山拜见 一面门捉狮子 一面与桓温纵论天下大事 权倾一朝 王蒙身为宰相 执政期间缅去那些工作不尽职尽责的人 选举贤 对外整顿军务 对内推行儒学 劝克农丧 教化百姓支连名耻 没有罪过的人 不会加以刑法 没有才能的人 不会予以任用 人才都能加以任用 前秦兵强国父 安定太平 都是王蒙治国的结果 福坚曾对王蒙说 你这样勤政 日理万机 我得到你 就好像文王得到太公一样 我将安然悠闲地度过余年 王蒙说 想不到陛下既然这样作比 太言过了 臣怎么能跟古人相比 福坚说 在我看来 将你比作太公 不足为过 他还常常对太子福洪 儿子常乐公福批等人说 你们对王公 就要像对我一样 王蒙做事严谨 事无留置 性格刚明倾诉 善分善恶 然而 早年对他有恩或是有过的人 无论大小 他都要报复 当时的人常常以此批评他 王蒙生病时 福坚亲自在南北交谈 宗庙 设计祭祀 还派侍臣祭祀山河 义英礼仪 无不周全 而王蒙的病情不见好转 福坚便大赦境内 王蒙的病情愈来愈重 他上书谢恩 却不忘谈及时政 许多言论都避意证悟 福坚看后 感动得流眼泪 见此情景 福坚身边的人也为之动容 到王蒙病危时 福坚亲自探病 询问他的身后事 王蒙说 近世虽然偏安在无悦之地 但他们毕竟是天命争朔 而且君主仁慈 对周边友善 这是为政最重要的 沉死之后 希望陛下不要图谋近世 鲜卑 羌鲁 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早晚会成为祸患 应该尽早剪除 以安设计 说完这些 王蒙病逝 十年五十一岁 福坚痛哭不已 庄练下葬之时 三次亲临 对太子福洪说 难道是上天不想让我平定天下 扫平路河吗 为什么这么早就夺取我的警掠啊 接着 福坚赐下葬具 王蒙的葬礼规格 依照汉朝大将军霍光的旧力 世号武侯 朝野人士在李相中聚哭三日 卷116 姚长载记 西晋末年 北方的少数民族 纷纷驰骋中原 靖襄逐鹿 他们或封疆猎土 或驱除一族 相继在北方建立了自己的政权 枪族人姚长以前秦部将起家 占据前秦故地 建立了后秦 虽然他受恩于福坚 后来却反是其主 为后人所诟病 可他运筹帷幄的智谋 也使他流名轻史 占据秦川 姚长 自警茂 枪族人 是姚义仲的第24个儿子 少年时便很聪慧 多权谋策略 率性不羁 但却不务正业 兄弟们都觉得他很特别 姚长曾跟随姚乡征战 经常参与作战策划 姚乡死后 姚长带着弟弟们投降了福生 福坚封姚长为阳武将军 镇守各地 作为福坚手下的将领 姚长屡立战功 匪水之战后 福坚兵败回到长安 元气大伤 先被慕容氏首先起来反叛 姚长奉命拒敌 吃了败仗 福坚大怒 杀了姚长的使者 姚长害怕 叛逃到魏北 在西周豪族的推举下当了盟主 这时 慕容冲率众 攻打前秦 与福坚对峙城下 姚长想西进 又怕慕容冲阻止 便派使者与之通和 慕容冲兵临长安城的时候 姚长便开始计划如何进兵 部下建议先占据咸阳 姚长却说 燕军为了复国而起兵 一旦成功 一定会东归故土 怎么可能长久地留在秦川 我想移兵临北 充实军备物资 等到前秦疲毙 燕军东回 则秦川唾手可得 兵不血刃 就能坐定天下 慕容冲大败福坚 福坚被逼得弃城而逃 顿入武将山 慕容冲进入长安 福坚手下的私立校尉权益 尚书赵谦 大红卢皇府府 光禄大夫薛赞 扶封太守断坑等 数百名文武官员 投奔姚长 姚长派萧綦将军吴忠率领其兵 围困福坚 自己责兵至心平 吴忠活捉了福坚 将他送到姚长面前 后来 慕容冲果然 挥师向东 长安城空虚 卢水好奴便在长安称帝 姚长律军攻取长安 好奴投降 开元称帝 太元十一年386 姚长在长安称帝 建立政权 大赦境内 改元建出 国号大秦 史称后秦 改长安为长安 姚长来到安定 修德政 在百姓中广施恩会 修养生息 回到秦州后 与前秦君主福登交战 大败 后来 姚长俘虏了 前秦的雍州刺史徐松 姚长手下大将 姚方承劝徐松投降 徐松大骂姚长 姚长知道 这件事后 竟然绝开福尖墓 将其脱出鞭尸 又扒掉衣服 用荆棘裹起来 随便找了地方埋起来 福登逼近安定 朱将劝姚长决战 姚长说 与穷寇争胜是兵家的大忌 我要用计破敌 他率兵连夜赶往大戒 劫掠了福登的资重 朱将领响 趁着福登阵脚大乱的时候偷袭 姚长却说 福登所部 虽然乱了 但怒气很盛 不可轻敌 于是作罢 低族人为贺飞自称大将军 冲天王 率众万人进攻安北 将军姚当成于杏城 雷厄地响应 公镇东将军姚汉得于理润 姚长与众人商议退敌 大家说 陛下不担心 近在六十里的福登 怎么反而忧虑 远在六百里以外的魏贺飞 姚长说 福登不是一时之间 可以剿灭的 我的城池 也不是福登能攻破的 但雷厄地难引贺飞 东结董城 如果得到姓城 则长安东北之地 必然沦丧 结果 姚长用骄兵之计 出其不意 攻打魏贺飞后方 以少胜多 大败敌军 斩贺飞 恶地请降 姚长与福登多次交战 屡战屡胜 最后终于在安定东大败福登 在回长安途中 姚长生了重病 梦道福间带领数百名天官使者 鬼兵冲入他的营中 姚长又惊又惧 慌忙逃入宫中 宫中守卫持矛要去赐鬼 却误中姚长阴部 鬼兵说 正好刺中要害 说完拔出毛 姚长血流如柱 整整流了一淡血 姚长惊醒 阴部肿胀 医生用针刺 流出浓血 就如梦中一样 姚长开始胡言乱语 说 臣是姚长 杀陛下的是我兄长姚湘 不是我的罪过 您不要冤枉臣啊 姚长病重 自知命在旦夕 回到长安后 便召来太尉姚民 尚书左仆舍尹尾 右仆叶摇晃 尚书狄博之等人 一命辅正 死前 他对儿子姚兴说 如果有说 这些人坏话的 你不要轻易相信 用仁德对待子嗣 用礼遇对待大臣 对事情要以诚信为本 对百姓要施以恩惠 如果你能做到这四点 我就没什么担心的了 太元十八年三百九十三 姚长病逝 十年六十四岁 世号武昭皇帝 妙号太祖 葬于元陵 前秦燕门太守印 后秦朔方护军印 卷一百二十 李特载记 西晋永家之乱后 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 近视内忧外患 被迫南迁 各个少数民族 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 从四世纪出到北魏统一北方 与东晋对质的一共有十六个政权 他们浮沉于乱世 流明于清世 成汉是十六国中唯一一个南方割据政权 李特虽然不是成汉的开国君王 却是这个政权真正的缔造者 统帅流明 李特自玄修从人 祖籍巴西荡渠金四川渠县东北 少年李特在周郡做官 身高八尺 雄武而擅长骑射 性格沉稳弘异 很有度量 当时的人都觉得他与众不同 西晋元康年间 低族人齐万年返叛 又逢饥荒 百姓流离失所 李特随着流明入蜀 来到建阁 看着气象万千的险要地势 他感慨地说 流产有这样的险观 居然投降于人 真是庸才 李特的弟弟李祥通小兵法 至军有方 遭到一周刺史赵新的猜忌 赵新借口李祥 劝其称帝自立 将李祥杀害 李特嫌恨在心 率兵回到棉竹 赵新害怕 朝廷因此责怪他 便派长使费元等人沿途阻截 李特带领七千余人 夜袭费元 杀敌无数 继而李特兵进成都 听闻这个消息 赵惊慌失措 其手下部将长官出走 各自逃散 赵新带着妻子儿女 乘小船逃往广东 路上被下人朱竹所杀 李特进入成都 纵兵大肆抢掠 杀害赵新救部 近会帝司马中派 梁州刺史罗上 都衙门江王敦 广汉太守欣然等七千余人入属 李特十分害怕 派弟弟李湘奉迎 并上供宝物 李特亲自在绵竹劳军 王敦欣然劝罗上在宴会上杀了李特 可罗上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罗上下令遣送流民返乡 限期七月 欣然性情贪婪暴虐 想杀了流民的首领 抢夺其财物 李特为流民请命 请求过了秋收再上路 这些流民在梁州 一周做拥工 听说周俊强制迁徙 人人仇怨 又听说李特兄弟为他们请命 无不感激 当时正值雨季 庄稼没有成熟 流民没有盘子上路 便相邪投奔李特 为了安置流民 李特在棉竹结营 欣然大怒 发布榜文 重金悬赏捉拿李特兄弟 李特收回这些榜文 与弟弟李湘修改了内容 凡是能斩杀六郡豪强李氏 人氏 严氏 赵氏 杨氏 上官氏 吉低 索首领的 赏布百匹 流民不愿迁徙 都来归顺李特 转眼之间便聚集了两万余人 纵横蜀中 六郡的流民 推举李特为首领 李特委派六郡豪强为地方长官 进兵讨伐新冉 在广汉大破冉军 占据广汉后 李特以李超为太守 进兵攻打成都 多次大败罗上 和奸王司马瑜派兵增援罗上 讨伐李特 李特命李荡 李雄迎战 他亲自领兵 抗击罗上的都护张规 三人都克敌大胜 李荡进攻加盟官 司马瑜的都护衙伯落荒而逃 其所部全部投降 太安元年302 李特自称一周末 都督两一二周诸军士 大将军 大都督 改年号为剑出 大赦境内 然后出兵攻打张征 张征依仗帝势险要 与李特相持多日 部下劝李特退兵 李特估计李荡会来增援 因此坚守不退 蜀中帝势险郡 山道狭窄 只能通过一两个人 李荡大军行军困难 但想到父亲受困于敌 他愤然而起 身着重甲 手持长矛 大声呼喊 直冲向前 凡当其锋芒者必死 杀得张征兵败溃逃 李特想放过张征 李荡与王心劝阻说 张征连年征战 士族伤亡很重 智勇俱 现在正是擒拿他的好时机 一旦放过他 给他休整的机会 便再难打败他了 于是 李特再次征伐张征 生擒其子 在李特大战战争的同时 李湘等人与罗尚之间 也展开战斗 李湘大胜 罗尚派人诈降 见李湘兵少 连夜席营 结果被杀得大败 罗尚听从益州从事人民的计策 派人民诈降 李特向人民询问 成都城中虚实 人民说 城中粮食已尽 只有买卖的不薄 人民回到成都后 劝降诸屯 回报罗尚 相约共同出兵 一年 司马中派荆州刺史宋代 建平太守孙父 增援罗尚 罗尚派军偷袭里特大营 连续两天 双方展开一场恶战 李特兵少败阵 收拾余部退军 罗尚回师 李特引兵追赶 转战三十余里 罗尚派出大队人马迎战 李特终于寡不敌众 战败而死 后来 李特的儿子李雄称帝 建立成汉政权 尊是李特为锦皇帝 妙号始祖 还温妾李氏 李氏是成汉末帝李氏之女 李氏在位五年 成汉被桓温所灭 据南朝于通知的杜妓记载 桓温纳李氏为妾 桓温的妻子南康长公主度火中烧 欲杀李氏 公主冲入房中 建李氏正在窗前梳头 黑发如丝垂地 滋容绝美 竟扔下刀说 我建尤莲 何况老奴桓 桓温 卷123 慕容锤载记 五湖十六国时代 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 他们不仅勇武有力 攻马贤熟 而且通晓军士 常于用兵 厚焉开国君主慕容锤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慕容锤以其天才般的军事 才能完成慕容鲜卑的中兴大业 开疆拓土 傲视关中 中兴复国 慕容锤 自道明 前焉慕容晃的第五个儿子 年幼时便聪慧异常 气度宏大 身高七尺七寸 长臂过西 慕容晃对他很是宠爱 甚至超过世子慕容俊 慕容晃去世后 慕容俊继位为燕王 时至后召十纪龙去世 后召大乱 慕容锤劝慕容锤趁机出兵攻打后召 慕容锤任命慕容锤为前锋都督 平定幽州 慕容锤称帝后 封慕容锤为吴王 十六国时期最著名的将领慕容克很推崇慕容锤 他曾对慕容俊说 吴王的将相之才高我十倍 先帝按照长幼之序才把我排在前边 我死之后 愿陛下伪证于吴王 后来 慕容锤在方头大败还温 威名大振 可这却惹来俯臣之衣慕容平的贤物和妒忌 慕容锤担心灾祸降临 便带着世子投奔前秦福坚 福坚非常高兴 丞相王猛却劝福坚杀了慕容锤以绝后患 福坚没有听从 加封他高官 为以重任 匪水之战 慕容锤随福坚出征 福坚兵败 只有慕容锤所部没有损失 福坚便带着一千余旗投奔慕容锤 慕容锤的世子慕容宝劝父亲趁机杀了福坚 忠心大焉 慕容锤身以为然 但却感念当年福坚在他最危难的时刻收留他的恩情 非但不忍加害 还以自己的兵马资助福坚 但此时的慕容锤已经有了忠心复辟的念头 他杀了福飞龙和许多低族人招募兵马 很快便扩充了三万人 进兵前燕故都夜城 招纳安抚周边 很快聚众十万 太元八年383 慕容锤引兵行阳 自称大将军 大都督 燕王 建元燕元 为了复兴大燕 慕容锤攻下夜郭城 昔日旧臣听说 前燕末帝慕容郡已为福坚所杀 便劝慕容锤继承皇位 但是当时慕容冲已经在关中称帝 所以慕容锤不肯再称帝 太和十一年 慕容锤定督在中山 在群僚的劝禁下 慕容锤称帝 大赦境内 改元建兴 修缮宗庙设计 历史上称这个政权为后燕 赫赫战功 慕容锤留太子慕容宝坐镇中山 统领内外军政 事无巨细 尽皆为之 他则对外用兵 巩固政权 宅位的君主翟昭出兵夜城 被慕容锤之子慕容农姬退后 慕容锤亲自引兵讨伐翟昌持在黎阳渡口 后燕朱将见翟昭兵马精良 都建议不要渡河 慕容锤却不以为然 他将迎寨迁徙到西渡口 打造了一百余搜牛皮船 用作移兵 速流而上 翟昭的大队人马都在黎阳 见慕容锤兵尽西金 便弃了迎寨向西追赶 慕容锤派贵林王慕容镇 票计将军慕容国夜奔黎阳 翟昭之道后马上回军黎阳 如此往返奔波 士族疲惫 慕容锤派兵追击 近秦其重 宅昭丹旗投奔慕容锤 接下来 后燕开始讨论 征伐慕容锤 朱将认为连年征战 士族疲乏 而慕容锤也没有主动挑衅 因此 不该当下讨伐 慕容锤在慕容德的建议下 决定当即发兵 讨伐慕容锤 慕容锤派慕容锤兵出府口 慕容农从湖关进入 他亲自屯兵夜城西南 一个多月也不进兵 慕容勇知道慕容锤善于用计 便率军回到太行止关 慕容锤自带兵入天井关 双方对峙 慕容锤扬作退兵 用慕容勇追击 而派慕容国断旗后 慕容凯 慕容农两面夹击 大败慕容勇 为了荡平北方 慕容锤派慕容宝和慕容林 率兵八万 讨伐拓把位 慕容宝兵至餐和皮 忽有大风黑气 仿佛洪水决堤一般涌来 沙门之潭猛对慕容宝说 大风暴起 魏军将至 慕容宝笑了笑 却没有放在心上 结果当夜 魏军果然大兵杀来 燕军没有防备 三军溃败 慕容宝 慕容得指带着数千人逃脱 生还的将士 只有十分之一二 餐和皮之败 对于慕容宝是个耻辱 他常常劝慕容锤出兵乏位 慕容锤留下慕容宝守中山 亲自率领大军出餐和 兵袭为都城平城 俘虏三万人而还 慕容锤来到餐和 看到以前战争留下的累累失孩 堆积如山 便为之吊计 告慰亡陵 当时军中有死者的父兄 见此情景不禁哭嚎 全军上下为之动容 慕容锤既惭愧又悲愤 竟而偶血 就此一并不起 车马过平城三十里 慕容锤病情加重 兵至上古举阳 今河北怀来 时病逝军中 终年七十一岁 慕容锤一命丧事从简 世号成武皇帝 妙号士祖 藏宣平陵 慕容锤并焉提琴 匪水之战后 前秦皇帝福坚带领残军投钱烟故将慕容锤 慕容锤盛情款待并交出自己的士兵 卷一百三十 赫连勃勃载迹 匪水之战后 随着强大的前秦逐渐解体 北方再度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 少数民族的崛起 为这个时代的动荡推波助澜 然而 他们一个个在瞬间强盛 又一个个如昙花般凋零 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 就是十六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政权 他凭借一个首领的才智勇武而强大 也因这个君主的暴虐而消亡 反世其主 赫连勃勃自屈杰是匈奴又贤王去悲的后代 与刘远海同族 他的曾祖父是刘聪一昭的楼梵公 前赵为大王所拜后 赫连勃勃的先人离开中原 远顿塞外 直到赫连勃勃的父亲刘卫辰时 才回到塞内 福坚拜刘卫辰为西禅于 都设河西诸鲁 屯于带来城 匪水之战后 前秦势力一落千丈 其他少数民族纷纷崛起 这时 刘卫辰手下已有三万八千名将士 后来 刘氏败于北魏 北魏成圣渡河 斩杀了刘卫辰 赫连勃勃投奔匈奴赤干部 赤干部首领却将他送到魏国 幸好首领的侄子在途中救了赫连勃勃 将他送到姚兴处 赫连勃勃身高八尺五寸 腰带实围 善于言辩 聪慧过人 相貌俊美 姚兴看到赫连勃勃后 对他礼敬有加 败为萧綦将军 加奉车都尉 赫连勃勃 常常参与军国基要 其荣宠恩欲 甚至超过后勤的旧臣 姚兴的弟弟姚雍 曾劝姚兴说 赫连勃勃生性不仁 难以亲近 您对他恩欲太过 我很不理解 姚兴说 赫连勃勃有济世之才 我想利用他的才能 与他共同平定天下 有什么不可 于是以赫连勃勃为安远将军 封阳川侯 令他协助梅亦于镇守高平 以待将来乏味之用 姚庸几次劝谏 姚兴便问 你怎么知道他的性情 姚庸说 赫连勃勃对待尊者长辈轻慢 对待百姓残忍 贪婪暴虐 轻易去留 对他过分恩宠 早晚成为祸害 听了这话 姚兴才对赫连勃勃有所保留 结果 赫连勃勃杀了梅亦于 自己聚众数万人 拥兵自重 一夕三年 407 赫连勃勃称天王 大蝉鱼 大赦境内 剑园龙生赫连勃勃坚守城池 赫连勃勃却说 我大业草创 兵力不足 姚兴是一时之雄 观中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况且 他的大将各个英勇 奋不顾身 我若固守一个城池 他一定会集中全力对付我 我兵力没他多 只能坐以待毙 而我这样出其不意地 用骑兵攻击他 他就前军 我就攻击他后军 他就后军 我就攻击他前军 使他疲于奔命 我却一切如故 不用十年 临北 河东 便可静归于我 等到姚兴死后 我再慢慢图取长安 姚洪资质平庸 早在我的掌控之中 当年宣元氏迁徙二十年 居无定所 怎么我就不能呢 于是 赫连勃勃采取这种游击的战术 侵扰后勤 姚兴懊悔不已 感叹道 我不听黄姚勇小字之言 以至于此啊 统万城已指 统万城 位于陕西省榆市径边县东北 约八十千米 是赫连勃勃建立的大下国的都城 俗称白城字 此城建造于四百一十三年 是目前唯一一存的匈奴都城 它依地势而住 虽然是土城 但有着石城一样的抗毁性 到唐朝后期 统万城被沙漠掩埋 直到清朝后期 才被人们发现 百战不殆 赫连勃勃称王之初 曾向突发怒谈求婚 被对方拒绝了 赫连勃勃大怒 率领骑兵两万人 讨伐突发怒谈 截略了大批人口 牲畜 突发怒谈率中追赶 中了赫连勃勃的埋伏 死伤无数 赫连勃勃斩杀突发怒谈大将十余人 场面十分残酷 此处也被称为独楼台 赫连勃勃不断地拥有勇侵略后勤边境 截略人口 姚兴忍无可忍 亲自出兵讨伐 赫连勃勃承姚兴大兵刚到 还未集结 率骑兵突袭 姚兴大聚 派大将姚文宗聚敌 赫连勃勃扬拜撤退 右敌深入 设置埋伏 将之一举擒货 姚兴的部将王熙在赤其宝聚集了三千户 赫连勃勃攻克了这里 王熙骁勇有臂力 双方交战时 赫连勃勃手下将士很多都为他所伤 只好切断王熙的水源 宝中的人困窘难当 便捉了王熙投降 赫连勃勃敬重王熙是忠臣 愿意招降他 王熙却与数十名亲信自吻而死 此后 在多次短兵相接中 赫连勃勃屡屡挫败姚兴 413年 赫连勃勃大赦境内 改元凤翔 封赤干阿力为江座大将 动用临北十万人 在朔方水北 黑水之南 在今陕西近边东北约八十千米处 迎建国都 赫连勃勃说 这要统一天下 君临万邦 这座城就叫统万城吧 赤干阿力其人虽然善于建筑 但为人残忍 他命令工人用争过的土著城 然后用力气刺城墙 如果能刺入一寸 就杀了工人 并将他的尸体注入城墙 面对此种暴行 赫连勃勃反倒认为是赤干阿力中心 还将修善的重任交给他 同时 赫连勃勃制造了一批精良锐利的武器 可一旦武器制成 就一定会有工匠死于非命 他用弓箭射铠甲 如果射不穿 就杀了制造弓箭的人 如果射穿了 就杀了制造铠甲的人 大夏一国的武器皆是保刃 可为了制造这些武器 赫连勃勃杀了数千名工匠 大夏石马 这匹石马 造于大夏国真兴六年424 高200厘米 长255厘米 原历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查家寨 金藏于西安卑林博物馆 姚洪继承王位后 其手下大将姚松与帝王杨胜交战 听到这个消息后 赫连勃勃率兵四万急功上规 二十天便大破敌军 斩杀五千名敌人 毁城而去 进攻阴密 又杀了后勤一万余名将士 姚洪手下大将姚灰气安定 逃往长安 安定人胡衍 画韬率护五万 举安定投降赫连勃勃 于是 赫连勃勃立兵莫马 修养士卒 不久近距安定 后勤领北诸城望风归降 赫连勃勃 具有领北之地 这时 东晋刘豫灭掉后勤 率军进入长安 派使者送信给赫连勃勃 希望与之修好 约为兄弟 赫连勃勃先背诵其中节侍郎写好的信稿 然后当着刘豫使面前口售 并设人代笔回信 看到回信后 刘豫感叹不已 自愧不如 没过多久 赫连勃勃回到统万城 刘豫也只留下儿子镇守长安 赫连勃勃知道后非常高兴 向谋臣王买德询问对策 王买德说 刘豫灭掉后勤 只是倚乱平乱 对关中百姓没有任何恩德 关中地形险要 留下一个才智平庸的小孩子守城 怎么能是长远之计呢 他现在这么急着回去 只是为了篡夺皇位 并无异于中原 陛下已顺乏逆 百姓心中所向 都叛您的一期到来 陛下尽讨长安 百姓都会支持 一定会兵不血刃 不战而定 赫连勃勃身以为然 率军两万攻打长安 前锋赫连刚到魏阳 关中响者如云 赫连勃勃近距咸阳 长安百姓纷纷响应 当赫连勃勃终于进驻长安城时 他举杯对王买德说 你往日说过的话 现在一一应验 真可谓算无一策 克定长安虽然仰仗祖先保佑 你的谋划也是不可或缺的 占领长安后 赫连勃勃在大臣的劝进下称帝 大赦境内 改元昌武 群臣劝赫连勃勃迁都长安 他说 我怎么会不知道 长安自古以来就是帝都 又有山河之险 而荆州 吴越 又很偏远 不足为虑 但位却离我们很近 如果我定都长安 那统万城就很难守住 如果我在统万城 那位人终究还是不敢进来的 于是 赫连勃勃又回到统万城 并大赦境内 改元真心 凶残暴虐 赫连勃勃生性凶暴好杀 从不遵守常规 赫连勃勃在长安时 曾征召隐世为祖司 见到赫连勃勃的为祖司 恭敬畏惧 礼数颇多 赫连勃勃勃怒道 我以国事争你做官 你怎么对我像对待异类一样 你从前不拜姚兴 为什么现在又来拜我 我现在没死 你们就不拿我当皇帝 一旦我死了 你们这些五文弄墨的一定会贬低我 说完就杀了维祖司 他还常常拿着弓箭在城上巡视 一旦看到嫌隙或不喜欢的人 就亲手杀之 大臣中如果有忤逆者 便弄瞎着人的眼睛 有嘲笑他的人 便割伤那人的嘴唇 凡是劝谏的 他就称之为毁谤 先割了那人的舌头再斩首 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人 无不恐慌 刘宋元家二年425 赫连勃勃去世 论赞 史臣曰 赫连勃勃入居边境 成中原分崩之机 拥兵要武 占有朔方 于是他剑阅称帝 建立宗妙设计 并驱使英贤 窥视天下 赫连勃勃 无论度量还是见识都很深远 加之风骨睽萎 姚欣看到他心最向往 刘宇听闻为之动容 虽然他勇武过人 却凶狠残忍 演过是非 残害朝臣 结果其部内奸人嚣张跋扈 忠良之臣谁也不敢说话 其最终灭亡 都是自作自售 还累积子嗣 本卷完 感谢聆听 请不吝点赞